塔尔寺,西藏名SKUBAN 一亿十万佛像 右座金瓦寺,塔尔寺 位于青海西宁郊外之塔山 其地位皇教祖师宗喀巴之将深处 亦为今日蒙藏地方之宗教中心 始建于明家境39年,1560 位皇教六大寺院之一 其余五寺西藏之色拉寺 折磅寺,扎石伦布寺 甘丹寺及甘肃之拉布伦寺 寺前有詹檀树一株 据传宗喀巴出生后 于买藏其包一之处生出此树 夜上浮现无路佛像 SKUBAN 十万体 亦及十万佛像 知名集由此而来 全寺建筑 随山一世 逐渐升起 有大小院落千余处 森舍四千五百余间 可如数千人 俨然一座宗教都市 其中以戴金堂 大、小金瓦四位其核心 戴金堂为塔尔斯宗教组织之最高权力机构 藏式平顶建筑 占地一九八亿平方公尺 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 一千六百零六 后属金扩建 民国二年一千九百一十三 遭回路 民国六年龙建 唐内处立一百零八根大柱 柱子上部均雕有优美图案 外裹彩色毛毡 并坠有各色刺绣 飘带、状、帆等 四壁挂有各种绸缎剪堆 堆之佛像、佛教故事图、宗教生活图等 均生动而别致 金堂内可供三千人诵金 内有一纯金铸造之塔 高约六、七公尺 内至宗喀巴之骨灰 四壁有金架、佛堪等 代金堂下设四大扎仓、学院 一、参尼扎仓、险宗学院 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研究 险宗教义之学经部门 并研究内明 二、居巴扎仓、密宗学院 为研究密宗教义之部门 并研究英明 三、丁科扎仓、十轮学院 为研究天文、立算、占卜之部门 四、曼巴扎仓、医学院 为研究医药治病之部门 代金堂为参尼扎仓 亦为四个扎仓全体喇嘛聚会诵经之大礼堂 大金瓦四位塔尔四之精华部分 其最精华处为阵殿 外表以碧绿系致之瓷器成 墙上嵌有无数珍珠、玛瑙、金银、宝石、翠玉、宝光四射 正殿供奉宗喀巴像 周围还以五千余尊义 此于高西藏式或印度式之小经佛 长目细腰 以衬托装严禁目之宗喀巴巨像 殿中悬有数千苏有小灯 阴墨垂逝 宛如繁星 向前悬有二聚灯 全以珍珠穿成 典以苏油 永不熄灭 金光璀璨中 香烟缭绕 为塔尔四最神圣之处 大殿之后有藏金柜 内藏皇教之主要经典甘珠儿及丹珠儿 经典原藏于西藏 后宜至此 为本寺之四宝 大金瓦四殿顶全以金瓦铺成 上有数十座一 二公尺高之金状 全位精致 其含金量总计十万两以上 有平行 塔形 散形等 助攻细致精美 阳光照射下 金碧辉煌 光芒万丈 成可谓佛教之圣地 青海之宝库 小金瓦四又称大户法殿 金正海宝千总苦求 锦杀主其是之八大喇嘛 后分葬四玉内 见八座白塔葬其遗骸 小金瓦四之建筑有如一放大之喇嘛塔 乌瓦同志 杜金 金色灿烂 与大金瓦四相互灰影 寺内所供神像 多臣愤怒相 表示护法神之威严 各柱上皆有整张虎皮果质 后殿并藏有各种羞恶面孔之木质面具 细功跳神用者 由于藏人对宗喀巴之崇敬 本四岁成为猛葬两族善男性女心目中不可侵犯之圣地 犹如耶 维尔教之圣地耶路阿冷 喇嘛教徒大都发跃 一身中至少能之哀四朝拜一次 往往青年累月 辛勤工作之全部积蓄 长途跋涉 至此朝圣奉献 四前阶梯铺有跪拜所用之后松板 美京一时期 长阴手掌与脚膝之起伏用力而磨成 成身袄 宛若人体之伏地 堪称其景 又四内之绘画 堆 苏油花被誉为本寺之 三绝 每年葬礼正月举行 灯节会 展览苏油花雕 吸引无数游客 Wid a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1895 Filtmerdus Cluster Combining 1906 蒙藏佛教使 妙 P 15434 塔头 在禅宗 指开山祖师塔之所在 高森入祭时 弟子应养 以德 不忍咒离塔头 遂住于一新社之小屋 称塔头之院 至后是 由以日本 指本寺所属 且为本寺境内之寺院 亦称为塔头 领德船登陆卷十五栋山梁架条 郑州灵纪会照禅师与路 禅林向契监区借门 P5436 塔颤法 根据战查善恶业报经所行之颤法 随朝曾一度进行此法 旭高森传卷二 大武林 四三五下 初开皇十三年 广州有森行塔颤法 以皮作铁字二枚 书为善恶两字 令人直知 得善者及 又行字扑法 以为灭罪 而男女合杂 望尘密行 青州居士皆享同行 官司检查 未誓邀矣 其云 此塔颤法 依战查经 自扑颤法 依诸经中五体投地 如大山崩 时以奏文 乃赤内使侍郎李元操 就大心善问诸大德 有沙门法经 燕丛等 对云 战查经 见有两卷 首提菩提登 在外国义 文四近代所出 重藏义 有血而传者 简勘群录 并无证明及义人 实处 塔颤与 重经负义 不可依行 赤阴断支 即可见其一般 三国仪式卷三 卷四 P5436 塔鸾 DH2 斯特尔文 位于辽国 永珍之辈 西元1566年 西达提拉王 斯特尔斯 于原有小塔基础上 所修建之大设立塔 占地数百亩 塔座方形 分位三层 坐落于一方形之平台上 底层四面回廊 东西长60公尺 南北宽58公尺 各边中央有门出入 四面入口门外 各建有里亭 第二层四周绕 以30座小型方塔 第三层中央位一方形 尖高之大塔 下部成莲花半形 中部有三级方形弹柱 上部成逐渐高 尖之方平状 皆以尖长塔顶 大塔上部贴度金箔 远望金碧辉煌 华丽而庄严 为辽国历代最伟大之建筑 风格独特 异于东南亚传统之原型佛塔 大塔内供奉佛陀设立谷 或未供奉佛法 1873年曾遭雍奴 于能 盗匪之损毁 经述度整修 至本世纪三十年代 方赴其旧观 辽国佛教徒 视之为圣洁之象征 每年11月中旬 全国佛教徒群集 举行隆重之圣会 南传佛教使 静海 P5436 乌 西潭语 U 右坐乌 乌 幽 乌 西潭十二运之一 五十字门之一 金刚顶金式字母品位 物字门 表一切法辟欲不可得 右方广大庄严金卷四位 畅乌自十出 世间诸恼乱世之声 范Ukudrava Bahula Jagat 另据文书师立问金卷上字母品载 物字含有慌乱 逼迫 辟欲等诸语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八则 视之为最上最盛 范Otema 之语 右卫简别语表示 简笋之意 之 乌 字 自古以来多称此字为 辟欲之物字 佛本行集金卷十一 文书问经字母品第十四 西潭字记 P5437 O 西潭字 O 右坐欲 O 跑 西潭十二运之一 五十字门之一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 大三 五六零上 畅奥字十 初阶化身身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 大一四 四九八上 说欲字 初化身等身 盖Opapduka 以O位头 乃以化身之意 脱氏奥字之意 大班涅槃经卷八 大一二 四一三中 炮者 为大臣义 于十四应是 究竟义 大臣经典义 父如是 于诸经论最为究竟 是故名炮 准此 奥字乃母运中最终之字 为究竟之义 故以之比喻大臣经典之最究竟 大方等大级经卷石 瑜伽金刚顶经式字母品 西潭字迹 P5437 奥罗宾都够须 Sri Aurobindo Ghost 1872 1950 又一座奥罗宾多高市 印度哲学家 诗人 印度教改革家 生于孟加拉婆罗门家庭 七岁父因求学 189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返国 20世纪初 参与印度之民族运动 任 敬礼祖国 等报刊编辑 为国大党激进派领袖之一 1910年创奥罗宾都书院 后创立整体不二论 范PRAF 之哲学体系 认为宇宙是由现象世界 现实世界 与超越世界 本体界 组成 前者包括物质 生命 星等之存在 后者则为超越星的精神之存在 超越世界由现象世界演化而来 由物质进化至生命 进而进化至星 超星 一身致力调和科学与宗教 唯心与唯物主义 东西方之思想等 力图将印度之政治运动建立于宗教基础上 以印度教之理想作为民族解放运动之理想 著作百余种 较重要者有 神圣生活 The Life of Vine 瑜伽之综合 印度文化之基础 最后之诗篇等 P5437 奥院 日本佛教建筑用语 日本之神社 佛寺等处 处本殿 本堂外 上有奥院为开山祖师之灵堂 多建于炎窟等优岁之处 P5438 奥登堡 O.L.Denberg Serhey Fajdorovich 1863 1934 俄国佛教学者 数年研究梵语佛典 1884年 以孝堪贤杰辟喻 梵Badrakop VADNA 佛教的说话因缘集 而知名 自1897年以降 从事出版佛教文库 Bibliothicabutica 1903年 亲自复制出版三百图像集 及张家乎图刻图所编织 之喇嘛教图像集 作为此文库之地五边 自1907年 奉帝国学士院之命 勘查我国新疆库车及甘肃敦 黄迁佛洞等处 于1914年 刊行其报告书Raskaya Turkestanskaya Expedition 1909、1910、1909、1910年的苏俄土耳其斯坦探险 其门下之霍尼斯坦 Stal Holstein 史彻巴斯基 Scherbatsky等人 亦接著称于是 欧米佛教 S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ane MDIS Changersellschaft 1934、P5438 奥登伯格、欧登伯克、Hermann 1854、1920 乃德国之印度学、佛教学者 出生于汉堡、Hamburg 曾就读于哥丁根、Jayptingen 及柏林、Berlin两所大学 1889年 靖基尔、Kill、大学 1908年以来任哥丁根大学教授 讲授梵语、巴黎语、佛教学 为当时研究黎俱费陀、范瑞菲达 芝仙区、与巴黎盛典研究专家 大卫斯、Reese Davids 合称双比 1879年 教定滤脏堪行问世 1883 富江庞大的滤脏文献全部教定出版 其后又教定出版长老纪、长老尼纪、巴塞拉、 Ander、JTH 及佛教史上之重要资料 西兰岛史 Badipava SA 并附上音译 此外 所传之 Di Lerder Upanishaden Undi Dianfng Ede Buddhismus 1915 为自奥义书中论证 佛教思想源流之思想史明著 奥式令一著作为 Badipava SA 1881 则研究佛陀之生涯、教理、教团 而确定佛陀在历史上之存在事实 欧米佛教 Journal of the Pili Text Society 1920 P5438 奥义书 梵名Badipaniath 因译作幽波尼沙图 为古印度之哲学书 戏以梵文书写 为师徒对作秘传教义之书籍 故称奥义书 为技术印度哲学之原本思想 盖印度之宗教使于对费陀之赞颂 其后以说明用法与仪式为目的之范书兴起 其中有一章名之为阿兰若嘉、范R.A.L.K.A. 奥义书即为说明此章而编书 阿兰若嘉之说优为取森林顿志者所读宋之义 而名之为森林书 特众形式与神学方面 而奥义书则与之相反 属于纯正哲学 其以阐释废陀终极意义位置 继续废陀末期之哲学思想 发挥建地 此部分又含废很多 范V.E.D.V. 原意或未废陀之最后部分 后转结未废陀之究竟意义 其后之发展特受重视 成为后代各派哲学之根源 经之传本多达二种 主要的有十数种 总称古代奥义书 完成于纪元前八百年至纪元前六百年 此后十数世纪 仍有陆续天之作 称为新奥义书 以文以为别 可分古散文 散文 新散文三种 自古被视为天启文学 范Rudy 为印度正统婆罗门思想之渊源 亦为 卫士者学 宗教思想之典具 更改 书中各篇并非由统一作者 将统一之思想 以一定之形式叙述 而系历经幽长年月编辑完成者 故掺杂各种思想 且缺乏中心主体与统一性 其实际编转者无一位历代之婆罗门 此外 亦可说奥义书之初 乃象征废陀记四万能主义之反动思想 亦促成佛教兴起之契机 结奥书全书之思想 系以大宇宙本体之 犯 与个人本质之 我 为一体 乃宇宙万有之根本原理此即 犯我亦如 思想 亦为观问之 以原哲学 顺此根本原理 万事万物之发生 必有其一定之顺序 人类生命及因 也 之物 而于轮回之道中往返 将人类之行为 以善恶果报之道德要求为基础 而展开轮回转生之思想 如今禅定与苦行来认识 犯我亦如之真理 即可解脱生死轮回之束缚 而到达常驻不灭之犯界 犯Broma Loka 此即人生最高目的 此一观念论思想 亦说明一切现象界皆为虚妄 唯独范位唯一之实在 并以范 我代表心与物之两面 而生成宇宙万物 古代印度哲学中 由此一思想 见而产生有神论诸派系 经过后期奥语书 其哲学思想发展更新复杂 因此印度德学诸派之产生 欲加分歧繁杂 本书一本极多 最古哲未波斯语本 其后有拉丁语 德语 英语 中语 日语本等 P Dusen Algmina Goshekter Philosophie H. Oldenburg Di Lerder Upanishaden Und Di Anfmgede Buddhismus P5439 奥尔高特 Colonel Henry Stalocot 1832 1907 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局城 就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级以读性佛教 1875年成立灵智学会 劝人改奉佛教 自陆军上校退役后 附入哥大公读法律 选与俄籍妻子波拉瓦斯基 H.P. 布尔法斯基 赴印度参学 创立印度灵智学会分会 倡导研究各宗教 比较而则其殊胜者终身信奉之 1880年 二人相携赴西兰 有鉴于西兰佛教之衰败 及受基督教之迫害 所以在可伦坡设立佛教灵智学会 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 以促进世界上各宗教之和平友好 保卫宗教不受压迫 且联合当地四众领袖 目化成立佛教学校四百余所 如阿南陀学院 阿曼达 College 法王学院 达摩阿达 College 摩沈陀学院 摩沈达 College 等皆是当时所创立 又已近代教育法授与佛法语科学 并吸引不少西方学者至西兰 计划发展西兰国家教育及佛教教育 此外又木印英文 佛教图 The Buddhist 杂志等 现代世界佛教教其意味 奥式所设计 是知弘扬佛法 系采取比较各宗教教义之方式 认为佛教之精奥 平等 究竟等特点与科学并不相悖 并且有科学所不及之处 P5440 奥牌加 范语欧佛科之音译 含有认许 允诺 以 好 是等译 急于持戒做法或提出动译 白试 识 请求师父认可所用之语 根本说一切有不百一 结魔卷一 大二四 四五六上 先教求出家者 令李敬以 在本诗前敦据合掌 叫做是语 阿哲利耶存念 我某假使从今日 乃至命存 归一佛陀两族中尊 归一达摩黎玉中尊 归一僧家诸尊中尊 如是三说 诗云 奥牌加 达云 缩度 故知奥牌加语缩度 犯SDHU 善哉之义 乃为以 善 疑 互相应对之用语 为至教中 持戒做法之必用语 若不做此语 则犯阅法罪 有不疲 奈耶卷三十一 惠灵因 亦卷六十一 疲五千四百四十 即 范语RY 乃心所 心之作用 之名 据摄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依据摄宗之说 此心所 小烦恼的法之一 能引起某种特定之染污心 而为十宗则归之于 随烦恼之一 只对于他人之善 每等身起不悦之精神作用 成为十论卷六 据舍论卷二十一 批五千四百四十 即心腹经 全一卷 又作腹经 据开元世教路卷十八 真元新定世教目路卷二十八载 本经孔系维经 赚者不祥 或因其七善度而作此经 以七狂其七 内容一再强调极度之人将受极重之夜报 批五千四百四十一 妈祖 正称为天上圣母 相传系宋代福建新化莆田县梅周语之孝女 姓林明墨娘 又时尘的神人受与同福 能为人驱邪压煞 长梦见旧父兄于海难中 其兄获救 其父则为急救起而被浪卷去 醒后 即有消息传来 其父果死于海难 仅其兄获救 莫娘痛不欲生 遂誓言不嫁 以奉誓老母 年二十八 无疾而终 死后长显灵海上 救人苦恶 民间尊位 妈祖 自宋代以后历代帝王蝶有赤丰 有天妃 天后 天上圣母 等封号 此等信仰 属于道教与民间通俗信仰之领域 而非佛教 批五千四百四十一 摩城 摩 泛名BHN 位于新疆和田 Kotong 东方之臣义 及汉书所载之汉迷城 相当于今日之克利亚士 Kiria 据诸书载 此的已有佛像之灵验而著称 洛阳嘉兰记卷五颖宋云之行记中 为此地名汉城 城南有一大四 驻三百余僧 有藏六经向自南方非空来此的 于田国王李拜之 寓夷之本国 不果 遂为其他 封四百户任撒扫 人若有所患 以金箔贴相 其极极欲 相边有番盖数以万计 属为国者太半 有太和十九年 四百九十五 景明二年 五百零一 严昌二年 五百一十三 等年号 其中一番则为遥兴时代之物 大唐西玉记卷十二 大五一 九四五中 智僻磨尘 有刁弹力佛像 高二障于 甚多灵印 十足光明 凡有疾病 随其痛处金宝铁像 及时全赴 虚心请愿 多亿遂求 文之土俗曰 此相惜佛在世交赏弥国乌陀衍那王所作也 佛去世后 自比林空至此国北和劳洛家城中 忠略 经和劳洛家城为大堆附 诸国君王一方豪又多欲发掘取其宝物 势至其策 猛风爆发 燕云四合 道路迷失 近时 英国使坦因发掘此的 鱼沙中见多处佛教遗迹 元朝来中国的马可波罗迹行 称此的魏盆 唐书帝李制称为建德立成 西域之佛教 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 提 Waters on Yuan Kuan 佛 A Stein Sand Buried Ruins of Coton P5441 松山 位于河南登峰县北武 六公里之处 右座中越 松高山 崇高山 崇山 外方山 与东越泰山 山东 西越化山 陕西 南越横山 湖南 北越横山 山西 合称五越 全山以泰式 少是二山为中心 东卫泰式山 西卫少是山 其他另有奥来山 万阳山 鸡山 大小熊山等 大小三十余峰 自古卫道士 僧图七影之地 右全山以泰式山位最高 故意以泰式 泰式 知名座位全山之称 唐代则天武后特称位 神月 少是山北路之少林寺 因我国禅宗出祖达摩 于此面壁九年而远近 持名 系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 四百九十六 魏巴陀禅师而建立者 达摩则在两五帝普通元年 五百二十至大通二年 五百二十八之间 于此修行 相传禅宗二祖会 可亦曾住于此 本寺数度荒废而又在新 为后世修禅之中心地 泰式山之松月寺则创于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 及两五帝普通元年 时称贤居寺 北周费佛后 隋文帝仁寿元年 六百零一 改称松月寺 魏隋唐时代 北宗禅之中心地 其十二角之十五层塔 魏力来建筑中之罕见者 亦为我国现存最古之砖塔建筑物 另有大法王寺 相传创于白马寺创建之同时 又继绍林寺之后上有 会善寺 永泰寺 以碑石著名 之创建 此外 道教之道观益甚多 说松 古经图书集成山川点 第五十五之三才图 会松月图考 职方点第四三四 批五千四百四十一 松山居中 一千两百七十七 一千三百四十五 日本灵纪宗僧 远江人 俗姓元 延庆二年 一千三百零九 宇文宝二年 一千三百一十八 曾二度治中国 元朝 元亨三年 一千三百二十三 归返日本 先后驻于南禅 建人 元爵 建长诸寺 征和元年世纪 世寿六十九 生前曾辞寿 大本禅师 之四号 魏连苍末其 至南北朝 武山文学之代表人物 这有松山集二卷 严宝传登陆卷二十二 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七 批五千四百四十二 松柱寺 北平明差之一 为张家乎图刻图所居 大殿及后楼之联而为清高宗之御书 四东有法渊寺 西有至诸寺 右东为三厂遗址 三厂乃明代所设置之藩经厂 汉经厂 道经厂 西廊下有三块铜云板 上柱 番经厂 三字 四位于马神庙东 以颓败 但仍为张家住西之所 设有办事处 主持皇教事务 批五千四百四十二 松岳寺 位于河南登峰县北之松山南路 又称中岳庙 重岳寺 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 五百二十 历代军家已重建整修 现有之梁柱时处乃送带遗物 建筑宏伟雄壮 不亚于帝王宫殿 四周便直松波 其庙门宛若陈阙 尚额 俊极于天 乃乾隆玉笔 中有高楼 称为天中阁 在敬畏重圣门 大殿庄严宏伟 两侧有风 云 雷 与四殿 左右五四八十四四 大殿东南有宋代四天王铁像 英姿勃勃 栩栩如生 堪称一束杰作 据唐代理雍传之松岳寺碑载 本寺原为北魏皇室之离宫 后改为佛寺 初称贤居寺 唐五则天美登陵松山 则以此为行宫 月庙请殿之后 有小中月庙 占地数百亩 亦颇巨规模 附近有一股老宝塔 建于北魏孝明地正光三年 五百二十二 此塔为我国佛教建筑上 唯一采用十二角形之平面 代替印度苏独波之圆形平面 而以高耸之基座与一段塔身 来代表苏独波之基座与副 半球形塔身 尚未十五层中国式飞檐 此塔不仅属空前之创作 亦为我国建筑艺术上首次以专造 现存最古老 高达四十公尺之高层建筑物 批五千四百四十三 昨儿念佛 日本佛教用语 又做昨儿大念佛 日本每年于英历三月六日至十五日之十日间 在昨儿清梁寺举行融通念佛会 相传为日本洪安二年 一千两百七十九 原觉所创始 念佛时一面敲筋骨 太骨 针 一面念佛 念佛后 戴着假面具演出墨具 在世街上游行 批五千四百四十三 郎 殿舍之间 未便于通行而设之建筑物 又做戏殿 渡殿 在柱与勾兰间通风之狼 以上无物赋之而可透建者 称为透狼 若设于殿堂四周而坐桥行者 称桥狼 又称反渡狼 若有驱狼则称臂折狼 驱折多而言甚长 则称龙尾道 批五千四百四十三 惠宗寺 位于查哈尔多伦诺尔 都伦诺尔之北端 又称为东庙 黄寺 据大清一统治卷四零九之二载 康熙三十年 一千六百九十一 卡尔卡诸部为卡尔丹所破 来降清朝 圣祖于巡查蒙古之计 遂及卡尔卡七部 四十八旗于此的四燕引荐 遂应各旗之寝 建立此次 四名并遇四十八旗朝宗之以 四四创建以来 第十四世张 加乎图刻图阿嘎望罗布桑雀拉丹 桑雅 巴布 瑟雅 尔丹 应请住持 乃于内外 红洋 黄教 其后之时 十七日 十九世张 加乎图刻图君同时 住持本寺与善音寺 元寺于嘉庆元年 一千七百九十六 烧毁现存建筑物为后世在建者 四领以为墙环奥 内有众多佛仓及若干关仓 清以照 加乎图刻图仓最为壮观 除安置诸佛 菩萨像外 并藏有佛画八十佛 内蒙皇教察记 天纯 蒙藏佛教使 妙洲 满蒙喇玛 美术解说 亦见梅荣 众也伴四郎 批五千四百四十三 唯戏生死 未便亦生死 之以名 大乘一张卷八 大四四 六一五下 唯戏生灭无常 念念千亿 前便后亿 名为便亦 便亦是死 名便亦死 批五千四百四十四 唯戏生 一位数论 约派所立三种生生之一 参阅 三种生生 六百五十 二密教立法生 有唯戏之色形 周辨于法界 据密藏记卷之说 凡佛者是有漏无蕴等生 有无漏无蕴等生 无漏无蕴等唯戏生 唯戏生如虚空 批五千四百四十四 唯戏相容安利门 华言增实玄之以 此门乃就 相而言 如琉璃瓶 甚多戒子 隔瓶顿剑 唯戏有三意 一所含唯戏 如戒瓶所含之戒子 二能唯戏 一毛一臣 一皆能含 三 唯戏难知 唯臣 国土而能相容 其事难知 亦能含多 法法皆同 称为相容 亦多法相 不坏不杂 称为安利 借于一切门容 陷于一念正观心中 是为唯戏相容安利之境 一相及相入之理论而言 固然是一多大小互相容设 但此门特事无尽缘起之玄妙不可思议 小容大 一射多 一念收多结 所含之大不坏小相 一不改多之面目 而各守自相 同时其头显现 以破众生直 一切法计一时巨足 相互摄入时应各师其本相 之仪 如来不思议境界经 旧华言经 如舍纳佛品 新华言经 十回相品 参阅 十玄门 四百一十六 批五千四百四十四 维维维心 乃进入灭净定前刹那即维系之心 灭净定之前有三种心 即响心 维系心 维维心 第一响心属粗响之心 第二未稍维系之心 第三则转更维系 故称维维心 于如是维维心之后 灭净定方才现前 据舍论卷二十九 批五千四百四十四 维尘 范语 Au Roger 或Au Rogers 八粒语童 因译 阿拿 阿诺 单称为 尘 即眼根所取最维系之色量 即为 未据舍论卷十 卷十二所说色法存在之最小单位 以一级为为中心 四方上下聚集同一级为而成一团者 即称为成 何七级为为一为成 何七为成为一经成 何七经成为一水成 此外 诸经论一美意 为成 比喻量极小 以为成数 比喻数极多 法华经卷五如来受量品 分别功德品 大制度论卷七十 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 参阅 即为 五千四百七十九 批五千四百四十五 为成节 为长远之时节 又做大地为成节 法华经卷五如来受量品中 未表示如来成佛以来之长远 设一辟欲 大九 四二中 譬如五百千万一 那犹他阿森 指三千大千世界 假设有人 莫为为成 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一 那犹他阿森 指国 乃下一成 如是东行 竟是为成 诸善男子 于亦云和 是诸世界可得思为孝 即知其数不 中略 是诸世界 若者为成 即不住者 竟以为成 亦成亦结 我成佛以来 富过于此百千万一 那犹他阿森指节 由此可知为成 结之长远 非一般算术可知 批五千四百四十五 为巨 为极小之色巨 欲界之物质中 最单纯者为能生之地 水 火 风四大 即为 与所造之色 香 为 处四 静 生 有无不定 故除之 即为等八种即为 必以巨和巨 身为法 盖无单一 即为而生之物 故为最小之色巨 称为为巨 P五千四百四十五 义 范语 莫纳 因义作莫纳 义为 思量 即周辨思维之心理作用 如将之作为认识机能之一具 则称一根 为六根之一 于十二处中 称为一处 于十八戒中 称为一戒 一六十家之剑 心 意 十三者 同体一名 一八十家而言 心即指阿赖耶时 意指莫纳时 而时则指前五十 眼、耳、鼻、舌、身等时 兼及意识 大批婆沙论卷七十二 巨舌论卷一 卷四 摄大乘论本卷一 参阅 意识 五千四百四十九 P五千四百四十五 意生生 泛语 莫纳 莫阿 K 又作意成生 意成色生 魔化身 魔奴莫耶身 非父母所生之身体 乃出的以上之菩萨 为嫉妒众身 一 意 所化身之身 此外 中有之身 杰出之人 色界 无色界 变化身 界外之变异身等 均属一身身 杂阿含经卷三十四 中阿含卷四十三 根本分别品 一行经 成为十论卷八 佛性论卷二 P五千四百四十五 一身金刚女 密教金刚界 曼图罗里 去慧十七尊之一 又作欲金刚女 金刚剑 位于金刚萨朵 之又前于 据金刚界七级卷下载 其形象未金色 以左右全安于腰上 稍低 成熙系之象 现图曼图罗之形象 异于此 礼去是卷上 礼去精密柱卷 一批五千四百四十六 异的 又作意识 异根 凡个体之内心 能生起一切思想者 称为异地 可略分下列二说 一 指第六十 意识 可全面支配 个体之存在 意味无人产生认识作用 成就万事之根源 二 指意识之省察阶段 据舍论卷十 瑜伽论计卷一批五千四百四十六 意安乐行 四 安乐行之第三 为菩萨于意远离极产 轻骂 恼乱 镇静等四过 安乐行法华之法 于一切众生起大悲之想 于诸如来起慈父之想 于诸菩萨起大师之想 而对一切众生平等说法 参阅 四安乐行 1687 P5446 意志 广义而言 为自然冲动之欲望 狭义而言 则为意识间多种动机 目标 方法之一种选择 而欲获实现者 佛教中相当于意志之自卫斯 犯斯坦 凡意志之活动 称谓斯业 以发位行动者 称谓死以业 生业 与业 行 犯saskra 活动之意 之意词 意含意志之意味 德国哲学家 苏本华 Schopenhauer 1788 1860 为 一切生命现象之根源 为其原意志 而意志本身常为盲目之冲动 佛教学者即借用此盲目意志以欲 行 然此种形上学根源之意志论 与佛教原本之立场相反 佛陀否定世界为神之意志 神意说 或宿命说 亦否定 无因无缘 之说 而主张个人应本其自由意志为主之努力论 P5446 亦成天 紫色界 无色界之诸天 为舍离欲界之饮食 而仅以意识存在之天人 亦及非原父母精血等而生 乃由一之所欲而化身之天 参阅 亦生生 5445 P5446 亦进行 止苦 乐 忧 喜 舍等五寿中之喜 忧 舍三寿 此三寿 仅第六意志上有之 能为一世清静之源 使一世行之 故称义进行 其所愿各个有六境 何为十八意进行 大批婆沙论卷一三九 巨舍论卷十 P5446 一根 一范鱼 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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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之一 二十二根之一 根 未能生之意 六根中之前 五根所对之境 为四大 地 水 火 风 所形成之色法 一根所对之境 则为心法 对法境 即产生 一世 参阅 六根 一千两百八十四 二又做一地 即止 第六十 参阅 一世 五千四百四十九 P5446 一根做断 为断灭烦恼之根本思量分别 盖有一世乃生分别 有分别之心及生种种烦恼 若烦恼断灭 则必亦是断灭之故 P5447 义气金刚女 泛名MNA P5447 为密教金刚界曼陀罗里去会十七尊之一 又做义气女 曼金刚女 位于金刚萨朵之左前渝 及金刚界曼陀罗里去会之内院东北渝 此尊义世之气力赤胜 故称义气金刚女 其悲心圣声广大 故驻大精进三昧 利益安乐 懈怠不幸之众生 令肃离苦 得清净 深沉金色 做舞蹈之事 真言为 摩赫士丽 Mahar 大吉祥 日礼 法者 金刚女 戏 海 李去世要略秘诀 级卷三 金刚界七级卷下 P5447 义许 英明用语 纸内心已决定某种主张 但尚未表露出来之状态 即虽不以言语表示 而于义中密藏某一种主张 亦及义中所致许之想法 与 言诚 言语所成 相对称 而义中所致许之想法 未必与口中所发表之言词相合 盖英明立论之法则 所立之宗 命题 非立者 立论者 与敌者 问难者 共许 共同认可 不可 然于狡狭手段之论法 立者若将一中之观点公然发表 则缺乏因 理由 之后二相 必招致种种过失 故常使用暧昧之言词 以为方便较力 此师敌者若识破立者 于其立宗所怀意中观点之作法 即立义能与之相为之论事 用立者先前所用之音 欲 辟 令其自然成为不能成立之音 欲 四相为因 乃是破此之法规 即于宗之前程 主词 即有法 与后诚 述词 即法 各有义许上之相为 与言成上之相为之别 故成为四相为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中本 卷下本 英明入正理论直解 英明超 P5447 义是行 三种神用之一 为欲至极远 则有缘举心时 身即能如意而至之事 三种神用即止运生 圣解 义是三者 为六通中第一神静通之行用 运生 为成空而行 犹如飞鸟 圣解 为向极远坐近之思维而能极速致比 大批婆沙论卷141 P5447 义业 范语 Monus Carmen 三业之一 义及一心王之业 业为造作之义 广义 广义而言 包含一切或善或恶或无忌等之行为动作 据舍论卷13 大二九 无无上 思为一业 盖思为造作之义 令心王造作善 恶 无忌等 故意业及与 思 同意 又据成为时论卷4 此举出 思可分为审律思 决定思 动发圣思三种 其中 与审律 决定二者相应而造作者 称为一业 此外 据大臣李去六波罗密多经卷7所举 一业具有如下二种心 一 精进心 即发菩提心 修习善业 而远离一切懈怠之心 二 退转心 即于诸善法不能进修 或暂时发心修行 而长生退驱之心 参阅 三页 六百三十八 思 三千八百零七 批五千四百四十七 一路不到 为意识不能到达之处 即止不得以思虑分别而一夺之真理境界 闭言录第六十三则 大四八 一九四下 一路不到 正好提思 严全不及 一级着眼 批五千四百四十八 二 范语 一意味阿世耶 阿舍也 此字含有休息处 住处 一思 一象等意味 故意意意乐 意欲 志愿 凡心理所欲之作为 皆称为意乐 扬胜 舍论卷 三菊汤 甜 吃等三种阿世耶 巨舍论卷十四则分为善阿世耶 不善阿世耶两类 大日经书卷十 玄印英译卷二十三 批五千四百四十八 意趣 意志之趋向 即内心所欲表示之意象 佛陀说法有平等 别识 别义和普特加 我等四种意趣 称为四意趣或四意 一 平等意趣 又作平等意 此为捐除分别见 利于平等之立场所说 例如 释迦尼佛 虽非昔日之皮婆师佛 但站在平等之立场 其所证悟之真理 与诸佛平等不二 故意可畏 我是皮婆师佛 二 别时意 意趣又作别时意 即除去懈怠之障碍 而宣说之教法 例如众生修行之利益 将建于别时 然为免众生懈怠 故意及时可得之 便说法鼓励之 例如称念阿弥陀佛 即可往生极乐世界 此极最佳之说明 然此意有二说 亦为一行别时意 亦为为运别时意 前者为狱族 万行则无法佛 却说为念佛一行即可成佛 故又称成佛别时意 后者为不具族愿行则不得往生 却说仅凭发愿即的往生 故又为愿无行别时意 往生别时意 以上两种情况皆为方便之说 若论巨族万行而成佛者 或愿行巨族而往生者 其时君的其余遥远至未来 三 别意义去 又做别意义 此只为除去听者清漫教法之障 而以另一意义来说明之意去 例如由于在过去是曾经成是诸佛 故今日得以了解大乘佛法 此了解 其实便是证悟之意 四 补特加罗义去 又做众生义乐义去 众生乐欲义 补特加罗 范帕扎拉 系指人 义为众生 此乃随顺众生之性格 志向而宣说各种教法 借以打破其低层次之满足感 例如对贪令者则赞叹不失行为 对执着于不失者则赤则不失之行为 社大乘论卷中 良义 社大乘论卷上 畏义 社大乘论事论卷五 社大乘论本卷中 观经玄义分传通计卷五 批五千四百四十八 义学 指禅宗之学 修习禅药 必侧重于身口义中之义业 故有佛心宗之名 禅元诸全集都蓄卷上之一 大四八四零零中 今是佛语 禅是佛义 诸佛心口 必不相为 批五千四百四十九 义分天 又作义分会天 义相分怨天 通常与希望天并称 为此天义分增上 致死方消 瑜伽诗的论卷五 大三零 三零零下 或富有天 明曰义分 比诸天重 有时辗转角眼相识 由相识故 义分转增 义分增故 从比触眉 此天与希望天之所在 诸说不同 大皮婆沙论卷 一九九有两说 一说著妙高之层集 一说为三十三天 妙高之层集为四天王天 三十三天为刀利天 又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三说 相当于兜律天 而瑜伽诗的论卷五则 称欲戒天 不定所在 因论说之不同 历代著书之一用意各异 如巨舍论光绩 一婆沙论之说 巨舍论宝书则取杂集论之说 瑜伽诗的论卷三 成为时论了一灯卷四末 巨舍论光绩卷五 批五千四百四十九 一熏席 分别是十熏席之对称 大臣起信论所说四熏席之一的 进法熏席中 分为妄心熏席与真如熏席二者 其中妄心熏席又分意熏席与分别是十熏席二者 一熏席 乃一切菩萨与五意中发心修行 舍除事实之计量分别 勒达为心而肃及去向涅槃之位 参阅 分别是十熏席 一千三百一十六 四熏席 一千八百四十八 P五千四百四十九 意识 一范语 Meno Fetch 六十或八十九十 中之第六十 在西洋哲学中是之为 能把握客观对象之心机能 广义言之 即无人所有诸种经验 从原始至感觉至高度之思考均包括在内 凡能统设多种经验内容之作用 皆称为意识 至于意识与物质之关系 乃哲学上之核心问题 观念论 维心论 否定物质之独立性 是意识 思考 精神 为一切之根源 反之 为物论是意识 为物质 存在 自然 之产物 佛教则将精神 分为三 一 心 犯似的 即起 即精神之主体 二 意 犯 monos 思量 三 识 犯 phina 了别 即精神之作用 意识所附带维系之精神作用 心所 虽有各种类别 但与心 意识 能完全把握对象之综合性精神作用 心王 仍有其区别 狭义而言 意识即止六时或八时中之第六时 意识与物质界 现象界之关系 在大乘佛教 以为时宗位典型代表 特别强调物质界为意识所限 此即佛教所谓之维心论 而非存在论立场所谓之维心论 乃系自实践论立场来强调心之整体 不主张心 不主张心和意识为唯一之存在 故知佛教所谓之心 并无实体可得 无自信 此为佛教教义之根本原理 盖一为时宗之说 眼、耳、鼻、舌、身等前五时 各原色、身、香、胃、处等五种对境 然此五时仅由单纯的感觉作用来攀圆外境 而不具有认识 分别对境之作用 第六意识使具有认识 分别现象界所有事物之作用 故又称分别事实 乃前五时共同所依据者 故又称异地 五时即需与此第六时共同聚起 方能了别对境 又以五时仅能各原自境 故又称各别境时 意识则能辨原一切境 举凡对内对外之境 不论有形无形 皆可广原 或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 皆可更极 具有比之 推测之作用 故又称一切境时 广原时 为时宗又将意识分为 五具意识与不具意识两种 一 五具意识 与前五时并生 明了所愿之境 故又称明了意识 复可分为 一 五同原意识 细与前五时聚起 且原同一对境之意识 二 不同原意识 虽与前五时聚起 然原其他之意境 二 不具意识 不与前五时聚起 而细单独发生作用之意识 一分二种 一 五后意识 虽不与前五时聚起并生 然亦不相离而续起 二 独头意识 有定中 独散 梦中 等三种之别 一定中意识 又称定中独头意识 细语色界 无色界等一切定心聚起之意识 乃禅定中发生之意识活动 二 独散意识 又称散位独头意识 细止脱离前五时而单独献起 追忆过去 欲捕未来 或加以种种想象 思虑等季度分别之意识 三 梦中意识 又称梦中独头意识 乃于睡梦中朦胧现起之意识作用 又上计之外 亦有将意识盖分为明了意识 定中意识 独散意识 梦中意识等四种 并称为四种意识 要言之 第六意识乃八时中最猛力 最敏捷者 具有自由自在之能力 三界九的 依切迷雾生神之夜 无一步由此意识所作 又第七时 为莫纳时 莫纳之梵语为 莫纳斯 意识为 意 思量之意 若采取意识 则意与第六意识混同 然此二时 于梵语原文中皆有 意识 之意 此因第六时 乃以莫纳时为所依 故知第六时 之所以称为 意 者 即由 意识之时 而来 第七之末那时 其原文 Malmas 则表示 意即是时 其实之本身 即名为 意 此乃两者明义 接近 所依与作用 窘别 而移用因义 移用意义之缘故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一 巨舍论卷二 卷三 成为时论卷七 大臣其性论 巨舍论光纪卷二 卷三 百法问答超卷一 参阅 四种意识 一千八百一十六 二眼 耳 鼻 舌 身 意等六十之全部 一统称为意识 批五千四百四十九 闽记 至尊素 得高年长者 知诞生日 由至尊素 世纪后知诞生日 于此日所设之斋公 称为闽记斋 禅灵象气间 第十六类报导门 善知事为哀闽众生 出生应世 故其诞生日 曰闽记 批五千四百五十一 闽中寺 位于北平宣五门外 又称法元寺 唐征官十八年 六百四十四 太宗清征高丽 归义正王中 还于幽州 为立此寺已追伏 五代中末入契丹 为其首杀 明镇统 一千四百三十六 一千四百四十九 年终重建 改名 重复寺 壮丽于前 清庸镇九年 一千七百三十一 再建 一名 法元寺 咸丰 一千八百五十一 一千八百六十一 年间 遭英法联军破坏 乱定后始重修 民国初年 中华佛教协进会 及佛教僧师范学堂军设其中 顺天府至卷十六 宴都从考卷三 参阅 法元寺 三千四百一十四 批五千四百五十一 想 范语 SAJ 巴黎语 SA 因意味 森若 乃心所 心之作用 之名 五蕴之一 细动词 J 之 与街头 语 SA 一切 连结而成 相当于现代语中 概念 译词 巨舍宗以其为十大地法之一 为十宗则是其为五变形之一 只对静之相 于心中浮现之精神作用而言 即相当于表象之知觉 乃次于受印象感觉 而其知心所作用 其所依之根为眼 耳鼻舌身 亦六种 而由眼处所生之相 乃至由一处所生之相 即有六相 亦作六相生 生表复数 其次 依所愿尽之大 小 无量之别 而有大相 小相 无量相等三相 又欲相 贪欲相 甜相 甜慧相 害相 杀害相 等三相 为三不善相 或三恶相 乃于贪 甜 发怒 害 加害于人 等三种烦恼相应 而产生之相 初理相 不会相 不害相 等三相 称三善相 乃三不善相 之相反 此外 相为观相之意 大品般若 精卷 亦有无常相 等十相 之说 往生 要集中 亦 为修念佛时 即是 助于归命 一心 归佛 影射相 为佛所引导 往生相 往生 净土 等三相 之中 大皮婆沙 论卷 七十四 巨舍 论卷 以大臣 阿皮达摩杂 论卷 入阿皮达摩 论卷上 P5451 想爱 只情 想与爱欲 诸事顺缘 请想 则生爱欲 以此二者 未受生之本因 能言经卷四 大一九 一二 中 想爱 同节 爱不能离 则诸事兼 父母子孙 相生不断 P5452 想颠倒 三颠倒 之一 未凡夫对六成之境 千岛 想 生种种烦恼 踪进路卷四十二 P5452 想运 范语 SHA SKENTHOT 运味积聚之一 佛教为一切有味法 之积聚有五种类别 想运 其中之一 人有想象事物善恶邪症 或想象眼 耳 鼻 舌 身 度之 这种 情想 积聚之 称为 想运 据舍论卷一大二九 四上 想运 未能与相未体 即能直取青黄 长短 男女 怨清 苦乐等相 增议 阿含 经卷二十六 瑜伽 诗的 论卷五十四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 论卷一 参阅 五蕴 一千两百一十二 P5452 想观 未于心中想象有形之事物而观之 属于事理二观中之事观 如观无量寿经所说之十六观皆未想观 P5452 赶山云卧祭坛 请参阅云卧祭坛 感恩寺 又称感应寺 位于韩国大王岩附近之东海岸边 乃韩国之第三十一号史记 新罗统一后至第三十一代神文王为祈求祈父文武王之名福而建 文武王在位时 曾集祈愿佛力加倍而阻挡窝族 后乃新祈见四支构想 但未完成 祈子于西元六八二年为祈见感恩寺 今已成废四 在旧处已有三层石塔 为新罗石造物之代表作品 高四公尺于 P5452 感情 人类的精神活动可分为之 情 亦等三种状态 其中 可分别出快乐与不快乐之要素者 即称感情 此一作用既包括感官之感受 亦包括精神之作用 佛教中相当于感情之词 未受 犯费等 受由根 感官 敬 对象 实 感觉 三者之结合 接触 触 所产生 可大别为苦 乐 舍 不苦 不乐 三种受 又有眼识至身时等前五时所感受的苦乐之感 此属肉体上及感觉上之作用 故趁身手 而第六意识所感受者 则细自精神内部所生起之喜悦 优苦 优苦等 故趁身手 批5452 赶通四 位于云南大理南方苍山之地四封中复 据云南通志载 赶通四在大理府泰河县城南十二里 汉石 家业摩藤 竹法兰由天竹入中国时所见 明太祖有欲制诗十八章 四语森无疾 经上存 批5452 赶通路 请参阅集神舟三宝赶通路 赶梦求法说 乃有观佛教初传我国 最著名 最早之说法 关于赶梦求法之记载 可见于近代元洪之后 汉记卷十孝明皇帝记 南朝留宋范叶之后 汉书卷118西御传 穆子李获论 四十二章经绪 老字化胡经 明佛论 明祥记等 据后汉记对于佛教初传我国之记载 为东汉明帝长夜梦惊人 身材高大 顶有光明 明帝疑惑不解 四日 以所梦之事问群臣 臣下达以 西方有神 明佛 地岁浅使者前往天竹求法 参阅 白马寺 两千零九十 批五千四百五十二 感应 又做应感 众生有善跟感动之机缘 佛应之而来 称为感应 感 属于众生 应 属于佛 大明三藏法术卷三十七 感及众生 应及佛也 为众生能以原基感佛 佛即以妙应应之 如水不上升 月不下降 而一月普现重水 正法华经卷一大九六七上 无数佛界 广说经法 是尊所为 感应如此 大日经书卷一 大三九 五八五下 妙感妙应 皆不出阿字门 批五千四百五十三 感应道交 指众生之所感 与佛之能应相交之意 佛陀与众生之关系 如同母子之情 此即非众生之自立 亦非教化所致 乃由于基缘成熟 佛陀之力量 自然能与之相应 亦即众生之感 与佛陀之 应互相交融 复次 众生之根性 有百千之多 故诸佛之巧 应亦有无量之数 由事而有各种不同之基 应 根据法华玄 一卷六上所宗言 而以下列四具统阔之 一 明基明印 为众生于过去 是善修三业 于现在是未运生口业 即于往昔之善根 是未明基 虽不现见灵印而密 为法身所异 不见不闻而觉知 是未明印 二 明基显应 为众生于过去 是直善 明基已成 得直佛文法 于现前的利益 三 显基显应 为众生于现在是身口 一惊情不屑 亦能感的利益 四 显基明印 为众生于一世情苦 献善浓基 虽不显感 然有名利 法华玄异于上之四具后 更立三十六具之书 以述其分别 其中复旧始法界而相举其别 总计之 则众生之 感 与诸佛之 印 共有六万四千八百只基印 法华文具卷一上 摩合纸观卷一上 观音悬一卷下 参阅 三十六具 五百一十六 P五千四百五十三 感应传 请参阅零宴祭 感谢 及慈悲 亦即对所有人皆怀有身后之友情 称为此内敛自身之痛苦 而处处为他人设想 则称悲此即佛教最重视的 自他亦如之精神 亦可谓为一种自他邪痛之世界 故对他人怀有感谢之心 并时时不忘报恩 然归根究底 感谢或报恩之心 乃源自对佛陀家 必无人之由中敏感 P五千四百五十三 感觉 感觉器官由于内外之刺激而产生之意识作用 相应于眼 耳 鼻 舌 皮肤 粘膜 筋肉 内脏等器官 而有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温度感觉 压觉 有机感觉等作用 感觉味知觉之基础 感觉是局部的 要素的 肉体的 而知觉则是全体的 进而能判断 记忆 思考 佛教称感觉味时 范菲 而有所谓 六十 之称 盖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种感觉器官 六根 原色 身 香 味 处 法六种对象 六境 故产生六种感觉 眼时 耳时 鼻时 舌时 生时 意识 最后之意识 又称第六识 或分别是时 为全体性之感觉 几近于知觉 判断 但更深一层言 或者是根本的 或者是精神的 又立有第七识 莫纳时 或阿陀纳时 第八识 阿赖耶时 第九识 阿摩罗时 而与六识之感觉作用有所区别 参队 学于比瑞山 大通国师 以右语录 于中和尚年谱 严宝传登陆卷六 批五千四百五十四 于中和尚语录 请参阅大通禅师语录 于夫所行禅 伦家经所说四种禅之一 为外道及声闻 原觉等二 甚知人 只知观无我 无常 不敬等 人空 知理 而无法及于 法空 知境 故贬位于夫所行禅 四卷 伦家经卷二 参阅 四禅 一千八百四十三 批五千四百五十四 于突 意于 千词之意 突 替法之意 中阿韩经卷十二 丙婆灵其经 大一 五零零上 我不欲见突头沙门 元系印度古代外道 对替法沙门之讽称 其后 于佛教中 对破戒之僧 一美匾称为于突 突居士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三 大一二 三八三下 破戒不护法者 明突居士 即至日本中世以后 僧吕常自称为于突 而成为僧吕的千称之一 同于平道 卓僧之类 二日僧 清卵之别称 即其自卫非僧 非俗之意 清卵迁以北国后 即用于突 是清卵之名 批五千四百五十四 于突超 凡二卷 又做二卷超 日僧清卵八十三岁 时之著作 收于大正葬第八十三册 本书刊称为 日本真宗之教相叛事 书中主张二双四重之说 而将佛教分为大臣 小臣 大臣又分顿 见两教 顿教在分难易二行 横数二超 见教则分难易二行 横数二出 批五千四百五十四 于法不于法 又做于法二圣 不于法二圣 或于法身文 不于法身文 即于法小臣 于不于法小臣二者 于法小臣 指于于大臣法空之理的身文 圆绝二圣 概于法二圣为正身空 兼职法有 为之大臣二空之真理 顾贬位于法 不于法小臣 只能正小臣理 且的解大臣理之身文 圆绝二圣 亦位虽同位一小臣 燃其解心有甚列之别 因其能回转小臣之心 驱入大臣 故又称回心小臣 回心二圣 于显首大师之五教判中 判位使教中之人 华言精探玄记卷一 官无量寿经一书卷末 静影 华言五教章卷一 批5454 于唐东时 1579 1661 日本灵纪宗森 美农 其父献 人 十三岁出家 至各方游历 于美农建镇转寺 大仙寺 后驻于京都庙新寺 圣位朝廷信任 又至江户 将军得川家光 曾归一之 为江户使其灵纪宗之中心人物 宽文元年入祭 是寿八十三 赤士 大元宝建国师 其住作处于陆外 尚有天则东应路 正法山至卷六 本朝高僧传卷四十四 批5455 于同持斋心 为日僧空海所立石柱心之第二 为凡夫由于笃信 世间因果与持斋 为善之道理而行之心 即修三规五戒 十善及三纲 五常等人臣之助心 于同 欲无智之蒙昧者 即总称六道凡夫不得无漏之圣智者 持斋 为发起善心受持过五不时之斋戒 以之回向诸亲友 大日经卷移住心平 大一八 二中 于同凡夫 类犹如低阳 或时有一法降身 所谓持斋 比思为此少分 发起欢喜 数数休息 秘秘主 是出种子善业发生 复以此为因 于六斋日施与父母男女亲戚 是第二亚种 复以此施受与非侵食者 是第三种 复以此施与气量高得者 是第四业种 复以此施欢喜受与祭乐人等极限遵俗 是第五夫华 复以此施发清爱心而供养之 是第六成果 此位于同持斋心 虽有蒙昧 不得无漏 然亦不失为人去善心之蒙照 以一念之善 己目时雨 己可涂牙发之结果 大日经书卷二 十注心论卷二 批五千四百五十五 于顿念佛 为于吃顿根之人 单性称名而得往生 为日本净土真宗元空之主张 盖莫法着实之众生 根基雷劣 不堪意解 持戒 观想等行 故于顿之人 谨信弥陀之本愿 立根之人 亦当止息思虑分别 还于吃行 以念佛求往生 参阅 念佛 三千两百零八 批五千四百五十五 鱼吃 饭于Moha或MHA 又做吃 无名 即无智无名 按于迷惑 对事物不能下一事当判断 为六种根本烦恼之一 亦为三毒 贪 甜 吃 之一 据舍论卷四 顺正理论卷十一 批五千四百五十五 鱼吃三重发香 据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仔 行者修禅定时 有三种鱼吃发香 其一 鱼断肠吃 为行者于修定时 忽发思维 分别我及诸法 为断灭或常住 如此吃觉念念不断 而仗于镇定出世之法 二 既有无吃香 为行者于修定时 忽发思维 也我及 有法未有或无 且见心及发 随见身直 而仗于镇定 三 既是性吃香 为行者于修定时 忽发思维 分别四大五蕴 假民众生 其诸世界 以致便能问能说 是非正境 离于真实之道 不是只记世间之性 而仗于镇定 P5455 于吃斋 洞山梁架禅师 灵命中时 为其决弟子直练之情 而设之会 景德船登登陆陆卷十五梁架船 大五一 三二三中 唐贤通十年三月 命替法批一 令吉中 俨然作画 十 大众好痛一鬼 师怀目而 启曰 夫出家之 心 赋物 是真修行 劳生喜死 于悲何有 乃赵主是森 另伴于吃斋 一中 盖则其恋情也 众游恋目不已 言七日 十句方辈 师随斋 必 三家物 是大律菱形之际 宣动如斯 至八日 玉器 端座长网 P5456 惹 西坛字 G 为西坛字 字门 之一 意为四十二字门 之一 又坐舌 射 若 搓 搓 诺 诺 瑜伽金刚 顶巾式字母品 大一八 三三八下 惹字门 一切法身不可得顾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大二五 四零七下 蛇字门 入诸法身不可得顾 又云 大二五 四零八下 若闻蛇字 即蜘蛛法身老不可得 蛇蹄蛇螺 情言身老 此中 蛇蹄 范J 范J Titanion 为生意 蛇螺 范Jar 为老意 共以热 GA 字始 故为此说 古来又巨大日经书卷七 是此字为生之热 GA 字 以区别赞 范Jar 等 然在大班尼环经卷五举出烧 范Javala 亿 新华岩经卷七十六等举出入世间海清净之以光赞班若经卷七放光班若经卷四大班若经卷五十三P5456 惹耶 范明J 又做事耶 舍耶 者耶 伴者耶 亿亿作甚 四姐妹女天之一 为文书菩萨之眷属 位于密教胎藏界曼陀罗文书院同母卢之右方 肥者耶之下方 种子位 Kansas 三妹耶行位棒 密号位金刚 表偿波罗蜜 其形象 有各种一说 或数掌向前 驱石 中 无名指 中 食指尖加持剑 或右手指矛 左手仰拳 疏石 中指安于腰侧 又此天女于胎藏界曼陀罗外金刚不忠位日天之后 安置于日天之右 另于李去今四姐妹女天断曼陀罗中 居都目如天之前 表偿波罗蜜 李去世卷下 大日经书卷五 卷十六 诸说不同计卷五 胎藏界七级卷下 P5456 爱 一范语替 Tuayoti Priya 巴利与Paya之意义 又做爱之 十二因缘之一 意味贪恋执着于一切事物 基督教向来被视为爱的宗教 佛教中则以 慈悲 为中心 而不直言 爱 自 佛陀曾遇事有关爱者 增之不经典即位 爱可生爱 亦可生增 增能生爱 亦能生增 故佛教言爱言增 恰若手心 手背 为一体之两面 爱之越深 则增怨之可能越大 于南传之法 俱经二一二纪中有言 从爱生忧患 从爱生不畏 离爱无忧患 何处有不畏 既于同济之中 又从 爱 转变 而依次列出 亲爱 八批骂 欲乐 八瑞 爱欲 八肯 可爱 八TH 等四种 所谓爱 乃至对于自己有亲族血缘关系之情爱而言 所谓亲爱 乃对他人之友情 所谓欲乐 则是对某一特定人物之爱情 所谓爱欲 专指建立于性关系之情爱 所谓可爱 只因过分执着以致于痴病之爱情 此五阶段皆属人类之爱 其本质皆以自爱为前提 由自爱出发而致性爱 更甚者 以自爱为主而形成变态情爱 乃至于可爱 此中层次逐渐加深 而未曾更变其形态 可爱乃人类之爱的本体 由此种爱乃产生苦恼 更由此苦恼而生悲 泛卡尔 八童 悲之缘亦极为痛苦 人类不仅能感受自己之痛苦 亦能感受他人之苦恼 若对所有苦恼之人 皆以亲切 有情呆之 则可称为词 泛玫瑞亚 而词乃由 有 泛玫瑞亚 演变而来者 其意及含深刻之友情 故慈悲时为爱之代名词 慈悲之极智慰 无缘大词 意指无人于毫无条件 毫无意识下 而能与任何人幸福 此意称大爱 为佛教待人态度之最高表现 杂阿皮弹心论卷八 瑜伽师的论卷九十三 成为识论数计卷八 二范语 恩语诺亚 SAU 爱结之略称 九结之一 又作随顺结 即止于静染者之贪烦恼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 大二七 二五八上 云和爱结 为三戒贪 然三戒贪于九结中总立爱结 七随眠中立二随眠 为玉戒贪 明玉贪随眠 色 无色戒贪 明有贪随眠 于于经中立为三爱 为玉爱 色爱 无色爱 是以三戒之贪 总称为爱结 又及一门族论卷四位 玉爱 色爱 无色爱等三爱 于诸玉中 诸瘫等瘫 执葬防护 单者爱染 称为玉爱 于诸色中 诸瘫等瘫 执葬防护 单者爱染 称为色爱 于无色中 诸瘫等瘫 执葬防护 单者爱染 称无色爱 又为玉爱 有爱 无有爱之三爱 于诸玉中 诸瘫等瘫 执葬防护 单者爱染 称为玉爱 犯 执葬防护 色 无色戒 诸瘫等瘫 执葬防护 单者爱染 称为有爱 犯 执葬防护 心无有者 于无有中 诸瘫等瘫 执葬防护 单者爱染 称为无有爱 犯法护 此外 圣满经 以成章说 五注的祸中 亦举出 欲爱注地 色爱注地 有爱注的 等三名 北本大班涅 盘经卷十三位 四地中之 集地位爱 而有二种 三种 四种 五种等之别 凡此种种 皆以贪名为爱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六 卷一七三 诚实论卷九 贪香品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 聚舍论卷二十一 三范语 Priman或Priya 即以不染污心爱乐法或爱施掌之位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九位 爱有二种 染污为贪 不染污为性 据舍论卷四 大二九 二一上 爱为爱乐 体积是性 染爱有二 亦有染污 二无染污 有染为贪 如爱妻子等 无染为性 如爱师掌等 此名不染污之爱 其体是性 北本大班涅 盘经卷十六 顺正理论卷十一 成为十论卷六 四西弹字 A 爱 右座一 爱 西弹十二运之一 五十字门之一 巨方广大庄 盐经卷四载 大三 五六灵上 畅爱自十 出圣 微一生 上瘾之圣 微一生 其泛语 Arypatha Ray and Abda 及含有词音 AI 另据于加金刚 顶经式字母平 为此爱自有 自在 自相 圣道 圣等 一 北本大班涅 盘经卷八 大日经卷五部字品 西弹藏卷五 P5457 爱行 渐行 爱行 范语T Karita 渐行 范语Di Karita 一人类行为中 一 其性格可大别为二类 一 随顺他人之教会而行动者 称为爱行 二 不乐听从他人之意见 而专是己见以行动者 称为践行 据据舍论卷十七载 爱行者恶之阿是耶 泛哀阿 义乐 即为造动故 不断善根 践行者恶之阿是耶 即坚生故 能断善根 幼大皮婆沙论卷109位 践行者由空入正性离生 爱行者由无愿入正性离生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15 大制度论卷21 据舍论光纪卷16 二 以践行与爱行为烦恼之二种 行 未有未法之总称 其中 践行为五件 其中包含生件等 六十二件或九十五件之犯称 广义而言 件或与件行亦可通用 贪欲 修货 与爱行二意义相通 一般言之 前者属于理智上之烦恼 后者属于情义上之烦恼 据舍论卷六 据舍事论卷五 据舍论光纪卷六 P5458 爱别离苦 泛语Priya P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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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kka 巴利语Priya P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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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kka 为别离爱静 或与所爱者别离时 所感受之苦 为八苦之一 又称恩爱别苦 哀乡别离苦 据中阿涵卷七分别圣地经与大皮婆沙论卷七十八 所在 则可爱之内六处及六界等与生别离时所生之苦 称作爱别离苦 此外 五王经以为从兄弟 妻子等之离别所生之苦 称为爱别离苦 大臣一章卷三本监取上记二说 而为大四四五一三上 何者是其爱别离苦 所别有二 一内二外 内者滋生 外者所谓亲戚卷属及于滋生 增益阿涵经十七 其四经 正法念处经卷五十七 参阅四苦 一千七百三十六 批五千四百五十九 爱见 又作见者二法 爱见二行 爱与见之定称 即对视对理所 所起之烦恼 分别言之 爱系属情意上之烦恼 由于执着是事物物 故意障道 则只执着于错误之理论 导致 无法爱 误导 为理之上烦恼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五 维摩经书眼罗记卷三十 批五千四百五十九 爱见大悲 只不离于爱见之大悲 即为正十相之理 承认有能爱 所爱二乡而起大悲之味 于注为摩结经卷五 曾举诸家之事 揪罗时为大三八 三七八上 未能深入十相 见众生 心深爱者 因此深悲 名为见大悲 爱见大悲虚妄不尽 能令人起疲艳想 故应舍离 森赵魏 大三八 四七八上 若自调者 应先观己病 及众生病 应所成 虚假无实 以以此心而起悲也 若此官未存 见众生 爱之而起悲者 爱见悲也 此悲虽善 而以爱 有心之境 未免于累 故应舍之 道生则为 大三八 三七八中 坐上二官 起大悲之时 若于观中 有爱念心 又见众生 而欲拔记之者 为爱见悲也 维摩经义记卷三本 维摩经义书卷四 即葬 P5459 爱念不离经 请参阅婆罗门子命中 爱念不离经 爱和 有言情天欲海 爱欲逆人 故以何欲知 此外 贪爱之心 执着于物 而不离 如水浸染于物 故意以何水辟之 八十华言经卷 二十六有 随身死流 入大爱河 之语 冷言经亦有 爱河干枯 令如解脱 之说 P5459 爱法乐法 喜法之心 及爱法之心 乐法之心 喜法之心 为赞叹净土菩萨功德之语 出自大无量寿经卷下 静影大无量寿经义书 为始求法时 心喜 称为喜法 中间闻法时 魏如甘露 心生爱乐 称乐法 中而得法时 心生爱者 称爱法 谨心之无量寿经术文赞中 旧文思修三会而言 魏文会爱乐 故称爱法 思会谓者 故称乐法 修会润神 故称喜法 P5459 爱金刚 泛名阿伯伯伯伯 为密教金刚界 曼陀罗里去会 十七尊之一 又称爱富金刚 爱乐金刚 悲敏金刚 位于金刚界 曼陀罗里去会 之金刚 萨朵后方之月轮莲花中 其形象 为深沉青色 手持摩羯状 距离去精密 觉超卷三载 悲敏金刚 菩萨 以悲敏之故 以爱念神 仆父众生 至菩提 终不放舍 犹如摩羯 大于吞淡 所欲之物 一经入口 已 更无幸免者 所以持此摩羯 于状 献其爱 附舍离聚 幻平等之至深 金刚鼎盛出于家经 中略出大乐金刚 萨朵念 宋仪 P5459 爱染 由于对各种 事物之贪爱 而引起执着 染污之心 称为爱染 与爱欲 同意 为烦恼之一名 所谓 染 是对世间诸种 事物执着之心 之总称 大制度论卷一大二五 六三下 自法爱染 故 毁资他人法 P5460 爱染名王 泛名 Agarge 应亦为罗罗蛇 略称爱染王 密教诸尊中 助于大爱 欲与大贪 染三昧之名王 此尊为金刚萨朵 或金刚爱 金刚王等菩萨 所变现 彼等菩萨 为怜悯众生 故愁常往昔之 悲愿而入家池门 其本尊 本身 本地 为大日如来 或金刚萨朵 外现愤怒 报恶状 内政则以爱 敬而令众生的解脱 有三目六臂 手持多种兵器 此外 此尊之形象 多为一身两面 一面为男 一面为女 戏表勇猛 坚柔和之意 即内密自觉 本部身之月殿 外现爱染 明王之日伦 不外示显 一佛分身之具体 与何光 利物之方便 通常为求消灾 祈福 乃修爱染明王法 与纸巾卷上爱染王品 金刚王菩萨秘密念 宋仪轨 参阅 爱染明王法 5460 P5460 爱染明王法 以爱染明王 为本尊之密教修法 略称爱染王法 或爱染法 此一修法 有三十七尊历 与十七尊历 二种 后者系一 金刚王菩萨念 诵以鬼而修 前者则一 与纸巾而修 此法 以敬爱为本 故为求习栽 祈福时之修法 修此法时 于赤色谈上 安置赤色本尊 行者之衣服 卢 谈等意 以赤色为主 一本敬爱 与之相应 并结根本染印 唱 安 欧 摩赫罗 Mahadjia 大爱染 日露色妮萨 Phoi 金刚顶 日罗萨朵 Phoi Phoi Zipha 金刚友情 若 Ga 勾照 O H 引入 宗 Ben 附注 鼓 吼 欢喜 之大咒 节外五 鼓印 附唱一字新之 O H G A 指 P O H 若 J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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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不可得 不可得 焦慢 不可得 作业 不可得 勒亦 不可得 千变 不可得 然于五种相应应名中 可随其法更易之 于纸巾卷上 艾染王品 宝草字口诀卷十五艾染王法 赖于 要尊到场关卷上 别行卷四 诸尊要超卷五 P5460 艾染曼图罗 即以艾染明王位本尊之曼图罗 又称艾染王曼图罗 其种类不一 有十七尊所成者 有三十七尊所成者 十七尊所成之曼图罗 即于本尊之前 又 后 左安置一身 欲 寄礼 直罗 处 爱乐 爱 意气 慢 等四金刚 西北角等四于安置一身 等四金刚女 东南西北等四门 安置色 沟 身 索 湘 魏 灵 等四菩萨 外院之西北角等四于安置石春 湘 石雨 华 石秋 登 石冬 图 等四菩萨 总共十七尊 诸尊要超卷五 即载有此图 此外 于纸巾卷上 艾染王品 魏有直接以大日如来卷属之三十七尊 魏 艾染明王 卷属之漫图罗者 金刚王菩萨秘密念诵仪鬼 别行卷四 西兰石 夜 集卷二十一 批 五千四百六十一 爱流 为贪爱之烦恼 贪爱能获逆人心 譬如爆流 故称爱流 爱及贪爱 能漂流诸烦恼友情之善品 流转于生死中 此烦恼为诸烦恼之根本 故爱意为烦恼之总称 新帝观金卷一大三 二九五上 善事横位妙法传 能结爱流超彼岸 圣满经义成章 批五千四百六十一 爱神 泛名Kanma 思爱之神 游离据沸陀中之家魔 泛Kanma 爱欲 以此演化成之神明 据地提利耶泛书记载 为达摩 泛Dharma 与舍罗陀 泛Rat 之子 又 喝力士系 则既为吉祥天女之子 亦有梵天之子之说 其形象 手持花使及沙唐鼠弓 悲赴福 其英武 类似西洋神话 所描写之丘彼特 于离巨沸陀时代 以宇宙创造之源动力 为人所歌颂 故出现创造赞歌 其次则转变为对性爱 深直立之哲学原理之思索 智序式诗出现后 通俗化之爱神 成为印度古典文学 最受大众瞩目歌颂之对象 并因而丰富了具有神秘性 且注重观能描绘之印度文艺 有关爱神之义称及其父慧之传说很多 P5461 爱甲 私货之以名 私货以爱为主 而爱自迷情而起 其体虚甲 故称爱甲 P5461 爱玉 范宇 与Kemma 巴利与同 即贪爱之法 与爱者 爱染 爱之同意 古代印度人认为 人生之三大目的位法 范达玛 利 范阿瑟 爱等 即指真理之了解 财物之蓄积 性爱之享受 关于爱玉 有所谓之爱玉经 范Kemma Astra 此经被公认为世界文明之性爱之难 上流人士 亦经由此指南而获得性生活之指导 原始佛教教团乃为以僧侣 比丘 为主之教团 而性欲则属人类仅次于食欲之一种本能 故于僧侣教团中 制定严格之戒律 以超脱爱玉为修行者之重要修行德目 进入大乘佛教时期 由于在家信众参与教团 禁止爱玉成为不可能 仅能对在家信众加以善巧方便之限制 所谓烦恼即菩提 乃是即爱玉或其他能动摇人类心智之本能 在其不断干扰中 去修正而进入了生脱死之物境 批五千四百六十一 爱祸为爱玉之祸 祸为媚于真理 死祸不断则不能见真理 金光明经文句卷三 大三九六零上八人见地 有有爱祸 批五千四百六十二 爱结 九结之一 略称结 又作随顺结 结 结父 父之意 贪爱妇人 故称结 及诸众生为贪爱之故 广行杀 道 赢 妄等 不善 由此而招未来生死之苦 流转三界 不能出离 不称爱结 大吉经卷三 大一三 一七上 烦恼因缘授业果 诸见因缘增爱结 批五千四百六十二 爱父母 欲 以孝子之爱敬父母 比喻菩萨之慈悲 大量受精续分 大一二 二六六中 以不仅之法之诸离数 如唇孝之子爱敬父母 盖菩萨之慈悲 不舍一切众生 恰如孝子之爱敬慈情 又菩萨之慈悲 不待请而爱护众生 亦如孝子之不待命而爱敬父母 竭敬孝养一般 批五千四百六十二 爱者 泛语阿 阿丽语红 爱 恩爱 亲爱 者 执着 染得 执着于恩爱之境而难以分离之情 属于三无中贪欲之烦恼 大宝金卷九十七 及有大一一五四六上 如银剑于土 而深爱者心之语 六十华盐金卷二十五 批五千四百六十二 爱乐 为应爱欲乐 即性恶世间 之间善 犯法之义 属无染污之爱 据舍论卷四位 爱乃爱乐 其体积是性 成为时论卷六位 性以爱乐位相 净土论位爱乐佛法位者 及爱乐净土之法位 五千四百六十二 爱乐金刚女 泛名RGA 菲徒 为了 金刚其 曼陀罗里去会十七尊之一 又称爱金刚女 乃爱金刚之妻 位于金刚萨朵 左边月轮中 其形象味深沉金色 手持空喉 距离去世要略秘诀 即卷三载 此菩萨以大悲满足之天眼 彻见无于众生界皆具足自信 清净之如来藏性 与诸佛菩萨境界无有分别 是故起勇猛之大贪 大爱悲心而安乐利益一切众生 金刚鼎盛出于家经中略出大乐金刚萨朵念诵仪 金刚鼎盛出于家普贤菩萨念诵法 P5462 爱论建论 对一切事物偏重感情执着之言论 称为爱论 反之 固执于知识理论则称为建论 以上两者皆细为反真理 而障碍修道之言论 故一般皆是之为细论 于此 即藏法师常为知识分子语出家重 亦于产生建论 但普通智能者语在家重则一起爱论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五 维摩经书眼罗记卷三十 P5463 爱 爱 只贪爱 恩爱 爱欲等 只网 欺负 又做爱欺 位于吃之人 离于贪爱之网 犹如受欺负而不得自在 正法念处经卷七 大一七 四一上 己为爱狂 作恶不善业 此外 爱欲为烦恼之根本 由之能生起其他烦恼 故称为爱根 爱惜执着于恩爱之情而难以舍离者 称为爱之 又恩爱能防害修道 有如毒药 故称爱毒 P5463 P5463 愧 泛语 Apertopia 心所知名 无愧 知对称 据摄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不为己过 且引以为此之精神作用 据摄宗以之为十大善的法之一 法相宗以之为善法之一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九 据摄论卷四 成为十论卷六 参阅 无愧 五千一百二十五 惭愧 五千八百一十 P5463 柯 禅灵用语 本指愤 愤慧 杂慧 隐身为无用而不值一顾之会物 如禅宗之语录 公案细位导引开悟 打破执着所设之方便基法 故若不知融通无碍 反执着于语录 公案之文字语句 则犹如指取愤慧杂悟一般 此即禅灵美意 磕堆 细称语录 公案之谷 云门路卷上 大四七 五四七上 若是一般略虚悍 十人浓唾 记得一堆一单磕 到处驰骋 驴唇马嘴 夸我解问时转无转化 大会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P5463 损服断 必尽断 之对称 细经不所立 依有漏道之力 暂时亦止烦恼之种子 故处缘乃在未现行 P5463 搭一 搭挂之意 将袈裟挂于身上 称搭一 又称搭加杀 搭一法 有偏袒又肩 通肩两种 通肩法为适用于如来与其年老素 其批法有显露胸义 隐父胸义之分 于化导 寿戒 行起时所搭 一般比丘在佛及其年老素之前不得通肩P加杀 偏袒又肩胃通肠之P法 其P法位 一 双手持一 以两手之中指 食指压住外边 二 将搭拾 左手拿住一头 右手拿住一尾 三 将一抛在左肩 以左手之小指 中指 食指压住 右手拿住一背 四 将左手锁直之一 向头后右手传抛 五 用左手直钩 右手直环 六 左手直一钩与一环 右肩披露之 右手粘住袍袖 七 右手将一环套在扣上 八 钩环即套上 将右手拿住左膀之一 一折之 递在膀上 右股之搭一 另有其法而易于今日 搭一之时 所诵之计 称搭一计 搭加杀计 余计之外 另须节奏三变 这五一 安陀慧 知搭一计位 万序一零六 六五下 善哉解脱福 无上福田一 我经顶待寿 世事不舍离 咒位 安西陀耶沙赫 这七一 玉多罗森 知搭一计位 善哉解脱福 无上福田一 我经顶待寿 世事长的批 咒位 安杜波杜波沙赫 这大一 森加利 知搭一计位 善哉解脱福 无上福田一 奉持如来命 广度诸众生 咒位 按摩 喝婆 波扎 西地沙喝 皮尼日用切药 沙迷律 一要略 南海济归内法 传卷二 P5463 手 范宇 菲特斯蒂 右座者手 乃古代印度之耻庶民 张开之意 手 及张开母指与中指之距离 故一手 相当于经之二十三公分 据舍论卷二十二 玄印音译卷二十二 卷二十五 翻译明译集卷八 参阅 译者手 七十八 P5464 敬上词下 为恭敬恭养父母尊长 慈敏连念一切众生 观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三四一下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及敬上之行 慈心不杀 为慈下之行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二 善导 观无量寿经义书卷上 慧远 P5464 敬中和尚语录 请参阅呆眼妆禅诗语录 敬天寺 位于韩国荆基道 丰俊福苏山中 创于高丽瑞宗八年 1113 九月 曾的瑞宗 仁宗先后灵性 四丰大阵 后唐宇颓废 经仅存一座十三层之塔 此塔系造于高丽宗 慕王四年 1348 相传系一成像 脱脱之祈愿而造 以灰色大理石造成 至今塔形完备 颇为秀丽 所雕刻之佛像人物 具有各种形态 迄今无丝毫毁损 线条极为鲜明 其制作之精巧 堪称全国之官 东国瑜的圣篮卷十三 高丽室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六 韩国建筑调查报告 东阳建筑 批五千四百六十四 净田 指八福田中之佛田 圣人田 僧田 由恭敬而生功得 犹如田生古物 故称净田 集对于佛法 僧三宝 恭敬恭养 可生无量之福分 幽婆塞 借经卷三称之为 功德田 为三福田之一 摩喝止官卷十下 大四六 一三八上 上不见经佛敬田 中略 下不见清恩之德 向法诀一经 华严经探玄记卷八 批五千四百六十五 敬爱法 敬爱 范语 V.A.Karae 因译做婆师加罗拿 杰罗拿 史加鲁拿 法师加罗拿 密教修法之一 又称庆爱法 敬意法 爱敬法 为自身及他人 遇的佛菩萨爱护 或遇的君王众人敬爱之祈祷法 为四种谈法之一 即祈祷和和亲目之法 其中 祈福被己者 令其随顺 称幸福敬爱 祈求令世间夫妇互相敬爱 称和和敬爱 勾照不随顺己心者 令身敬爱 称勾照敬爱 至于令违逆本觉之三恶趣者之无名 必尽归入本觉佛果 称惜的敬爱 诸法所修之本尊各义 如爱染明王法 及其中一种 敬爱法 通于念诵法 护魔法 细字习哉 增益 调福等三种法之增益法 分离发展而出者 修此法时 以始于后夜迎刻之时 盖以此刻为阴阳和和相应之时 行者虚者赤衣 面向西方 一切工具法器盖用赤色 法坛与护魔炉 称作敬爱炉 均采赤色之莲花形 赤色系表和和敬爱之色 此法属三步 五步中之莲花步 七具之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 金刚鼎于加护魔仪鬼 P5465 敬礼 梵与方登阿 八丽与童 因意莫纳南 莫地 河南 婆南 恭敬礼拜之意 又作礼 礼敬 及其恭敬心礼拜三宝 大臣法院 义林章卷四 大四五 三一六中 严敬礼者 前功约敬 诡仪称礼 帝发英臣 屈宜包赞 申前功之道 彪敬礼之名 又起因敬心 测书圣叶 申臣归仰 顾名敬礼 范宇杂明 玄印英译卷十八 参阅 河南 三千一百二十五 礼 六千五百八十二 P5465 新十玄 华严宗教义中 立有十玄缘起 无碍法门之说 以表示现象界的 世事物物之间 具有各自独立 又密切交涉之关系 此系华严宗二组 置眼所立 置华严宗三组 法藏右别物玄指 另立十玄门 是称新十玄 而以置眼所立之实目 为旧十玄 新十玄之实目 为一 同时聚足相应门 二 广辖自在无碍门 三 亦多相容不同门 四 诸法相及自在门 五 隐秘显乐聚臣门 六 维系相容安利门 七 因陀罗网法界门 八 托世显法深解门 九 十世格法一城门 十 主办员 明具德门 华严经随书演艺超卷十 华严经文艺纲目 参阅 十玄门 四百一十六 批五千四百六十五 新大品经 请参阅大品 班若经或摩赫 班若波罗蜜经 新小品经 请参阅小品 班若经或摩赫 班若波罗蜜经 新日王 新日 泛名 BL Ditea 英译婆罗 致底也 婆罗 阿蝶多 亦亦 换日 魏世青时代 统治印度 阿鱼蛇国之王 依据婆罗盘斗 法师传所在 乃正秦日王 范非 Krom Ditea 又作超日王 之子 魏太子时 受戒于世青 其母义出家 魏世青弟子 后登王位 母子共请世青 留住阿鱼蛇国 以示公养 其媒父为外道婆罗门 能解皮加罗论 并依之为文匹博 世青之巨舍论 世青乃造皮加罗三十二品破奇妙说 新日王岁以一落沙金赏赐世青 王母则以二落沙金赏赐世青 世青以此经于丈夫国 即兵国阿鱼蛇国各起寺 另据大唐西域寄卷二卷四卷九所在 即英国学者史密斯 V.A 西域图集卷十九 M.A 西域图集卷十九 U.A 西域图集卷十九 新加坡佛教,新加坡,Singapore,又做新坡。 新洲 未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架岛,南阁新加坡海峡,与印尼岛与遥望,北阁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相接。 于地理上亚 澳洲间之桥梁,亦为印度太平洋大洋之孔岛 有关古时新加坡佛教发展之情形,至今虽无文献可及,然佛教之入传新加坡,应非近代之事。 盖新加坡之名Singapore以范语,师座,师臣,之义,而于佛教经典中多以佛比为人。 中狮子,故新加坡之名为狮子臣者,乃是,佛的,之义,此与代新加坡曾流行过佛教仪式不无关系。 由新加坡由于的小恩西,自古不受世人注意,仅属马来半岛之范围,而经历史学者考证,马来半岛于西元前四、五百年级输入婆罗门教、佛教想等。 自印度文化,印尼则于五世纪时有法显传入佛法,而新加坡未处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与文化交流之自然途径而言,自无南北去来而不传入其地之理,习以罪而小岛,文献使即未及被载当年之佛教盛况。 于今日,佛教在新加坡有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二大系统,故泰国、西兰市之佛寺与僧人,及华人引入之华式佛教并存。 当地大小寺庙约数百间,较古老而具规模者有双陵寺、普爵寺、普陀寺等,其中以普爵寺为新加坡最早之十方丛林,新建儿气派威尔者有皮卢寺、浮海禅院等,经至之佛院则有妙英绝院、苦乐安等。 当地森尼约有数百人,曾在当地弘法之华及知名森尼、除元英大师、太虚大师外,上有转道、转岸、转逢、达明、道阶、本道、慈航、法坊、广洽、弘传、弘传、惠森、远本、远培、续名、广义、长凯、智华、妙登、松年、智航、印石等。 而归依之信徒约在十万以上。 信众之中,为替法而过出家生活之女性颇多。 新加坡佛教总会乃当地目前教友族之、有力量之佛教会,由李俊臣居士邀及森俗四众所组成,系新加坡佛教推行教务之最高机构,于教内外之改进与福利工作颇有建树。 中华佛教会则为太虚大师所创设,负责会务者多位在家居士,目前每周定期举行念佛会。 英文佛教会乃为受英语教育之佛徒共修灵法之场所,为华森法乐所创办。 佛教居士邻美洲定期举行修行、弘法等活动,临有千余人,于社会慈善事业颇多表现。 此外,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均有佛学会之组织,以及中英文佛教青年会、时有演讲、佛学研究等活动。 又是借佛教图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亦在新加坡设立分会。 此外,新加坡佛教僧家联合会、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等,亦为当地重要佛教机构。 有关当地之僧家教育,有新加坡女子佛学院之设置,为僧家教育之先生。 至于社会教育方面,佛教总会设有菩提小学、龙山寺等珠山寺院设有弥陀小学。 另有寺院附设之佛经流通处,及南洋佛学书局,亦皆发挥了佛教文化之推展功能。 新加坡的佛教、眼培、菩提述杂志第385期,P5466。 新界,指新进寿介之森,亦指寿沙弥介为日上浅之幼年森。 赤修百丈清规卷五新界参堂条,大四八1138中,得度寿沙弥介以,付注持于和日参堂,赐丙手作为那。 至其,早周辩时追后,新界参头,领众入堂。 百丈清规正义计卷七上,禅陵象气间称呼门,P5467。 新道,禅陵用语。 于丛林中,指新道某寺挂搭之森。 亦犯指一般心参之森。 新道于淡过初寮,正式至森堂入籍,称为新道挂搭式。 通常依丛林大小之别,而有大挂搭法,小挂搭法之分。 禅院清规卷一挂搭条,P5467。 新命,禅陵用语。 指一四新任命之助持。 又称新命助持,新命和尚,新助持。 黄波清规注持张注持进退条,大八二,七六八下,烦请新命,必前任注持欲先告证,四百公斧,四公命下,然后修书书珍重聘请。 新命领以,前注者当于方丈设斋。 禅院清规卷七尊宿入院条,赤修百丈清规卷三入院条,禅陵向契尖文书门,P5467。 新网菩萨,为,救助菩萨,之对称。 于净土中之菩萨,新网身至净土者称新网菩萨,反之,愿以助于净土者,即称救助菩萨。 P5467。 新版俄山图至,清代黄寿福,谭中月合传,民国与子丹重慧。 收于中国佛寺智会堪第一集。 俄眉山游路至顶,年更数百里,古迹甚近,美不甚收。 清光绪十三年,一千八百八十七,黄寿福,谭中月奉川都命,边会,俄山图至。 即,俄山全图一幅,上山及下山道理五十三幅,俄山实景图十幅。 美幅图上详筑道理远近,后复四语略立即沿途形式。 图及精确,与实际里程景观少有差物。 民国二十四年,一千九百三十五,美国费尔浦博士, Drydon Linsley Phelps,巨黄,谭图至,一辰英文,由于子丹重慧原图, 于民国二十五年由华西大学哈佛燕京设位支牌印形式, 称为新版俄山图至,以别于旧版。 P五千四百六十八 新律加,旧律加,之对称。 四分律,五分律等位旧益之律, 唐代意尽所益之有部律为新矣。 故意有部律为所益者,称新律加。 冉古来多旧律之著书以论新旧,如唐代南山之刑事超, 宋代元兆之资迟记等位旧律加,唐代意尽之南海记归内法传, 怀宿之开宗记,定兵之士宗记等位新律加。 P五千四百六十八 新修网身传,请参阅新修净土网身传。 新修净土网身传,樊三卷。 右座新修网身传。 宋代王古传。 记述我国网身净土者之事迹。 本书为增补飞山借诸所者净土网身传之作, 乘于宋神宗元丰七年,一千零八十四。 近年发现上下二卷,上卷有正传二十五人, 附路十三人,下卷有正传三十亿人,附路九人。 中卷经已不传。 佛祖统计卷二十七,卷四十七, 净土一平经论章书目录,P五千四百六十八。 新维时论,民国雄实力传。 全书分明宗,为时,转变,功能,成物,明星等六篇, 共悉为九章。 民国二十一年,一千九百三十二,出版者为文言本,三十一年出版者为语体文本。 全书综合如世道及西洋哲学等各种学说,而加以分析,平破,抉择。 其中,对佛教之为时等义力颇多平破,而最终宗指责归之于儒家之一经。 该书体系完整,颇为时贤所重,然佛教界对之则多不以为然。 试书出版后,应顺传,平雄实力的《心为时论》、译文,就该书内容对佛学之躯解加以定正。 熊世于民国四十八年又传,《体用论》、译书、畏惧、《心为时论》、而改转者,该书续文为此书继承、《心论》、无保存之必要,是书内义有论佛法之二章。 此外又传,明星篇、《译书》、《语》、《体用论》、并为熊世晚年之定论。 批五千四百六十八 新发义,一范语Nava,YNA,SA,Prestita,又作出发义,出发心,心发心,略称心发,出心, 即心发菩提心而入佛道之位。 新发义之菩萨相当于五十二位中之十姓位,以其修学佛道日浅,故又称心学菩萨。 为摩金卷中,大一四、五四六中,其的神通菩萨,即自变形,为四万二千尤寻,做狮子作,诸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皆不能生, 大智度论卷六十一,大二五,四八九下,般若波罗蜜随喜意,不应心学菩萨前说。 何以故?若有少福德善根者,闻世必尽空法,急着空做事念,若一切法必尽空无所有者,我何谓做福德,则妄施善也。 以世故,心发意菩萨,先教取相随喜,见得方便利,而乃能行无相随喜。 此因心发意菩萨学解未熟,故不宜对之说般若无相之理。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大品般若经卷一席应品,十柱皮婆沙论卷十二柱念佛三昧品,净土十一论,二于日本净土真宗,细致心境的度之男童。 批五千四百六十八 新华言经论,凡四十卷 唐代理通旋转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六册 本书系旧时插南陀所义之心华言经名其选旨,并随世经文而成。 出于文前立一教分宗,一宗教别,教义差别,成佛同别,见佛差别,说教时分,净土全时,涉化境界,因果严促,会教始终等时门。 四是经文,先总续经义,二明经宗去,三明其教体,四总成会术,后是其文义。 本论与法藏等论相比,颇多特殊之处。 如法藏等位华言经之说处说会及品术为七处九会三十九品,本书则为十处十会四十品。 法藏之主旨在成就世事无碍,本书则产发凡夫一生感的心内理智不二之佛等。 转者末后,唐大力九年,七百七十四,二月,僧广超于世多四和谐本论与十二元生解明显至成悲实名论,流通于并坟之底。 大中年间,开元四僧至宁和经语论,题为大方广佛新华言经和论,共一二灵卷。 宋干德五年,九百六十七,以其异类上弦繁衍,会沿奉地址,整齐漏略,重新开印。 新华言经和论序,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书记外书等目录,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P5469。 新吉藏经英语随寒路,凡三十卷,五代后静可宏传,又称可宏英译,以开元四教路入藏路之函次,十吉藏经中之南字赋以英译,并匡正而字。 本书共收一二零二字,古来虽有玄印,会沿,会灵,西灵等之音依然不自,不自,等之字形,点化,则以本书所说较为详尽。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P5469。 新书,请参阅观无量佛经义书。 新岁,作寿岁,为夏安居结束之一日,即七月十六日,旧律,为比丘之新年元旦,即旨修满九十日之夏安居而增义法辣而言。 比丘受戒后,其年岁经历及依夏安居之次数而言法辣何年,戒辣何年。 寿岁经,西静主法护义,新岁经,东静谈吴兰义,参院,字字,2529,P5469。 新编古今往生净土宝珠集,樊八卷。 右座古今往生净土宝珠集,宝珠集。 南宋路宝珠集,南宋路宝珠集, 寄述我国历来往生净土者之世纪。 经济存第一卷,内收会员, 附佛陀耶舍,会持,谭顺,僧险,会勇,会钱,负吉尼。 本三十八人,即附路十六人。 其中,正传二十三人附路十三人,即法诏等人之传记, 与世郎王谷所作之新修净土往生传之记事, 及全同。 关于本书之作者,长喜之净土一平经论书书目录, 及彭济清之净土圣贤卷七等军已为宋代王左传。 然王谷替于元丰七年, 一千零八十四, 传记新修净土往生传三卷, 则当不可能再编此书名虽易而内容多雷同之本书。 若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七南宋绍兴二十五年, 一千一百五十五, 条所载, 则本书系绍兴二十五年前唐禄施寿所编辑者。 本书现存第一卷为日本德富一郎所藏, 马纸贴页, 以行书书之, 每页七行, 每行十六字或十八, 九字。 佛祖统计卷二十七卷二十九, 净土真宗教典至卷三, 参阅, 新修净土往生传五千四百六十八, 批五千四百七十。 新编佛法大明录, 凡二十卷, 南宋归唐居士者。 续文有三篇, 集, 一, 空影道人于少定二年, 一千两百二十九, 作, 二, 自续, 三, 江州礼居士于端平二年, 一千两百三十五, 所写。 后续为归唐所作。 至于拔文亦有二篇, 亦为三山东禅报恩光孝禅四之道陵, 另一位春晨安之真照, 皆于宝庆二年, 一千两百二十六, 所作。 根据本书之佛法大明刚目之其内容乃有浅至深, 从凡入圣, 以祖与未根本, 以佛经未渊源, 以贯穿诸即未发挥, 且产明前圣七百年不言之密。 继北极卷十七, 元亨氏书卷七, 批五千四百七十。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 凡三卷。 右坐一天目录, 一天录, 海东有本县行录。 高丽森一天, 一千零五十五, 一千一百零一, 转。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五册。 本书系一天搜集自高丽、 宋、 辽、 日本等地之经律论之章书类凡1082部之目录。 卷一收录经书六一五部。 卷二除律书外, 另收录律宗章书, 共一四五部。 卷三除论书外, 另收录诸宗章书, 共三二二部。 P5470 新学四书, 及新学天台者所应习读之四种书。 一、 法界次帝出门, 又称法界次帝, 凡六卷, 解说天台宗所习用之名目法术。 二、 四教义, 又称大本四教义, 凡十二卷, 详论天台宗所立之教理教相。 三、 菩萨界一书, 又称菩萨界书, 界书, 凡二卷, 名书泛网菩萨界之界相。 四、 修习止观作禅法药, 又称小止观, 同盟止观, 全一卷, 浅述一家观心之纲药。 四书之中, 四教义产名如来一代教化之五十次第, 故为初学者最初习学之要点。 山家正统学则卷上, 卷下, 续山家学则, 批五千四百七十一。 新学菩萨, 为新发新学习佛道者。 梵网金菩萨界卷十下, 大二四, 一零零四上, 辱新学菩萨, 顶带受持戒。 参阅, 新发义, 五千四百六十八, 批五千四百七十一。 新勋家, 又作为新勋家。 印度维时学者中, 主张一切种子西皆七转现形之所勋生, 非先天本具之一派。 以南陀, 圣君二论师为代表。 此派所主张之一里可称为新勋说, 新勋说, 为新种说。 成为时论数纪卷四, 批五千四百七十一。 新勋师四, 位于日本奈良高挺。 旧称香药师四, 属日本华盐宗四, 为东大四知别愿。 天平十九年, 七百四十七, 光明皇后为其求圣武天皇眼及全玉, 另行机创建本寺。 寺内安置七尊要师佛。 宝归十一年, 七百八十, 烧毁, 为九凤赤重修。 其经堂为天平建筑。 本尊要师如来做相为木造巨像, 两木然有神, 系平安出其知名作。 又有时一面观音立相二尊, 亦为平安时其知佛像。 以本尊为中心之圆坛上至有并列之十二神将, 塑造, 为天平末其知代表作, 其中一尊系后来补作者, 相传一字大和之十渊寺。 此外, 另有地藏堂, 钟楼, 东门等建筑, 皆为连仓时其知建筑。 又四宝有香药师立相, 佛涅槃图等。 续日本纪卷二十二, 卷三十六, 元亨氏书卷二十二, 批五千四百七十一。 新藩人王经书, 请参阅人王撸国班若波罗密多经书。 新义, 指唐朝以降所义之经。 玄奘大师常斥责揪摩罗时等古代译经加以, 达译, 为原则而性比之译之译法, 遂提倡忠于原本, 逐字翻译之译经新规则。 例如泛语萨特法一字, 就译做, 众生, 玄奘则意味, 有情, 泛语萨特法, 费萨特法一字, 就译做, 绝观, 玄奘则意做, 寻寺。 至后代, 义经加每以玄奘所立之定则为法事, 且称玄奘以前所义之经为旧义, 自玄奘以后所义之经为新义。 参阅, 旧义, 六千五百九十五, 批五千四百七十一。 新义大放广佛华言经音义, 凡二卷。 收于中华藏第一集第三十册, 唐代慧愿传, 旧新义大放广佛华言经八十卷中之南自家以注英式义之书, 又称大放广佛华言经音义, 新义华言经音义, 华言经音义, 慧愿音义, 书内附有华言经中泛语之正番集略解, 并引内外典译说明义语之字音, 字译。 所引之书目甚多, 除内典外, 上有较外典籍, 如伦语, 孟子, 易经, 毛诗, 上书, 礼记, 庄子, 国语, 史记, 汉书, 老字, 说文, 蜀志, 敬书, 莫子, 淮南子, 管子, 山海经等, 及诸家著本, 历来各类型音译词书, 反百于种。 本书是在续华言经略书刊定记之后所传述者, 又本书在高丽藏本, 宋, 元, 名等各版本之间颇有差异, 且高丽藏及宋, 元等三本均为二卷, 名本为四卷, 而惠灵音译卷二十亿以下至卷二十三收载者则为三卷。 日本京都小川木之府所藏者, 细本书之古写本, 题为新义华言经司记音译, 经为日本国宝之一。 其他有关新义华言经之新增音译者, 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 赋于大致, 一千一百二十六, 一千一百三十一, 年间所写之玄印音译卷移末者, 该书传者不详, 另有日人喜海所传心意华言经音译一卷, 收于大致藏第五十七册。 其中, 喜海之音译为于经中之南自父以甲名, 四身, 清浊及返妾而已。 真元新定士教目录卷十四, 宋高森传卷六, 朱宗章书录卷一, 批五千四百七十一。 新义人王经书, 请参阅青龙书。 新义华言, 凡八十卷, 又称八十华言。 纸唐朝十叉南陀所义之华言经, 全称大放广佛华言经, 为东径佛陀巴陀罗所义大放广佛华言经, 六十卷, 之义一本, 故又通称新华言。 经收于大阵藏第十册, 全经共三十九品, 细收在佛陀七处九会之说法而成者。 全经共有四万五千计, 旧华言经仅有三万六千计, 故本经又有四万五千计, 之称。 其犯本系十叉南陀印武后之请, 自于田国基来者。 自正圣元年六百九十五, 至圣历二年六百九十九, 亦初,前后凡四年。 除十叉南陀外, 参与一经者令有菩提流至、 妇礼、法葬等一代名僧。 参阅, 大放广佛华言经, 七百五十八, 批五千四百七十二。 新义华言经七处九会宋世章, 请参阅华言经七处九会宋世章。 新世仁王班若经书, 请参阅人王撸国班若波罗密多经书。 新世华言经英译, 请参阅新义大方广华言经英译。 新旭高森传四集, 樊六十五卷, 民国御迁等编, 此系旭赞宁等之送高森传而坐, 记录北宋至民国初年返九百余年间之高森世纪。 全书计分十篇, 依次为易经篇, 易解篇, 习禅篇, 名律篇, 护法篇, 灵感篇, 遗生篇, 禁读篇, 福兴篇, 杂食篇等, 总收七八八传。 本传和副传六二四师, 即有一四一二师, 总墓有脱落物谬, 经一内文所载。 别有卷首一卷, 载录书目, 直录, 序, 述词, 起, 毅力及总墓。 本书所举高森多有重负, 其他收在副传之传者, 而与别出于他处之本传或副传者约有实力。 又有虽列于本传却不成继传体, 或副传反教本传详细者, 亦有称副传而单出其名不见之字者。 此外, 著名或重要人物缺录者颇多。 总之, 本书之编撰不免无杂之嫌, 然在类书匮乏之今日, 本书仍具有相当之参考价值。 佛学书目表, P5472。 暗禅, 未昧于教理之禅。 又作暗正禅, 盲禅。 朝凤禅森为丹于官道, 不知教乡闻理之语。 P5473。 暗正禅师, 又作盲禅者, 暗禅彼丘。 细教家等禅宗以外之宗派者朝凤禅家之语, 有指指执着于修禅定而不研究教法, 暗于智解而又交曼自事之禅图。 禅家每以, 文字法师, 却称天台, 法乡, 华言等教家之流, 未必等居尼于经论之文字言句, 只见之夜末节而不知解脱入物, 教家等则以, 暗正禅师, 或, 暗正盲物, 等于反讽之。 磨合纸观卷五上, 批五千四百七十三。 暖佛节, 缅甸佛教节日, 于每年西历二月之月圆日举行。 届时全国佛教徒聚集佛教圣地曼德勒, 曼德勒, 于佛前至亦燃烧之香木, 暖和佛手。 相传佛陀身前曾在火上烤手, 暖和身体, 故有此节。 批五千四百七十三。 暖辽, 使辽中之人温暖之意, 又作暖席。 在禅宗, 新入森堂者, 必办查普等招待其他县居之人, 称为暖辽, 其所费之钱则称暖席钱。 此外, 法会时, 借用其他寺院房间之计所缴纳之房屋钱, 亦称暖席钱。 禅宁相器间第九类从鬼门, 中约, 入寮人便查果等向先居人, 约暖辽, 语文大德四义约暖辽, 妙心四词味暖席, 同书第二十九类钱财门, 凡借他寺院房舍, 或修法会, 或便斋工, 则纳暖席钱于本院, 批五千四百七十三。 暖席, 秋冬之际, 从林未崩去, 暖之故, 乃于森堂前后门垂挂一绵绵, 此帘即称暖席, 至于夏季, 则用帘, 禅院青龟卷三维纳条, 批五千四百七十三。 慧, 范语, P.A.F. 阿利语, I.S. 集会, 和慧之义, 涅槃慧, 维摩慧, 法华慧等, 其, 慧, 自己有集会之义。 天台宗有, 慧三归宜, 爱慧, 之义, 义未将, 而前, 分别执勤开除之, 并令荣慧振入一臣之境地。 又如, 慧通, 和慧, 慧世, 等于, 慧书通义说, 和慧义礼之义。 禅家, 所谓之, 慧得, 或单称, A.乃至明和真谛之情塔。 碧言录第十八则, 大四八, 一五七下, 国师良久云, 慧摩, 法眼文艺之语录, 大四七五八中, 嫩摩慧, 又贞得, P.5473。 慧一立武, 为慧通一臣之指而立武性个别之说。 为法相踪解身密经所捉。 法华经, 涅槃经等主张为有益成法, 为一切众生息修佛道成佛而无二胜三胜, 然解身密经则为唯有一臣为佛, 众生根基时有或顿或利等无性之差别。 解身密经卷二, 大一六, 六九五上, 一切身闻, 独觉, 菩萨皆供此一妙清净道, 皆同此一究竟清净, 更无第二。 我依此故, 密意说言, 唯有一臣, 非于一切有情界中无有种种有情种性, 或顿根性, 或中根性, 或立根性, 有情差别, P.5473。 慧三归一, 又称慧三入一, 即开三圣之方便归入一臣之真实。 慧天台宗就法华经之教义所立之名目。 天台宗为佛与法华以前之诸经, 说声闻, 原觉, 菩萨等三圣, 此慧应为熟之根基而方便施舍者, 故为开显真实以前为全法, 待根基原熟, 则为之开显一臣, 若格力之情直脱落时, 则全即时, 三即一, 是慧为一佛臣。 如此开三圣慧归入一臣, 称为慧三归一。 与, 开全显时, 废全力时, 其事相同, 然开全显时系就教体而立, 废全力时就教用而立, 慧三归一则就所修之行而立。 又于天台宗, 华严宗, 以阳, 路, 牛等三车比喻三圣, 三车之外, 别利大白牛车以为一臣, 故畅慧三归一之指, 然家祥, 慈恩等三车家则以三圣中之菩萨成为佛臣, 否认四车之说, 而为法华经系慧声闻, 原觉等二圣而归入菩萨成, 称为慧二归一。 法华经药草玉品, 法华经义记卷以法云, 法华玄义卷九下, 参阅, 开全显时, 5315, 开显, 5316, 批5474。 慧下, 尤严门下, 慧中, 慧礼。 至于说法之集慧时, 前往受教之人, 或位于师家处受学者之总称, 例如清源慧下, 南岳慧下, 又跟随一师习学受教义称慧下。 灵记一玄禅师与录之行录, 大四七、五零四中, 师出在黄博慧下, 行业纯一, 批5474。 慧本, 将各种同类之经文或著书合成一本而流通之, 称为慧本。 宋朝以后之堪行本多位慧本, 例如十部二门只要抄慧本, 庙宗抄慧本, 华言大书抄慧本等均属之。 批5474。 慧世, 佛教之法慧一世, 又止于日本日联宗祖师日联之祭日, 每年十月十二、十三两日, 举行之法慧, 又称御慧世, 御命奖。 当日, 日联宗寺愿必以秉公养于祖师向前, 其旁且是以仁造花, 昼夜诵经说教, 当夜信徒节万灯为例, 寇集太古, 唱题参拜。 此类法慧有以日连入祭之得的东京池上本门寺与山并区窟内妙法寺更为盛大。 另一称报恩会, 大慧世, 开山慧, 玉影宫等。 批五千四百七十四 慧昌法南, 指唐五宗慧昌年中所引起知废佛事件。 五宗俗信道教, 继文宗之后及帝位, 慧昌元年, 八百四十一, 九月, 赵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亿人入宫, 于三殿修经禄道修。 十月, 帝信林三殿, 登九仙玄坛, 清授法禄。 二年六月, 赵恒山道士流源进入内, 任迎清光禄大夫, 重选管学士, 与赵归真共居宫中修法禄。 三年三月, 任命赵归真为左右接道门教授先生。 十地有废佛之志, 斥令两阶茶禄有佛以来心肺之计, 有何真应是以敬之, 又令森, 道于灵德殿对论。 沙门之玄登论作, 成礼道教之根本, 即便匾道, 地色不悦。 五年正月, 地于南郊见望仙楼, 照及道士资秉仙事。 十照归真特蒙书宠, 逆境于地, 见观数度上书论之。 归真迹之设物论, 乃见罗浮山道士邓元超, 迎入宫中。 于是, 邓元超, 刘元静等共图毁事, 平静拆寺之意, 成相李德寓意怂恿之。 四月有诏, 此不检阔天下之寺院和僧尼。 四凡四万四千六百所, 僧共二十六万五千余人。 五月下诏, 上都, 东都各留四四所, 僧各三十人。 又天下之周郡四各留一所, 上四住二十人, 中四住十人, 下四住五人, 与者西令还俗。 又毁天下诸四, 其中, 庆, 同向西伟严铁石柱前, 铁向伟本周柱农具, 金, 银, 十等向消复度之, 世述所有之金, 银等向献一月纳关。 八月又下诏, 以朝费佛之意。 六年三月地因并崩, 宣宗即位, 补归真, 元静, 元超等十二人。 大中元年, 八百四十七, 三月, 赴天下之佛寺。 世称五宗会世卫会昌法南。 宋高僧传卷六, 卷十二, 大宋僧史略卷中, 旧唐书卷十八, 唐书五宗本纪第八, 批五千四百七十四。 慧权, 一千八百七十四, 一千九百四十三, 福建同安人, 俗姓张。 法明明信, 别号应乐, 自属华满, 晚称连生道人。 年十九, 伊门虎西言善温法师出家, 二十岁里张周龙西南山重拂四佛成法师受聚足界, 并依知学律, 父亲亦于南普陀喜参法师。 立参应光, 地贤, 幻人, 岳霞, 道街诸诗。 长于南安雪峰寺奖仁严经, 台湾基隆林泉寺奖金刚经, 使景会岳经舍奖大臣起信论。 民国二年, 一千九百一十三, 接任陈天寺住持。 后曾创办优谈初级学龄。 十三年南普陀改为十方道场后, 应选为首任住持。 抗日战争期间, 施律红传, 开论等人难渡新加坡, 并赴缅甸阳光, 印尼等地红法。 即立指马来西亚冰城, 建庙相邻, 大红佛法。 民国三十二年世纪于该地, 享年七十。 施一生曾创设闽南佛学院, 冷言学舍, 佛学研究社, 佛教养政院, 出版佛教公论月刊, 对闽南佛教贡献盛大。 立柱南普陀寺, 新加坡龙山寺, 光明山普爵寺, 冰廊与天宫坛等。 这有大臣其信论科著, 佛学常世义之路, 普门品讲义, 阿弥陀经级讲, 金刚经讲义等书。 中国佛教静代识下策, 东出, 批五千四百七十五。 会者定离, 未相会者中必分离。 佛仪教经, 大一二, 一一一二中, 世皆无常, 会必有离, 勿怀忧也, 世相如是, 即未世事无常之矣。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 批五千四百七十六。 会作, 说法之场所。 说法习上称为会上, 若具于会作文法者, 称为会下。 又若将说法之场所与说法之具会加以区别, 则有, 处, 与, 会, 之分。 例如六十华言, 敬义, 中之初, 由菩提道场乃至众格讲堂之七处, 共有八度之会和, 一般称为七处八会, 在八十华言, 堂义, 中, 有七处九会之说。 至于法华经则有灵山与虚空二处三度会和之说, 一般称为法华二处三会。 批五千四百七十六。 会通, 会和疏通之义, 又作和会, 融会, 会事, 或单称会, 即会和疏通义说意义而调和其矛盾, 以呈现其间真正之意义。 盖佛教广队诸基, 本有各种方便说法, 赋因流传之时间九远, 地域广大, 其教说或有矛盾相为之处, 故须揪明其意志, 会和疏通, 彼时见其一致。 法华玄论卷九, 华言经书卷二, 批五千四百七十六。 会善寺, 位于河南登峰县松山泰市之西南路基翠峰下。 蜀曹洞宗, 与少市山少林寺, 松岳寺等并称为松山之名察。 据北宋开宝五年, 九百七十二, 松山会善寺重修佛殿碑祭所在, 本寺原为北魏孝文帝夏季之离宫, 其后捐位佛寺, 随开皇年间, 五百八十一, 六百, 改名为慧善寺。 但据后卫神归三年, 五百二十, 七月慧善寺福图名, 北齐五平七年, 五百七十六, 知慧善寺碑等所在, 慧善寺之名字随以前集存。 夏季唐代, 四方禅僧来住者见多。 令据开元十五年, 七百二十七, 大唐松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 金石翠编卷七十七所收, 记载, 道安曾与慧能, 神秀等人同在五祖宏忍坐下洗法, 的禅要后, 游历诸方, 道欲颇高, 平居于慧善寺, 其后世纪于景隆二年, 七百零八, 上纪所说之, 道安, 孔系宋高僧传卷寺所宰之, 慧安, 其法寺中之静藏位慧能之弟子, 以及后人尊之为七祖者, 是寄于天保五年, 七百四十六, 并据松山会善寺故景贤大师申塔时纪所宰, 景贤为神秀之法寺, 道欲迟明, 曾受忠宗召见, 开元十一年, 七百二十三, 是寄于本寺。 此外, 唐初一行禅师及原同律师曾在本寺设立五佛镇思维戒坛, 一时严禁, 号称落狱第一, 其后衰为至上都安国四成如在世复兴, 每年建立方等戒坛, 宣讲戒律。 大历二年, 七百六十七, 朝廷赤许于四溪建立戒坛院。 此戒坛称为琉璃戒坛, 年年受戒者多达数千人, 赵州从审议受戒于此, 原规则在此戒坛受戒于月神。 金石翠边卷九十四卷九十五, 菩提达摩松山史记大观, 支那文化史记卷二, 禅宗史研究, 与景伯寿, 批五千四百七十六。 会诸佛前经, 请参阅须摩提长征。 会读, 于研讨会上, 问者与达者对作, 讲者居于上位, 以预定之题目反复论难研讨, 此种研讨学问之方法, 称为会读。 所讨论之题目, 称为论题, 觉得。 达者, 讲者人选之签, 称为为签。 批五千四百七十七。 即七反有, 泛语Subtake of Apurama, 右座即七反身, 意味至尽须反七, 自受身。 即助于预留果而尚未断除烦恼之圣者, 必须在人天之中往反七次受身, 使得入于涅槃。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 大二, 六五三下, 及持经四七恩。 杂阿含经卷六, 北本大班液盘卷三, 三十六, 据舍论卷二十三, 参阅, 四相四果, 一千六百八十三, 批五千四百七十七。 即大悲母, 赞旦阿弥陀佛之慈悲所称之名, 意味及广大慈悲之母。 往生要即卷上, 大八四, 四八上, 此掩饰众生, 平等如一子, 故我归命理, 及大慈悲母, 为阿弥陀佛念众生, 犹如此母之爱连一子。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 三四三下, 以无原词, 涉诸众生, 批五千四百七十七。 即光静天, 即光静, 泛明比赛法, 因亦阿波会体婆, 就亦做光阴天, 又做变圣光天, 色界天之一, 即第二禅之第三天, 位于无量光天之上, 扰境之下。 此界众生无有言语, 为定心发光明已通译。 于大火坏灭世界后, 承洁之初, 此天天人赐地下身, 而为大犯天及人等。 据舍论诵书卷八, 大四一, 八六三下, 第二禁律有三天者, 以少光天, 于二禅内光明最少故, 明少光天。 二, 无量光天, 光明转增, 亮南陷故, 明无量光天。 三, 即光静天, 光明盛前, 辩照字的故, 明即光。 参阅, 光阴天, 两千一百八十, 批五千四百七十七。 即位, 至高无上之位, 即正物之位, 通常系指佛果而言。 法华文句记卷三之上, 大三四, 一九八中, 若即位者, 则一切下位而皆不知也, 批五千四百七十七。 即成, 范语, Pray C. 英明用语, 至即成就之义。 英明论事中, 所立之宗, 命题, 应真实无误, 且未立, 立论者, 敌, 问难者, 双方所共许, 共同认可, 而无议论者。 实有, 本真, 与, 共许, 本位即成之二条件, 然英明之中, 立, 宗, 之目的在于令对方有所乐物, 故英明特崇立, 敌双方所持之观点。 若立, 敌共许其为有, 即使非真正实有, 亦可称之为即成, 若立, 敌不共许其为有, 即使真正实有, 亦不得称为即成。 即成虽含实有与共许二义, 实则偏重共许。 因此, 同一名词, 其即成与否, 并无固定, 常因立, 敌双方之观点而已。 如, 鬼, 之一义, 若立, 敌双方均为有鬼论者时, 其为即成, 若有鬼论者与无鬼论者相与辩论时, 鬼, 之一义则为不即成。 故所谓即成者, 权以立, 敌双方之主观态度为是否即成之标准。 若用力, 敌不共许之名词时, 即生不即成之过失。 其中, 若于有法, 宗之虔诚, 即主词, 用双方不共许之名词, 则犯, 所别不即成过, 若于能别, 宗之后成, 即述词, 用双方不共许之名词, 即犯, 能别不即成过, 若有法于能别均用双方不共许之名词, 则犯, 两句不成过。 据英明入正理论卷上载, 如佛弟子与申论师对论时, 佛弟子立一, 申为无常, 知宗, 其中, 申为有法, 无常为能别, 两者均为利, 敌双方共同认可者, 如是, 申称为, 即成有法, 无常称为, 即成能别。 佛弟子乃将此依双方共许之, 申, 无常, 何为依完整命题, 申为无常, 然因申论师虽亦认可申与无常二义, 唯不同意, 申为无常, 知宗, 双方遂有展开对论之必要。 如此知宗, 双方共同认可其前诚与后诚, 并具之力以自宗所许而对方所不许, 之义, 即为英明论义之基本要素。 除, 宗, 之外, 英体, 同法御等二者亦需集成, 亦法御则未必一定需集成, 若为于此, 则犯不集成之过。 英明入政理论, 英明论书瑞元纪卷二, 英明入政理论物它们浅世, 陈大齐, 批五千四百七十七, 即果, 为至极就禁之果, 如大臣之佛果, 小臣之无学果。 又称无上涅槃之即果, 即指佛之正觉, 乃因未修行之结果。 大臣一张卷八, 大四四, 六三四下, 无漏即果, 所谓禁至极无身至, 批五千四百七十八。 即窘色, 未为时宗所说, 法处所设色, 五种之一。 指分析虚空、 青、 黄等不具之爱性之显色即明, 暗、 光、 影等空界色而令至物质之最小单位, 即为, 者。 除一切有形之物质外, 无人所见空末之明, 暗等, 称为空界之色, 此色至远, 故称窘色, 分析此至远之空界色至于极远, 称为极窘色。 此极窘色非为眼识之所对, 而为一试之所愿, 故于十二处中不设于色处而设于法处。 大臣阿皮达摩杂极论卷一大臣义林张卷五末, 参阅, 法处所设色, 3389, 批5478。 极略色, 未为十宗所说, 法处所设色, 五种之一。 指分析色身相位处等五进, 眼耳鼻舌身等五根之十色而令至物质之之, 最小单位, 即为, 者。 小臣有不力之为实物, 为其设于眼识所愿之色处, 然大臣为时宗则以之为假想上之分析, 而为其设于意识所愿之法处。 大臣阿皮达摩杂极论卷一大臣义林张卷五末, 参阅, 法处所设色, 3389, 批5479。 即喜三昧耶, 密教表示至极喜悦之应言, 右坐月喜三昧耶, 欢喜王摩赫萨朵三摩耶, 大三昧耶真实应, 大乐金刚不空三昧耶随心应, 普贤菩萨三昧耶应, 速落多大事真实应, 三昧耶为内政本事之意, 为密教行者发菩提心, 灭除诸杖, 即为金刚萨朵, 观自他无别, 为同体大悲时, 自助无上欢乐之想。 金刚戒将三世三昧耶会之将三世明王 即助于此三昧耶, 守之大悲之弓箭, 是以兼顾清净菩提心之弓箭, 设原品无名之怨敌, 表达乐化他之大喜无有间断, 是未及喜三昧耶。 真言行者欲助此三昧者, 须结大事真实之应, 即二手作金刚赋, 六种拳之一, 二中指入掌香交合, 二小指与二拇指指面相合, 如独骨金刚处之状, 赋以二中指处心上, 口诵真言, 安三昧耶,三昧耶,平等, 胡,吼,欢喜,苏罗多, 苏尔塔,妙事, 梭达宗,斯弗,入我我入, 则亦欲希望诸愿皆成就, 而得极大欢喜。 金刚顶金卷上, 金刚顶瑜伽中略初念诵金卷 以金刚顶金一诀卷上, P5479。 吉喜的, 范语Premudite, BH me, 又做欢喜地, 为菩萨实地中最初之位, 故又称出欢喜地, 略称出地, 菩萨入此位, 使获圣性, 俱正二空, 能自立立他, 心生大喜, 故称欢喜地, 旧华言经卷二十三, 解身密经卷四, 菩萨因落本夜经卷下, 成为时论卷九, P5479。 极无自信心, 能了知诸法之至极无自信之心, 为显教之最极, 密教之初心, 即日森空海所立十注心之地九, 亦相当于华言经所说圆荣法界之理, 真如无自信, 故圆其未万法, 所起之万法, 亦如真如之无自信, 故万法相及相容, 盖华言法界之理为究极而无自信之理者, 故称极无自信, 大日经书卷三, 大三九, 六一二中, 如说极无自信心十元生句, 即涉花言, 般若种种不思议境界皆入其中, 大日经卷一注心品, 十注心论卷九, 参阅, 十注心, 四百三十一, P五千四百七十九, 即为, 范语Paramu, 右座即为臣, 即细臣, 就亦灵虚, 物质, 色法, 分析至极小不可分之单位, 称即为, 依据舍论卷十二位, 以一级为为中心, 即和上, 下级四方等六方之级为而成一团, 称作, 为, 又称, 为臣, 一级和七级为为一为臣, 始为天眼等之所见, 为臣, 范语Au, Rogers, 因一座阿拿, 阿兔, 又座阿诺臣, 集合七为臣, 为一金臣, 七金臣为一水臣, 七水臣为一兔毛臣, 七兔毛臣为一羊毛臣, 七羊毛臣为一牛毛臣, 七牛毛臣为一系游臣, 又座向游臣, 金臣, 水臣能够通过金中, 水中之空隙, 故臣有即为细之矣, 兔毛臣, 羊毛臣, 牛毛臣, 乃表示臣如兔, 羊, 牛的毛端之为细, 细游臣则止如窗细间, 无人肉眼可视之光中浮游细臣而言, 细即和形成具体物质之时, 至少需具足地, 水、火、风四大, 雨色、 香、 为, 处四乘四为, 为, 使能形成, 应不能缺少其一, 故称, 八式巨生, 随移不减, 大批婆沙论卷十三, 卷七十五, 卷一三六, 大制度论卷十二, 瑜伽师的论卷三, 卷五十四, 成为十论数计卷二本, 批五千四百七十九, 即为分不分, 三位即为中第二位色聚之为, 大小承各有意说, 小承以分析之即为即为, 至于为, 而无可分上下左右方角等部分, 称为即为无方分, 若更欲分析之, 则为以意识之关会, 于一即为中分别有能造之四大, 与所造之色相等而已, 然无此分析之色相等仅仰向, 而非实体即为, 即非事实可分离者, 大承原不立实体之即为, 其即为为以官会分析粗色之意识想象, 故得分析无限, 然于某程度而不止之, 则与虚空相似, 能是之物质, 故于色想之极限, 立即为知名, 而以为分析之极。 顺正理论卷三十二, 成为直论卷二, 批五千四百八十。 即爱义子的称义的地, 即萨正化他之果, 即怜悯众生之皆为。 菩萨助辞的, 是众生如同义子, 若见彼等修善, 安稳则生大欢喜, 若见彼等愁闹悠患则悠念苦恼。 其佩无萨之皆为, 古来婆有意说, 僧宗佩以第七的, 静影以为初的, 冠顶则以为初的, 正化他之果者。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十六, 涅槃金书卷十七, 涅槃金三德纸规卷十二, 批五千四百八十。 急睡眠, 范语Acytheca。 又做急重睡眠, 急重睡。 五位无心之一, 六位无心地之一。 因疲劳等元饮睡眠, 使前六时不起现行之身之分位。 盖比由睡眠所饮, 睡眠至极而前六时全部现行, 省重不自在, 故称为急睡眠。 睡眠为五概, 八禅之一, 其性魅略, 能障观至, 其间虽有暗列之意是在转动, 然急睡眠则超睡眠之欲, 六时全部现行, 然由睡眠之所饮, 又以其与睡眠相似, 故甲利睡眠之名。 成为时论卷七, 瑜伽师的论卷十三, 成为时论数计卷七本, 参阅, 五位无星, 1090, P5480。 极乐世界, 泛名SUKH5之意义, 因一座苏喝地, 虚摩提, 虚阿提, 即指阿弥陀佛之净土, 又称极乐净土, 极乐国土, 西方净土, 西方, 安养净土, 安养世界, 安乐国。 自此世间向西而去, 经过十万亿佛土之比方即为极乐净土。 关于该净土之情况, 在阿弥陀经中有详细之解说, 而阿弥陀佛经人在笔触说法。 据无量寿经等所在, 往生于该佛土者身受诸种快乐, 例如, 身上有如佛之三十二相, 且据神通, 五官之对境非常为妙, 心中舒畅清凉, 在心中闻法, 供养佛陀, 即得开悟。 然在该净土中, 有所谓边地, 宜臣, 胎宫等处, 乃未怀疑阿弥陀佛之救度者之往生地。 有关极乐往生之教义与阿弥陀佛之信仰, 自印度以来极极兴盛。 于现存藏经中, 关于弥陀与极乐之著作多达两百余部。 此外于中国、韩国、日本等地, 后代施迦之著作与极乐世界变相之图画更是不计其数。 于经中虽有阿、 文书、 药师、 弥勒等诸净土之说, 然于人间广未流传, 且成为人类内心可养之对象, 则独以弥陀之极乐净土谓罪。 由以北传佛教而言, 极乐世界可谓民间信仰之普遍归去。 近代学者对于极乐之源与极乐世界之方位、 距离、 净土之土地、 思想起源等有种种说法。 无量寿经卷上, 法华经卷六, 阿弥陀经书, 窥姬, 世净土群遗论, 无量寿经义书, 慧远, 观无量寿佛经书, 致以, 阿弥陀佛研究, 净土教起源及发达, P5481。 极乐寺, 亦北平明差之一。 建于明成化, 1465、 1486年间。 镇殿, 后殿上存有严松所传之碑。 寺内牡丹吉盛, 东有国花堂, 又以海堂著称。 国花堂前后接纸海堂, 树高可达一公杖, 望之如七宝浮屠, 意义有光。 尚有文官花, 秋初结果, 四僧以知辩赠施主, 以结善缘。 二位于吉林哈尔滨市。 创建于民国十三年, 1924。 全寺分为主院, 东跨院, 西跨院三部分, 占地二万六千平方公尺。 主院建筑约占一千八百余平方公尺, 东有钟楼, 西有鼓楼, 分四重大殿, 一为天王殿, 正中供奉弥勒佛, 东西位四大天王, 二位大雄宝殿, 卫全四最大支殿堂, 供奉释迦牧尼佛, 三为三圣殿, 供奉西方三圣, 四位藏经楼。 两侧上有佩殿及七级浮图。 本四位东北重要佛教寺院之一。 三位于台湾基隆, 创建于民国十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四, 出名光尊寺。 三十四年修会法师接任助持后, 更名为吉乐寺。 诗音静慕高雄县佛光山新云大师之学德, 特于七十三年四月召开极乐寺董事会, 推选大师为董事长, 并且策划重建。 七十六年由伊恒法师任助持, 六月展开重建功臣。 自此本四集秉承佛光山, 人间佛教, 生活佛教, 知宗峰, 从事弘法度众之工作, 推展各项佛教文化, 教育, 慈善等活动。 批五千四百八十一。 吉乐海会, 吉乐, 指阿弥陀佛之净土, 海会, 指僧众或诸尊圣众之会集。 吉乐世界之圣众相聚而为法会, 其广大如海, 故称吉乐海会。 批五千四百八十二。 吉乐安, 位于江苏宿千县境内, 又称吉乐院。 创建于明朝, 至清顺至十一年, 一千六百五十七, 姓陈律师主持葬席, 大势修建, 广至田产, 每年并传戒渡人, 门庭游士大盛。 至康熙年间, 僧众已于千人, 成为怀上帝一律寺。 后京贤丰年间因法联军之浩劫, 受损颇重, 随即平靡。 位九, 免匪即起, 虽受破坏, 然位汉籍根本。 唯自民国以来, 妙产兴学之风未起, 历久不止, 颇受其害。 民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春, 神府邪同当地市申网寺提产, 骚扰日久, 寺中轻众不堪其苦, 助持会先, 决先, 律四僧殿农区之, 县保安队与民兵团先后持致谈压, 引起泄斗。 其后, 会先等十余人被拘死于狱, 于皆兴散。 二十二年, 八环部分寺寮, 于冲卫学校, 军舍。 批五千四百八十二。 吉, 又作吉辣, 满, 宜。 与, 辣, 同, 法辣之乙。 僧寿戒之年岁称, 四之最高者, 称为吉。 盖僧团中以下安居圆满之日, 农历七月十五日, 未一年之中, 自十六日起则未新岁, 故比丘, 比丘尼受戒后, 于每年下安居结束时, 有增一法岁之风俗。 依法之多少, 利有上, 中, 下等辣之别, 以定长幼顺序, 故最上位者, 亦称为吉。 批五千四百八十二。 凯定书, 凡四卷。 吉堂代善导大师所者之官无量寿经书。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七册。 由于卷四之末有, 经欲出此官经要义凯定古经, 之语, 故事称此书为凯定书。 其后, 日森显义传官经书凯定书三十六卷义书以注释善导之凯定书, 事称为凯定书。 批五千四百八十二。 楚王英, 后汉光五帝之子, 孝明帝之地。 为我国正史上所载信仰佛教之第一人。 据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二载, 应少时好游侠, 与宾客交游, 晚年更喜黄老之学, 行浮屠之斋戒祭祀。 童书列传第七十八天竹国条义位, 楚王英实信其术, 佛道, 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 此族正楚王英所奉之佛教有属词四方数之类。 佛祖统计卷三十五, 佛祖历代通载卷四, 世事基古略卷一, 后汉计卷十, 批五千四百八十二。 楚十, 一千两百九十六, 一千三百七十, 元代僧。 明周相山人, 俗姓诸。 明范其, 楚十位其字。 南岳下二十世法孙靖山行端之法寺。 十六岁, 受巨族戒于杭州昭庆寺。 其后, 得法于元首行端, 先后驻持天宁永坐寺, 嘉兴本爵寺, 杭州报国寺。 元智正七年, 一千三百四十七, 顺宗赐号, 佛日普照会便禅师。 鸿武三年, 一喝而济, 试寿七十五。 这有楚十范其与鹿二十卷等。 试试鸡谷略续绩卷二, 南宋元明禅林森宝传卷十, 增及续传登陆卷四, 参阅, 范其, 四千六百三十九, 批五千四百八十二。 楚十范其禅师与鹿, 凡二十卷。 全称佛日普照会便楚十禅师与鹿。 右坐楚十禅师与鹿, 楚十鹿。 袁墨森范其, 一千两百九十六, 一千三百七十, 传, 祖光, 谭绍, 梁雁等编。 收于万续藏第一二四册。 编辑福珍四语录, 天宁永座四语录, 大报国四语录, 本爵四语录, 丙福小餐, 宋谷, 法语, 杂者, 并赴形状及宋连锁传之序, 塔明等。 P5483。 楚十鹿, 请参阅楚十范其禅师与鹿。 楚十禅师与鹿, 请参阅楚十范其禅师与鹿。 楚经, 六百九十八, 七百五十九, 唐代森。 广平, 河北晚平, 人, 俗姓陈。 七岁能诵法华, 九岁出家, 十八岁及身作讲法华一职。 长于敬业诵法华, 至宝塔品, 身心勃然, 如入禅定, 忽耳敢建宝塔, 乃发式打坐六年, 建其宝塔。 天宝元年, 七百四十二, 使购财募, 安湘伦。 四年七月, 玄宗梦见九众之上有法明, 下有几字。 一成, 遣试验之岁赤四千五十万, 卷千匹。 一年, 迎师至花二楼, 四, 多宝塔, 之赤额及卷百匹。 天宝三年, 于春秋二时, 召集银行之大德四十九人, 景法华妹, 并奏位横式。 师又赐血血经法华经一部, 菩萨界一卷, 观普贤经一卷, 得设立, 第三千例。 又写法华经一部, 经, 自三十六部, 以正宝塔。 甘元二世纪, 是六十二, 赤藏西龙守缘法华兰若。 士号, 大元禅师。 弟子有慧空, 法案, 浩然等。 佛祖统计卷二十二, 士门正统卷七, 法经实验计卷上, P5483。 储骏, 1262, 1336。 袁戴森, 浙江银县人, 俗姓黄, 自明吉, 深姓亚, 不好戏呢。 年十二, 就灵言四主喜剃法, 为酒餐叶横穿如拱, 昼夜经言, 不遑其时。 继而闻虎言尽福之化圣, 父冷泉世之有所醒悟。 后于天同指红剑之会下, 掌葬药, 而于精灵奉盛四出世, 举森鹿丝, 其后千锐言, 朴慈两沙, 又转双灵子。 最久吉印, 立游靖山, 临影, 天同, 靖慈珠山, 皆居第一座。 至顺元年, 1330, 东渡日本, 醍湖天皇参宫中, 奏对窃旨, 四, 佛日会禅神, 诗之好。 乃开广言寺, 以诗为开山第一誓。 继而奉赵立柱南禅, 剑仁两寺, 是誓之诉说, 如宗之俊焰皆望风而至。 剑武三年誓寂于剑仁寺, 誓寿七十五。 以故分藏云则, 少林二塔。 本朝高僧船卷二十六, 日本名僧船, 批五千四百八十三。 楚南, 八百一十三, 八百八十八, 唐代禅僧。 福建人, 俗姓张。 又一开元寺坦矮魏沙弥。 落法后一五台山寿具足界, 学律。 依芙荣林逊之指示, 参业黄博西运, 后四其法。 玉慧昌法南, 乃影林也。 后应培修之请, 驻江苏报恩寺二十余年。 其后, 立驻宝林寺, 知行山, 千寝山。 光启三年, 八百八十七, 前王赵入内说法, 四子一。 文德元年, 一说六年, 世纪, 世寿七十六。 这有班若新经宋, 破邪论各一卷。 宋高僧传卷十七, 景德传登陆卷十二, 世事基古略卷三, 批五千四百八十四。 楚元, 九百八十六, 一千零三十九, 宋代禅僧。 泉州清乡, 广西桂林, 仁, 俗姓礼。 少谓如生, 前兴举业。 二十二岁回新向道, 于香山引进寺的渡。 为九游香免之门, 与首之谷全结伴入洛阳。 文善映之道望卫天下第一, 岁赴焚舟, 一指二年仍未许入室。 美剑必够骂, 或毁抵诸方, 所殉意皆流俗之彼是。 诗一细宿之, 与未尽, 招熟誓而骂曰, 大五一, 四八二上, 是恶之事, 敢必犯我, 举账逐之。 诗欲申解, 招更掩其口。 诗乎大悟, 曰, 是知灵济道出长情, 岁浮一约十二年, 一说七年, 敬领其旨。 后至并周, 访唐明志松, 更与当世明世扬大年, 李尊旭时据论道。 后欲归乡舍母, 过云州, 四川, 于栋山见小葱, 依止三年, 又游养山。 诗阳大年寄书以春太守皇宗且, 请诗驻于圆州, 江西, 南远广利寺, 居三年, 此而舍母。 又夜神顶红英。 红英大家赞赏, 游世声名大阳。 寄主潭州, 湖南, 道吴之席, 四驻石双山重圣寺, 又转南岳福岩寺, 后迁谈周星化寺。 宝元二年真月于谈周星化寺世纪, 事寿五十四。 世号, 慈名禅师。 垂济之际, 感染风疾, 口吻以邪, 事者契约, 奈何平生喝佛骂祖, 经乃耳, 诗文, 以守正知, 垂目而化。 法寺五十人中, 以黄龙惠南, 杨齐方惠最为知名, 且各成一派。 已有十双楚元禅师与陆一卷, 惠南重编。 续传登陆卷三, 禅陵森宝传卷二十一, 批五千四百八十四。 杨文慧, 一千八百三十七, 一千九百一十一, 安徽时代人。 自仁山。 为清末复兴中国佛教之书扭人物。 身性任侠, 好读奇书, 但博名利, 比弃科举, 不愿入患。 太平军起, 必乱杭州, 偶于疏似的大臣奇性论, 读后乃潜心佛学。 曾两度初始欧洲, 于英伦的实习兰居士达摩波罗, 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等, 相约协力辉弘正法。 归国后, 于同治五年, 一千八百六十六, 出资设立金陵克金处, 米克印三千余卷之大小成佛典, 燃身前仅出版二千余卷。 又日本编印万字藏金时, 是曾提供佛教典籍数百种。 光绪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零七, 于克金处设立指环金舍等, 自编课本, 招生教习佛典, 梵文, 英文等, 培育后进。 又新办, 佛学研究会, 定期奖金。 一时高森如月侠, 帝贤, 曼淑等军网佐之。 又如欧阳剑, 梅光熙, 李正刚等人军出其门下。 文会又与英人李提摩太义佛经论位英文, 以详西欧人士, 并选工会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图, 以红阳净土, 惊人流行。 其于义里特尊其信论, 于行持则崇尚净土, 曾与日人论辩净土真宗之非, 又凭吉禅宗墨流之师, 乃畅导为十法相以救其弊。 促于宣统三年之秋, 世寿七十五。 身平柱数凡十二种, 编入洋人山居士遗书。 中国佛教史卷寺, 蒋维桥, 洋人山与现代中国佛教, 华刚佛学学报第二期, P5484。 杨布拉宫, 西藏明阳, 布拉宫, SGA。 西藏南部亚伦, 藏耶尔, Kluas, 地方的三圣地之一。 据传, 该唐系由西藏早期神话中之国王乃李赞浦, 桑Ga, Krit Sen, Po, 所见, 一般相信为西藏最古之佛殿, 并传此宫殿屋顶之佛像语经卷系于佛教传来之初, 约为三世纪中叶, 自虚空而降着。 在拉萨成为西藏首都以前, 该地位历代王宫所在之地, 堪称西藏古代文化之中心地。 多田等官, AH。 Franc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glet, Kalcuta 1914, 1926, ESCH4, Gayhamnistig at Munich, 1943, P5, 5485。 杨白一, 1924, 1986, 台湾台南人, 日本佛教大学文学博士, 明显详, 自白一, 以自行试。 比明有龙会, 会吉祥等。 早岁东渡日本留学, 在东京知浦工业大学攻读土木工程。 学成回台后, 出任空军工程师, 并主编决申月刊十年。 民国四十二年, 1953, 入日本佛教大学专攻佛学。 毕业后转任教职, 前后任职东方工专, 台北工专, 文化大学, 东海大学等校教授。 是在初度复日攻读期间, 即以阅读佛书为主要兴趣。 返台后, 其研究佛学之时间, 远教工程方面未多。 二度复日后, 与佛学有有心得。 返台后, 先后执教于台湾各佛学院, 辖时长撰文发表于各佛教刊物。 是之重要贡献, 乃将日本佛学界之崭新成果, 介绍于台湾佛学界。 其所涉猎之范围极广, 佛教史、 意理、 目录学等方面皆常钻研, 且这重研究方法之创新, 对现代台湾之佛学研究, 颇有启蒙作用。 层数度出席国际佛教学术会议, 发表马祖禅与心罗禅, 玄奘对日韩佛教的贡献与影响, 修心觉的先悟后修论等论文多篇。 重要论著有是青三性论之研究, 龙树七时空性论之研究, 以及据舍城时宗史观, 中国佛教史略, 据舍药义,印度佛教概说, 为时药义,为时读本, 原册之研究等书。 民国七十五年九月去世, 世寿六十三, 批五千四百八十五。 杨齐山, 位于江西圆州平乡县北约四十公里处, 右座杨齐山。 北宋方会禅师曾入此山住持普通禅院, 化义四方海众, 门峰自成一格, 后世称为杨齐宗。 批五千四百八十六。 杨齐方会, 九百九十六, 一千零四十九, 北宋灵记宗杨齐派之开祖。 十双楚元之法寺, 南越怀让法系第十一世, 灵记一选法系第八世法孙。 圆州、江西、乙春仁、俗姓冷。 法明方会。 初从楚元长监院之事, 后驻云州九丰山, 为九至圆州阳齐山住持普通禅院, 大正禅封。 宋仁宗庆历六年, 一千零四十六, 驻潭州云盖山海会寺。 黄幼元年世纪, 释寿五十四, 一说庆历六年或黄幼二年世纪, 释寿五十八。 已有语录一卷。 四法弟子有白云首端, 宝宁仁勇等十三人, 门流凡胜, 魏臣一派, 后世称为杨齐派, 新同门会南之黄龙派对质, 与灵记, 韦阳, 曹洞, 云门, 法眼等五家, 并称为五家七宗。 见忠敬国序灯陆卷七,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八, 纸月陆卷二十五, 五灯会员卷十九, 批五千四百八十六。 杨齐方会和尚语陆, 全一卷。 宋代森宝宁仁勇, 白云首端等边。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七册。 戏集录阳齐宗之开祖阳齐方会之语药, 济诵等之作。 内容分五篇, 依次为江宁府宝宁禅院四法小诗人勇所编之源周阳齐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陆, 书周白云封四法小诗首端所编之后驻谈周云盖山海会四语陆, 谈周道无真禅师语药, 堪辩, 济某诗是一森之事, 济诵, 收陆为山水谷牛以下九首及三庙三绝诵。 本书孔系自古尊素语陆卷十九别出者。 此外另有阳齐方会和尚后路, 一卷, 一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七册, 内容包括谈周星化禅寺入院开堂以下上堂约三十条, 堪辩七条及字数珍赞, 孔系自宋代师明所及蓄谷遵素语要别出者。 批五千四百八十六 阳齐寺, 位于江西平乡阳齐山, 又称普通禅院, 创建于唐代, 清道光年间重修。 寺内有如来佛, 十八罗汉, 二十四诸天等塑像, 并保存有流与西所书之绪闻石碑。 石碑远属塔明, 塔毁后, 碑被移至室内, 石碑嵌在寺内镇殿之左右两墙上, 又位唐大和六年, 八百三十二, 真书大师塔明, 左位唐元和二年, 八百零七, 成广禅师塔明。 北宋时, 禅宗高僧方会, 九百九十六, 一千零四十九, 于此创立杨齐宗, 属灵济宗一脉, 世人称之为杨齐方会。 大明一统治卷五十七, 大清一统治卷二五二, 批歼四, 百八十六。 杨齐宗, 禅宗五家七宗之一, 又称杨齐派, 以灵济宗第七世十双楚源之弟子杨齐方会, 九百九十六, 一千零四十六, 魏埃祖。 方会初从楚源长监视, 后驻云州九丰山, 魏九, 七指园州, 江西, 杨齐山普通禅院, 提杨宗峰, 接化学人, 门庭繁茂, 魏臣一派, 与同门会南之黄龙派之并立, 十人以御称汇, 而以龙御称汇南。 方会下十三人, 白云首端, 宝宁人勇魏上族。 人勇下有受圣楚文, 上方日益, 首端下有五祖法眼。 法眼门下俊备出, 有佛眼清远, 太平慧琴, 天目琪, 环悟克琴, 五祖婊字, 云顶才良等。 其中, 清远, 慧琴, 克琴三人十三人, 称掩门三佛或二秦一元。 清远三传, 智蒙眼元聪, 日森郡常就其受学, 返国后, 开日本阳祺禅之端, 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 有二十流源自依法系。 克琴边有碧言录, 文明于世, 法四七五人中, 以大所以呢, 虎秋绍傲隆罪者。 宗岗盛唱汉华禅, 于曹洞宗之墨罩禅病历, 法四九十一人, 以卓弦德光之门亭罪容, 其亚朱庙风之善, 北居俭二节。 日森门人常着光渴, 返国皆举日本达摩宗旗帜 居简二传至梅乌念长 传佛祖历代通载 另一帝东阳德辉凤赤传禅清归 本派门徒于宋以后 己囊阔灵际宗之全部到场 其宗风以年提仙人骨则 扶全棒喝 勘辩公安为误入之机要 加泰普登陆卷四、卷八、卷十四至卷十七、五登会员卷十九、卷二十、续传登陆卷十三至卷十五、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四、P5487 洋芝、范与Benta、KHA、巴黎与Benta、KansasHA或Benta、POA 因一座弹多加色陀、蝉多拟色叉 又座齿木 吉磨齿瓜蛇之木片 为佛制比丘十八物之一 涅小支支头为细条 用以刷牙齿者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一招脚齿木条 大五四、二零八下 每日弹朝须搅齿木 开齿、瓜蛇、物令如法 灌树清净、方形净礼 中略、其齿木者 泛云淡多加色陀 淡多、一支为齿 加色陀即是齿木 长十二指、短步减八指 带如小指、亦头缓、虚手搅、两酒净刷牙关 中略、齿木 名为阳枝、西国柳树全息 亦者者传四号、佛齿木树 时非阳柳、纳烂陀四目自清观 既不取信于他、闻者亦无劳之祸 简涅盘金范本云、搅齿木时矣 幼凡印度、西域诸国请俗人 先赠齿木及香水等 而助其人健康 以表恳请之意 故请佛菩萨易用阳之净水 称为请观音法或阳之净水法 观音颤法中即有 我今聚阳之净水 为愿大悲哀怜色寿之语 令聚法愿诸灵所在 天竺人佛图臣、时乐闻明照之 其子报病、臣乃取羊之沾水撒之 碎酥 故于谢森医病时 可称说、乳撒羊之之水 据皮尼日用阶药所在 有四种羊木可作殊齿之用 即白羊、青羊、赤羊、黄羊 然不独羊柳之属可作齿木 一切木皆可殊齿 据五分绿卷二十六之说 除七术、毒术、舍仪、魔头术、菩提术等五种之外 于一切木均可听任教用 其教用之法 相载于根本萨婆多部绿色卷十一 另据大唐西玉记卷五 高森法显传沙指泰国条等所在 佛陀油画交萨罗国石 长脚羊之、脚蚁 插入土中及生根 四分绿卷五十三 有部皮奈耶杂式卷十三 大日经书卷五 P5487 杨振和 1941 台湾高雄人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 清静方东美教授 常指导各大专佛学社团 讲说佛法 主持会剧杂志 会剧出版社多年 长于华言思想之研究 这有华言经教哲学研究等书 并常有论文发表于各佛教刊物 P5488 阳柳观音 三十三观音之一 右称药王观音 左手劫师无味应 右手持阳柳之 若修阳柳之药法 可消除身上之重病 右于千手观音四十手中 其一即是阳柳之手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 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 P5488 杨玉文 1937 台湾云林人 法明洪文 高雄医学院医学系毕业 归医应顺导师 并随受在家菩萨界 除自社妇产科医院济世外 并担任中华佛学研究所教授 各大专院校佛学社团导师 亦常应邀在台北市各佛教道场开讲佛学 是智学态度严谨 自学巴历文 日文 专攻原始佛教 钻研南北传珠阿涵典籍 颇有成就 曾协助佛光山新边大藏经阿涵藏之 整理记佛光大词典之审核 批五千四百八十八 阳炫之 原位北平 河北满城 人 史通及朝公武之读书至中物作阳炫之 曾任其成俊太守 永熙 五百三十二 五百三十四 年间兵乱后 阳炫之行经北魏旧都洛阳 目睹贵族王公号废聚资所建之佛寺以多成废墟 深有所感 乃者洛阳加兰记忆书 记录洛阳及成交诸大四支建四元起及建筑结构等 其文笔艳与秀 其文笔艳丽秀义 便中友散 颇具特色 批五千四百八十九 阳洛阳 北宋无畏 安徽 人 自赐功 好无畏子 雄才俊脉 年少登科 好禅 立寇珠山民宿 参业天衣 一怀 一怀美影旁居士之姬与提思 一日奉祠泰山 赌日如盘涌 婴儿大雾 沉寂于一怀 岁蒙称可 后会芙蓉道楷 相互仇吻 宋神宗西宁 一千零六十八 一千零七十七 末年 归乡舍母 贤居月藏经 岁归新净土 曾任两者提点行御 有阳提行之称 十一天台山白连寺 诗世真贤 理智者之塔 晚年专世敬业 曾画藏六 阿弥陀佛向礼拜观想 临终时赶佛来迎 端坐儿式 享年七十 这有试试别集 辅道集等 续传灯路卷八 世门正统卷七 净土圣贤路卷七 批五千四百八十九 杨慧之唐代雕塑家 开元七百一十三 七百四十一 初年 与吴道玄共同学化 而道玄生光独显 碎粉笔埋艳 专世素作 数年之间 名汉天下 独步古经 首创碧宿之法 坐山水云树之状 仅务逼真 是称雕塑圣首 昆山会聚四天王像 用纸宝圣四罗汉像 君其所作 靖人又于四川 云南等处发现其作品 无不精妙绝伦 超迈百世 曾者速决一卷 今已失传 画纪狼牙带最边卷十八 批五千四百八十九 杨慧南 一千九百四十三 台湾台中人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 常讲佛学于各大专佛学社团 佛学院 现任台湾大学副教授 曾主编中国佛教杂志 这有佛教思想心论 当代学人谈佛教等 并常有论述发表于各佛教刊物 批五千四百八十九 杨毅九百七十四 一千零二十 北宋浦臣 福建建欧人 自大年 少时以文章名士 太宗长照入面士 叹未神童 真宗时 历任汉林学士 侍郎 修传等官 持身清正 不畏权士 初步之佛 学士理为免 以宗门士相策发 遂生生性 后礼入周广会禅师德法 每亦护法门 多者弘历 一时学佛士夫推卫领袖 又屡奉照命编制大藏目录 校堪景德传登录 于亦经愿认论文一职 天玺四年有集 书记以李尊序而事 享年四十七 四号文 有文集行事 武登会员卷十二 居士船卷二十 宋史卷三零五 批五千四百八十九 养脸真家 元代森 蒙古人 士祖时 江南出平 任士教总统 于智元二十九年 一千两百九十二 与喇玛森桑哥勾结 挖掘故照宋帝王 诸侯请邻一百余所 又吕逼诸四僧尼 以求敬奉 美用行则 有致死者 又受人攻陷美女 纯九等 摧残江南佛教集圣 原始卷二零二 批五千四百九十 杨洪飞 一千九百一十八 江苏南通人 自幼孝涕 十二岁 岂如素学佛 二十岁 识词清授具足戒 法号原名 常清至于应光 太虚等大德 先后历任厦门闽南佛学院讲师 常州天宁佛学院教务主任 台湾佛教会洪法委员等职 首创静安佛学院 学森杂志 来台后创办人生杂志 曾在台北万华法华寺 基隆大爵寺等处洪法部教 大陆初沦陷时 与慈航法师从事 抢救森宝之活动 以救助大陆来台之森旅 三十四岁时 东渡日本 于大镇 龙谷两大学先后 独闭硕士 博士课程 后县居士生 创办大阪中文学院 产阳中华语言 文化之外 并服务于乔校 乔社 且兼任京都同志社 大学文学部讲师 业余又努力于中国佛教文化之宣扬 曾因聘位修订中华大藏经会之日本总代理人 此外 对我国留日学生一圣照福 在研究方面 于禅宗合则神会之思想 用力颇深 作品除人生的真谛 人人必读的原生论二书在台出版外 另有勇家震道歌的年代及其作者等论文散见中 日各刊物 P5490 人家山 人家 泛名LAK 巴黎明同 右座家山 家山 人家山 意义难往山 可谓山 显觉山 相传此山乃佛陀宣讲 人家经之处 据入人家经卷 意请佛品所在 此山系由种种宝信所成 珠宝尖措 光明鹤岩 犹如百千日共照耀金山 山中有无量花园香树 微风吹拂 枝叶摇曳 百千妙香一时流布 百千妙音一时巨发 众言区区 处处仙境 无数众宝共成灵堂 堪枯 内外明彻 不能复现日月之光辉 此山乃古席诸先贤 甚得道入化之处 另据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 意所在 此山位于南海之兵 慧愿应亦卷下一位 其位于南天竹南界之海岸 大唐溪玉记卷十一 宇旭高森船 卷四军位 人家山系位于 西兰之山名 巴历文大使 Mah VASA 则已人家位西兰之别名 然现代学者大多反对此一说法 新华严经卷六十二 华严经书卷五十六 悬应应亦卷七 东南印度诸国研究 P5490 人家阿拔多罗宝经 请参阅 请参阅人家经 人家岛 泛名LAK P5490 即位于印度半岛南端之西兰岛 即金斯里兰卡 又称狮子州 直狮子国 或称森加罗 宝主 东近法显自印度归国图中层礼拜该岛各地灵基 或为佛陀常于此说人家经 故该岛有人家岛之称 大唐西玉记卷十一 大五一 九三四上 国东南于有家山 严谷幽郡 神鬼有舍 在习如来于此说家经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 参阅 西兰佛教 六千三百二十七 批五千四百九十一 人家师资写卷祭 请参阅人家师资写 人家师资写 全眼 常代敬绝集于锦隆二年 七百零八 请 又称人家师资写卷祭 收于大阵葬第八十五册 本书记述人家经八代相承传持之经过 我国禅宗初期 原有南北宗之分 而二宗所传之传承史皆以其本宗之传承为正统 本书即为正在北宗立场所传述之初期禅宗传承史 由于初期宗师之传法特众 人家经名为人家师资写 本书内容次序如下 1. 人家经之义者求纳拔陀罗 2. 普提达摩 3. 慧可 4. 僧灿 5. 道性 6. 红忍 7. 神秀 6. 玄泽 6. 兰 6. 阿 6. 普济 6. 静贤 7. 义符 7. 慧符 8. 等八代传承 以上军属北宗禅系统 本书未出其禅宗史研究之基础资料 内容不仅未传记 更包含许禅宗 思想 如求纳拔陀罗传中有 4种安心 6. 之说 于僧灿传中有 1及1切 知华言思想 6. 于信传中有 7. 及心及佛 1行三昧 7. 手一不移 7. 之说 此外并蓄及坐禅功夫 本书于温皇八县后 对研究北宗禅有极速之发展 此外 本书另一特色 及对于红日复法 7. 仪式 7. 与一般所习知者 7. 及 7. 谭经 7. 等南宗禅所传者 8. 大义 8. 本书为 7. 红忍门下有十大弟子 8. 及神秀 7. 至身 7. 会藏 7. 玄约 8. 老安 8. 法如 7. 会能 7. 至德 8. 义方 8. 原则 8. 其中以神秀 8. 选择 2人最为红忍所重视 8. 至于会能 8. 之地位 8. 并无突出之处 8. 本书原本现存于 8. 伦敦大英博物馆与 8. 巴黎国民图书馆 8. 历代法宝记 8. 明沙于运解说 8. 批5491 8. 伦家经 8. 泛名 8. 赛RAS 8. 凡四卷 8. 全称伦家 8. 阿拔多罗宝经 8. 刘宋求纳巴陀罗义 8. 四百四十三 8. 收于大阵藏第十六册 8. 伦家 8. 山明 8. 阿拔多罗 8. 入之义 8. 亦为佛陀入此山 9. 所说之宝经 9. 为法乡宗 9. 所依六经之义 9. 本经宣说 9. 世界万有皆 9. 由心所造 9. 无人认识 9. 作用之对象 9. 不在外界 9. 而在内心 9. 细节 9. 何如来藏思想 9. 与维时 9. 阿赖耶什思想 9. 为代表印度后期 9. 大乘佛教思想 9. 之经典 9. 其成立年代 9. 约于西元 9. 四百年前后 9. 全经一再强调 9. 迷的根源 9. 乃在于 9. 无始以来 9. 之习气 9. 即未能了 9. 之诸法 9. 乃自心 9. 之显现 9. 故若能彻 9. 彻物意识 9. 之本性 9. 舍离能取 9. 所取之对立 9. 则可争于 9. 磨所分别之世界 9. 本经现存之范本系 9. 尼泊尔所传 9. 日本学者南条文雄 9. 何口慧海等人 9. 于1923年 9. 将之教证出版 9. 汉译本有三种 9. 接收于大正葬第十六册 1. 即求纳巴陀罗之译本 9. 又称四卷伦家经 9. 宋义伦家经 9. 二 北魏之菩提流之译 9. 五百一十三 9. 知入伦家经 10卷 9. 又称十卷伦家经 9. 未义伦家经 9. 三 唐代时差南陀义 9. 七百 9. 七百零四 9. 知大臣入伦家经 9. 七卷 9. 又称七卷伦家经 9. 唐义伦家经 9. 于三种汉义本中 9. 四卷伦家经 9. 为菩提达摩所付主 9. 会可者 9. 故古莱特为禅宗所重 9. 继续高僧传法充传载 9. 四卷伦家之讲述 9. 可分为二之 9. 亦为僧灿以下诸师 9. 依南天竹亦成宗讲述之 9. 亦为谈谦等诸师 9. 依涉大臣论而讲述之 9. 然于南北朝时代 9. 本经上未有普遍之研究 9. 至唐代 9. 则随禅宗之发展 9. 本经亦随之备受重视 9. 于当时有所谓 9. 仁家师 9. 仁家宗 9. 之出现 9. 令自选择之 9. 仁家人法治 9. 静觉之 9. 仁家师资计 10. 等书之传述 10. 亦可窥见 10. 当年以本经 10. 作为传池依据之风气 10. 直至神会等人提出 10. 以盘若主义取代 10. 仁家之主张 10. 使见产生重视 10. 金刚经之风潮 11. 除汉译本外 11. 另有西藏译本与日译本 11. 藏译本有二种 11. 第一种 11. 与梵文原典完全一致 11. 第二种则为 11. 汉译本之重义本 11. 本经之著书极多 11. 较重要者有入 11. 仁家经书五卷 11. 菩提流之 11. 仁家经书七卷 11. 新罗元晓 11. 仁家经书六卷 11. 隋代弹迁 11. 仁家经著五卷 11. 唐代智言 11. 入仁家心玄意义卷 11. 法藏 11. 等 11. 及西藏大藏经中之 11. 晋入仁家经著 14. 范瑞雀芬芮 11. 驶尹ers会元之大臣 一彰则为 11. 本经之重要研究论aupt 12. 本经采用 11. 甚多佛教诸学派之学说 12. 并从 12. 诸派之学说 15. 来叙述宗教上之体验 15. 其与佛教思想有 Aj 关联且差畏重要者 12. 为 则如来藏与阿赖耶实思想,而为后世大臣其信论思想之先驱。 二,将禅分为于夫所行禅,观察一禅,攀缘如禅,如来禅等四种。 此为禅宗史上颇值得注意之资料。 三,对后期之为时学说,由以护法之为时,影响甚大。 历代三宝纪卷九,大唐西玉纪卷十一,开元世教禄卷四,卷五,卷六,卷九,批五千四百九十一。 人家玄纪,为世尊在人家山玄纪如来入灭后,南天主有大德比丘,明龙树,宣说大臣无上之法,出正欢喜的,应往生安乐国。 此说出于为义人家经卷九,唐义人家经卷六。 为义人家经卷九,大一六,五六九上,我城内正志,望绝非境界,如来灭世后,谁持为我说。 如来灭度后,未来当有人,大会辱地听,有人持我法,于南大国中,有大德比丘,明龙树菩萨,能破有无间,为人说我成,大臣无上法,正得欢喜的,往生安乐国。 批五千四百九十三。 能言会,禅灵古法,于下安居节至终,为其服除魔,遂涉能言谈。 自英历四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每日于佛殿及众僧送能言咒。 据赤修百丈清规卷七能言会条载,能言会乃其保安居,四月十三日起见,至七月十三日圆满。 南宋之真些清了在补陀山,于下中卫并森作谱回向文儿宋咒,即为能言会之时。 于能言会上,大众作为之徒,称能言徒。 禅灵备用清规卷三能言会,批五千四百九十三。 能言经,凡十卷。 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守能言经之略称。 又称大佛顶守能言经,大佛顶经。 唐代中天竹沙门班拉密地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守能言为佛所得三昧、三摩提、知名,万行之总称。 本经阐明,根成同源,复托无二,之理,并解说三摩提之法与菩萨之皆次。 其内容出述阿南至外地托行起,遭受摩登家女之诱惑,即将破解。 佛陀之阿南被淫术所困,遂派遣文书施利以神咒护持之。 待阿南返回住所后,摩登家女一尾随而至。 此时佛陀即为此女开释,而使之出家学道。 本经最著名者为卷五之二十五元通法门。 其中第二十四叙说大事至菩萨念佛元通,此段常被净土宗所引用。 伦延经乃是开释修禅,耳根元通,五蕴魔镜等禅法要易之经典,而易于揪摩罗时所易之,守伦延三魅经。 其美卷之卷守君载名,大一九,一零六中,一名中印度纳兰陀大道场经,于贯顶部露出别形,卷一并云。 大一九,一零六中,大唐神龙元年龙即以四五月即卯朔二十三日新丑,中天竹沙门班拉密帝于广州至指道场易出。 菩萨界弟子前证建大夫痛中书门下平章是清和房荣比寿,乌常国沙门弥迦世家一语。 为法乡宗诸师君以本经为伪经,且近代学者兼对此经义婆有真伪之证,以此经不载于唐、宋、元、明寺大藏之故。 而据开元世教陆卷九载,当时极有大佛鼎如来密音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轮严经十卷。 另于宋史一文志,亦有,首轮严经十卷,之记载。 本经之注书极多,较重要者有义书注经二十卷,子玄,义书是要抄六卷,怀远,义海三十卷,贤辉,玄义二卷,智序,摸象记一卷,诸红。 大乘三论大义超卷三,大唐内典路卷三,真元心定世教目路卷十四,禅灵象气间经路门,批五千四百九十三。 人言头,人言会终举唱圣号,续影,人言咒之之称。 通常则请因声抗足加美者人之。 赤修百丈轻规卷七人言会条,大四八,一一五一中,为那先其则有应声者为人言头,又曰,大四八,一一五一下,白佛宣书必,人言头唱人言,众和必,人作梵音,唱念经手续隐蔽,方举咒。 咒必,唱摩喝,众和必,为那回响。 禅灵象气间职位门,批五千四百九十四。 传仪,日本佛教用语。 即举行大法会时,与本堂周围之传侧行道之仪式。 盖通常之法会,为于内政或本堂内行道,而大法会时,应参与者众,且仪式庄严,故特行此事。 批五千四百九十四。 于灵窟,位于甘肃安西县西南七十五公里,于灵河两岸之崖壁上。 俗称万佛侠,为敦煌墨高窟一数之分之,现存十窟四十一,分布于东,三十窟,西,十一窟,两崖上。 开凿年代宛于墨高窟,约当北朝之计。 现存以五代即送出十窟位最多,约占一半以上。 十窟内之遗物以壁画为主,第二十五号窟之西方净土变相及弥勒变相由魏精美。 批五千四百九十四。 叶、范与Karman,巴黎与Kama。 因意做结膜。 为造作之意。 意为行为、所作、行动、作用、意志等身心活动,或单由意志所引申之身心生活。 若与因果关系结合,则只由过去行为延续下来所形成之力量。 此外,业、意含有行为上善恶苦乐等因果报应思想,即前世、今世、来世等轮回思想。 本为印度自古以来所流行之思想,佛教及采用紫衣观念,作为人类朝向未来努力之根据,其于佛学中之含义与借说分数如下。 一般而言,业分身、语、语等三业,小陈述切有。 不更进一步解释为,内心欲行某事之意志称为意液,以身体之行动与言语表现其意志者,即是深业、语业、口。 此外,业又分为,丝业旨意之活动,丝业与与丝业中以付诸行动者,与此,丝业同于意液,丝业同于生与二业。 对三业作用之本体,业铁性,一切有不等诸派任意,业属于心法、意志,而身与业如于色法、物质,大乘佛教与精量不择主张所有诸业尽属于心之活动。 若论佛教之基本立场,理应才有者无仪。 一切有不又主张,四中之身业、语业、物质之本体,可分表、作、教、与无表、无作、无教、二种,称为表业。 能表现外并他人者,称为表业,无是与他人者,则称无表业。 无表业又作无表色,其本体为色法之一种,起于强烈之善,恶业但千具善。 真表业,与表业即定三种性质。 无表业共分三种,即,律仪,由戒,定所起之具为善,不律仪,由习惯性所起之恶具有强烈之决断语。 与非律仪,非不律,即,一无中无表,随时应善,而起。 等三无表。 律仪无表在舍戒或出定之间得以持续,其他二无表若非欲特殊障碍,则将持身。 在此等无表之中,善无表有之之作用,恶无表有反之作用,人类后天之性格即因此而形成者。 生与二业各有表业,无表业,再加以一业,合成五业。 若赞恶之恶,即,后必正相应,之苦乐报,以守。 以有业因,故招感业果,非善非恶之无忌业则无招果之力。 关于业因与业果之关系,一切有不知看法如下,业乃涉及三世时有者,现在之业能成为千以未来果报之决定因,取果,另一方面,业从过去与果以强烈之作用力,而招感现在之果报,与果。 与此,经养不主张,业乃瞬间消业者,但其业已将招感果报之指指指指于心时,再由此种子引申果报。 此种种子思想颇类于一切有不知无表业说。 业有种种分类,但整体而言,无人一生之果报完全由业来引导, 颈业、牵引业、总报业、影音,具有强烈作用力,可支配无人生于人界、畜生界或其他界等。 至若形成人界等个体在株根、形量、色力庄严等各个不同之区别,则有满业、圆满业、别报业来引。 引业之果报称总报,满业之果报称别报,以上二业和称总别二业。 副次,一切有不主张,亦引业生回,更在其上由众多之满业来完成人生, 故多业引一生或一业引多生,乃绝对不可能发生者。 同时,业有共业,不共业两种。 前者只共通之果报,如山和大地、气世间、无数之生物等, 而有关各个生物之身体,或各个生物特有之果报,则属不业。 所谓三性业系指,因善心而起之善业,安稳业,因恶心而起之不善业,恶业,不安稳业,以及因无忌心所起之无忌业。 恶业为该伐之业,故称伐业,或伐,而有生,口,亦三伐业之称,三伐。 中阿含经卷三十二说生口三业中,以一业为众,此可显示佛教以动机论为主之观点, 反之,其那教为生伐为三伐之罪,此乃限于结果论之偏颇。 此外,经过生思熟虑才决断之造业,称作故思业,故作业,反之,由非故知错误所造成者,称作不故思业,不故作业。 无忌业与不故思业皆不隐身果报。 在故思业中,积极,强猛之业,称作增长业,而消极,微弱之故思业,则与不故思业合称不增长业。 逐渐增强其事之业,称作增上业,增长业,反之则称造作业。 又欲借众生所造之恶业,能招感眼耳鼻舌生五时受苦报,故此种业称身受业,至如色借,出禅天除外,无色借众生所造之善业,以第六意识能受乐报,故称心受业。 以上两者,何称二受业? 负赋,苦受,乐受,舍受,不苦不乐受,等国报,细分别由欲借之恶业,欲借乃至色借第三禅天之善业,色借第四禅天以上的善业之作用所致,故以上诸业依序称为顺苦受业,顺乐受业,顺不苦不乐受业,合称三受业。 同时,欲借众生所造之善业能带来幸福,又称福业,所造之恶业将导致不幸,故称非福业。 色借,无色借众生所造之善业,依其禅定之种类,所招感之果报决定不动,故意称不动业。 福业,非福业,不动业等三者,合称三业,或三行。 再者,恶业又做黑业,善业又做白业,以此配合好坏来说明。 欲借之不善业,其性质不善,一手果不佳,故称黑黑一手业,色借,无色借之善业,其性质为善,一手果佳,故称白白一手业。 至于欲借之善业,其性质与一手果佳皆黑白相杂,故称黑白黑白一手业。 但永断烦恼之无漏业,其性质已超越相对性之黑白,且一手不招果报,故称非黑非白无一手业。 以上何称四业? 在四业之中,前三者属有漏业,须至最后之无漏业方能完全断除。 此外,因产而起至业,称蛆业,因田而起至业,称慧业,因贪而起至业,称慧业,因贪而起至业,称卓业。 又八顺道之第四支为正业,斜业为其相反逸。 随受报时间之持素,业又可分为四类。 即,于现在作业现身受报者,称为顺献业,顺献法受业,于现身作业来身受报者,称为顺身业,顺次身受业,至第三身以后使报者,称为顺后。 顺后业,顺后次受业。 以上三十业之受报有特定之时期,故意称定业,不确定何时才受报者,称为不定业,顺不定受业。 不定业依其果报内容,定或不定,又有二种不同,确定果报而不确定何时受报者,称为一手定时不定,果报与受报时间均不确定者,称为一手时具不定。 三十业业与不定二业合称五业。 副次,三十业又各分时定一手定,时定一手不定,既有六种,与上纪之二不定业,合称八业。 业所作用之依据,或有情招感苦乐果报之通路,称作业道,根本业道,此有十善业道与十恶业道。 对此,一切有不与精量不,大成为十宗等,所说略有不同。 业未产生果报,一手,知音,故又称业音,或音业。 由业所报之果,称作业果,业报。 另一方面,业因,亦指其业之原因,如烦恼等,因业,则兼聚音与业,主音与助缘,两层意义。 牵引业果之力,称为业力。 由业而感苦之果报,称为业苦,又并举业与其苦之果报,亦称业苦。 恶业与烦恼,并称业结,业恼。 恶业所生之障碍,称作业障,业泪。 由业可遭感报应,故意称业感。 过去是所造之业,称作素业,或前业。 素业所报之寿命,称业寿,业寿。 因素业而无法避免之重病,称作业病。 素业所引起之灾恶,称业恶。 业能引生果报之道理,亦如天道之必然,称为业天。 又以业之如影随身,故意称业影。 业能将众生细附于弥界,故作业细,业,业,业父,业神。 业亦如网,照人于弥界,故称业网。 恶业有如尘垢,能污及人生,故作业垢,业尘。 赋次,恶业之作用有人欲为火、魔、贼,故称业火、业魔、石魔之一、业贼等。 地狱里,逐照众生善恶业之境,或称、记录布等,分别称为业境、业称、业部。 恶业之力如风之强猛,故有业风之称。 或未由恶业能招猛凤,如地狱等,故作业风。 由素业所获得之神通力,称业通、暴通。 能招感无间地狱、果报、之业,称为无间业。 细父有情众生于欲界等三界之业,称为三界细业。 烦恼能起业,另有情生于各种世界,即润身,此种招感未来生之业,即称润业、润身业。 此外,自己所造之业,必须由自己来承受其果报,称作自业自得。 又于十二元起中之地时之,有,后世,阿皮达摩以之为,业,之义,故有,业有,之称。 令聚观无量寿经所在,师,戒,行三福系往生净土之正因,故有净业,清净业,之称。 一般所谓念佛愿求往生净土之行法,即称为净业。 杂阿含经卷十三,卷三十七,卷四十九,中阿含经卷三,卷五十八,长阿含经卷十一,本时经卷一正法念处经卷三十四,为时论同学超卷一之八, 佛法概论第七章,应顺,成佛之道五圣共法章,三圣共法章,应顺,佛学经全上策第二章,张成基,原始佛教思想论第二篇第四章,木村太贤者,欧阳汉存义,小成佛教思想论第五篇第五章, 木村太贤者,眼培义,参阅,夜道,五千五百零二,批五千四百九十四。 业力,善恶之业有生起苦乐果之利用,称为业力。 一切苦乐之果皆因业力所致,故通常有,业力不可思议,之与。 有不疲奈耶卷四十六,大二三,八七九上,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迁。 果报成熟时,求必终难拖。 参阅,夜,五千四百九十四,批五千四百九十七。 夜火,恶夜害身僻如火。 又只受到恶夜果报之罪人在地狱中所受之烈火。 观经等明班周三昧行道往深赞,大四七,四五二下,四门四道罪人入,门开夜火出来迎,铁之燕燕流梅兮,处处燕炎同时起。 大佛顶首轮严经卷八,批五千四百九十八。 夜田,夜能生苦乐之果,顾辟之为甜,称夜田。 八十华严经卷三十八,大一零,二零四中,六趣寿生各差别,夜田爱润无名副,批五千四百九十八。 夜阴,泛语karma,hechoo。 有二义,一,夜即阴,以夜未招感未来果报之音。 又作阴夜。 成为十论数计卷八本,大四三,五二一中,夜,苦本故,为是阴夜。 二,夜之阴,能令夜生长之阴。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十七,大一二,五八五中,夜阴者,即无名,处。 阴无名,处,众生求有。 求有阴缘,即是爱也。 爱阴缘故,造作生,口,意也。 此系字十二因缘以事业因之矣。 又据于家师的论卷八载,恶业之因有十二种,列举如下,一,贪,二,甜,三,吃。 以上三者均属不善根。 四,由自立所造者,五,由他立所造者,六,由于受国王诸侯等强权者所驱破, 七,爱为己物而生贪欲,八,由所不为故造杀等业,九,恐受伤害故行杀等业,十,为戏乐之故而行杀等事,十一,以杀身为正法而行杀等事,十二,剥无因果而行杀等事。 此外,善业之因,即三善根等一切反恶业之因均属之。 于家论略转卷三,于家论略转记卷二下,据舍论光记卷十九,参阅,夜,五千四百九十四,批五千四百九十八。 夜市成半,又作业到成半。 净土教以凡以决定往生之因者,称为夜市成半。 略称夜城,根据谈鸾之往生论著所在,观无量寿经下品下生所说之十念,并非言行仁须念佛十身,乃是就夜市成半而言者。 对此,道错主张,十念往生,说,善导则认为不论十身或一身均能往生净土。 日本净土真宗之七祖元空即根据善导之解释,认为一念一无上,十念十无上,不论一念,多念均可夜城,然其门徒有主张一念夜城,一念信心或一身称明,均可夜城,多念夜城, 由多深念佛使可成佛,十念夜城,平深夜城,日常即可夜城,临终夜城等之说法。 安乐即卷上,往生理赞思即卷上,往生论注即卷三,选择本愿念佛即,P5498。 夜寿,寿,止寿。 又作夜寿,为依仙夜所感之寿命,即依素是夜阴而定之寿命,P5498。 夜果,夜,止善恶夜,果,即由夜所感人,天,鬼,处等之果报。 又作夜报。 由夜而报果,此乃自然之法理,称为夜果法然。 此外,夜与果乃彼此相接相续者,夜未因,果未报,因果皆续,无穷无止。 大佛顶首人严经卷四,大一九,一二零中,为沙,道,迎三未根本,已是因缘,夜果相续。 参阅,夜报,五千五百,P5498。 夜波罗蜜菩萨,夜波罗蜜,泛名Karma,Phajra,应亦作结魔日理,结魔法哲理。 又作结魔波罗蜜菩萨。 为蜜教金刚界三十七尊之一,四波罗蜜菩萨之一。 位于大日如来之北方。 秘号庙用金刚,作业金刚。 种子,形象等随各会而不同。 于成生会中,种子为,A,其形象,生成青色,左手持莲花,莲上有妾,右手直结魔处。 三昧也行为妾上结魔处。 盖此尊系北方不空成就如来以结魔事业之德,为供养大日如来而生出之菩萨。 金刚鼎卷二,金刚鼎于加略出念诵金卷二,P5499。 夜够,止醉夜与烦恼。 又作醉够,夜沉够,烦恼之音,烦恼者,其音不尽而心忍污,故称够。 又夜知性不尽,辟之于沉够,故称夜够。 金光明经文句记卷三下,大三九,一二零上,夜够者,夜明动作,烦恼心动,沉于够染,一门脑从。 黄素叶深,故名夜够。 P5499。 夜苦,为由作恶业所感之苦果。 或为由作善恶之夜而苦乐之果者,通称为。 盖依夜而之恶果,通称为苦。 静心借观法卷上,大四五,八二零上,解义不就夜苦,如一一戒,如说修行,此外,夜苦亦词意味,夜,雨,所朝感之苦,两者之恩。 P5499。 夜风,泛语,Karma,Fiu。 以风比喻夜,为众生因善恶业力而漂流生死海中,犹如风吹枯叶或风吹传播。 入人家经卷九,大一六,五六九上,烟长四大,如诸果成熟,成为石论卷四,大三一二零中,阿赖耶时,夜风所飘,便一如根。 横相续转,大乘一张卷七,大四四六零上,便利如风。 善夜风故,吹诸众生好处受乐,恶夜风故,吹诸众生恶处受苦。 班周赞,大四七,四五二中,夜爱吃神父仁颂,忠略,随夜风吹落苦中,P5499。 夜病,又作夜障病。 只由素夜所感知疾病。 因素习之恶业而感恶极,违困于床,苦楚万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此乃罪过之所招,殃救之所隐,非要时所能治愈。 为虚忏悔业障,读诵书写经典,供养赞叹诸佛菩萨,不施法界众生,以其功德消夜除病。 灌顶经典卷十,卷十二,杂谈及卷七,无助,P5499。 夜处,饭与Karma,巴黎与Karma,又作行处。 即夜止住之所。 为成就禅定之基础,或修习禅定之对象。 此系难传佛教重要教义之一。 休息禅定时,必须选择适应自己性智之观想方法与对象,比使禅定发挥效果。 此种观想之方法,因缘,对象及事业处。 清静道论有四十页处之说,即,一,十变处,指的变,水变,火变,风变,轻变,黄变,赤变,白变,光明变,限定虚空变。 二,十不敬,指膨胀相,轻淤相,浓烂相,断坏相,食残相,散乱相,斩酌离散相,写图相,虫聚相,海骨相。 三,十随念,指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死随念,身至念,安般念,即止随念。 四,四泛柱,指词,悲,喜,舍。 五,四无色,指空无边处,食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 六,十艳想。 七,四界差别。 上述七项总共为四十页处。 有关无量寿经所说之清净业处,一般解释为,以清净业所感得之处所,净土,之意,而视之为净土之意名,然其原语Karma,STHNA并无,以业所感得之处所,之意,且此语意不解释为食不净等之不净观,而应解释为有关佛与净土之清,而是以清净业所感得之处所,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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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净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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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夜通,未由素夜而成就之通力 又做暴通 五种通力之一 即神境、天眼、天耳、宿命等四通中 由夜而成就之通力 于一切通力之中 夜通之力最为素极 据舍论卷九 大二九、四六上 一切通中,夜通最极 灵虚自在,是未通矣 通由夜的,名为夜通 此通是用素,故名吉 中有巨的最极夜通 上至世尊,无能遮议 以夜势力最强胜故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 巨舍论卷二十七 巨舍论光记卷九 卷二十七 批五千五百 夜书 请参阅四分绿山补随机结魔书 夜报 夜语报并称 意为夜之报应或夜之果报 为由生口意之善恶 夜因所必招感之苦乐果报 或至夜因与果报 又作夜果 此为佛教之重要基本观念 据诚识论卷七载 夜报有善,不善,无计三种 善的爱报,不善的不爱报 无计则不报 此即佛教所主张之必然夜报法则 与此法则中 夜不但未受生因缘 万物亦从夜因生 盖于夜与一首 等流,离戏,适用 增上等五种果之关系中 有漏之善,不善有一首 等流之诸果 无忌及无漏之夜 则唯有等流,离戏等果 而无一首果 又其中为有漏之善 不善业所招之一首果 称谓夜报 大宝基金卷九十六 大一一五四二中 言罗常告比罪人 无有少罪我能加 辱自作罪今自来 夜报自朝无待者 诚识论卷八之三受报业品 大三二二九八上 善业得乐报 不善业的苦报 不动业的不苦不乐报 于夜报之中 决定个人贫富 受邀 命运之夜 称为满业 决定人之共性与共同物质 生活条件之夜 称为饮业 又如受身为人 处等果报之总相 称为总报 如虽同受身为人 然有贵贱 至于美丑等差别 则称为别报 又果报之主体 即友情之身心 称为正报 友情所依之国土 石器等 称为依报 又国土 山河等为多人 所共同受用之国报 系由贡业所招感 故称贡报 具体说明此一内容者 为十二因缘与五道 或六道 轮回 中阿含经卷三 卷十四 卷三十四 战查善恶 夜报经卷上 杂阿皮弹心论 卷一大皮婆沙论 卷一二四 卷一二五 参阅 夜 五千四百九十四 P五千五百 夜报差别经 请参阅佛为首家长者说 夜报差别经 夜感 为苦乐等一切果报 非存乎偶然 系由善恶之夜力 所感而来 故称夜感 即由善恶之夜因 感苦乐之果报 据舍论卷十一 卷十三 顺正理论卷五 卷三十三 P五千五百零一 夜感缘起 未缘起论之一 为世间一切现象 与有情之生死流转 皆由众生之夜因 所生起者 小陈珠宗派皆持此说 由已说一切有不未然 有情众生之果报 有正报与一报之别 正报中有美丑 至于等珠种差别 一报中有山川 草木等差别 此等果报之苦 艳乐爱 千态万状 一一皆由夜力之所感 有情众生已生 与 亦 日夜造作 所行善恶 诸事虽于刹那间即幻灭 然所造之夜 必于现世或来世 招感相应之结果 即因各类夜力之复杂关系 遂形成此世界千差万别之现象 解释此等差别世界之一切现象 即十二缘起 小陈珠不立之为夜感缘起说 其后 主张为十之珠宗更进而立 赖耶缘起之说 并以阿赖耶十为夜感缘起之根本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三 巨舍论卷十三 顺正理论卷二十七 参阅 十二因缘 三百三十七 夜 五千四百九十四 P五千五百零一 业瑜伽 泛名Karma Yoga 全一卷 印度近代宗教改革家 哲学家维维卡南达 Swami Vivek Nanda 1863 1902 转 南达晨习奇施罗摩克利虚纳 R.Makay Paromaha essay 有关世界宗教之思想 主张世上任何宗教皆蕴含真 善知真理 故各宗教应相互包容 又人类灵魂本极清净 罪业观念对人性实属貌毒 故极力反对之 本书内容共分八项 一 夜对人性之影响 二 自一己之立场而言 个体生命之存在 具有绝对之重要性 三 行为之秘密 四 义务之意义 五 人应自住 而非呆世界之主 六 远离执着 使是完全解脱 七 自由 八 业余加之理想等 南达特众实践伦理之阐释 此实践伦理一级 薄加范歌 之宗旨 并未无人若能不执着因果报应 而专制于本物之实践 即可与神融合 本书提供了人应实践之行为规范 为近代印度教实践哲学体系之主干 Advaita Ashrama Kalcutta Karma Yoga P5501 夜道 饭与Karma MRGA 夜作用之场所 所行之意 或至有情众生苦乐果报 一手 知通路 能通之意 一般分十善夜道与十恶夜道两类 小陈说一切有不已 所行之意 来解释夜道 认为十善 十恶之中 属于生 与二夜者 各有七种 其本身即为夜 以其为思夜 意志 意夜 作用之场所 故称夜道 父次 意义有善恶各三种 即无贪 无甜 正见 贪 甜 邪见 或吃 其本身虽不属于夜 然此三种产生时 思夜 即以此为场所而有作用 故意为夜道 尽量不与大臣为时 宗认为时夜道皆为夜 统称为夜道 盖夜道以 思 分为动发圣思 审律思 决定思 为其体 其中 动发圣思 乃动发生 与等形为 前期夜道 的现行之思 明之为夜 其夜复成为审律思 与决定思 作用之场所 故为夜 意为夜道 又如此 以现行之思为因 所熏习之思的种子 意为夜道 此外 贪 甜 吃三者本身即为夜 而三者之间 由贪生甜 由甜生吃 前者能够成为后者之道 或辗转互为道 如此能成为轮回六道之通路 故意称夜道 此一论点 即以所行 能通二种意义来解释夜道 然而此夜道 完成夜之经过可分加行 预备之行为 根本 完成行为 后起 完成后之从属行为 等三阶段 其中 根本 即称 根本夜道 巨蛇论 据蛇论卷十七 阿皮达摩发制 论卷十一 成为十论卷 遗余加师的论卷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参月 十善十恶 四百六十八 夜 五千四百九十四 批五千五百零二 夜道明止 明止 幽明界之神止 指一个字之夜 因而生成之诸鬼神 一记尊陀罗尼经载 大二零 四八六中 启白一切诸佛 般若菩萨金刚诸天等 即与一切夜道明止 批五千五百零二 夜种子 夜果之种子 明眼种子 之对称 又称夜习气 泛karma Vicene 亦熟习气 有知习气 有分薰种子 有寿静香种子 略称夜种 即第六十善恶丝业之种子 有助于其他雷列无际之种子 升起现行之功能 八十星星所法中 为第六十相应之丝心所造作善恶业 自薰丝种 然此丝种有二种功能 亦为自身丝心所知现行之功能 亦为助长其他雷列无际之种子 升起现行之功能 其中 自身现行之功能 者称为明眼种子 为现行丝心所知 轻音源之习气性故 助长其他之功能 者称为夜种子 对他果非轻音源故 第八十余三性中 未及列无际之实体 故能生之明眼种子 亦为雷列无际之种子 自己无力生果 夜种子 即资助第八无际之种子 决定其当来三也无趣之果 夜种子 虽与明眼种子 自同一体 然就自他而言 其用个别 故别立夜种 成为十论卷八 瑜伽师的论卷五 卷八 舍大恩论 卷二 无性 P5503 夜网 止善恶之夜 因网罗有定 止沉默 我于生死轮回中 故以网比喻之 世门规境 以卷上 大四五 八五九上 夜网 左居 暴增鬼路 P5503 夜账 法语 至夜几账 三账之一 四账之一 又作业类 为众生于生 口 亦所造作之恶 也能避障正道 故称业障 令北本盘经卷十一 大皮婆沙论卷一 一五 巨舍论卷十七等 为一切恶业中 以五无间业为业障 于一切恶业非为业障 无碍于少之行 修行 所谓五无间业 即 一 一 一 害母 二 害父 三 害阿罗汉 四 破合合森 五 恶心出佛身 八十华严经卷二 是主妙严品 大一灵 九上 若有众生一见佛 必使尽除诸业障 P5503 业元 二十四元之一 为善业未招恶果之因缘 恶业未招苦之因缘 一切友情皆由业元而生 为摩金方辩平 大一四 五三九中 是身如影 从业元献 法华 金卷玉品 大九 二下 生死所去 善恶业元 P5503 业细 为业利细父有情使不自在 又作业父业 业神 生 口 亦所造之善恶等业 如神所细父众生于三界之牢狱 故称业系 大臣其性论 大三二 五七八中 凡夫业系苦 例如界内的见死所发之恶业 必招感分断生死之果 又如界外之菩萨以原造无漏之业 而招感便亦生死之果 此皆由业利细父所致 P5503 业时 一位一根本无名之祸而始动本心者 即只有情流转之根本时 又作业香 犯Carmatilla K 也相识 五义之一 三系之一 据大臣其性论 一记卷中末之说 相当于阿里耶时中之字体分 大臣其性论 大三二 五七七中 义者名为夜时 为无名利不绝心动骨 入伦家经卷二 是磨喝眼论卷四 二又作随夜时 即愿夜而生之时 指十二之中之时之 瑜伽师的论卷九 观经书卷二 P5503 夜静 指照夜之静 又作静颇离静 静波离静 夜静轮 在幽明界 以此夜静 见照众生所造之善恶也 四分律形式超资 时计卷下三之四 大四零 四零六下 年三者 正五 九月 明界夜静 轮照南周 若有善恶 静中西线 大佛顶首轮严经 急驻卷八 世世六铁卷一 P5504 液体 又称液性 止液之字体 即能招引苦乐果报之一首因 各宗派说法不一 一 说一切有不以身 与二液之色法 及一液之思为液体 二 诚实论是液体为非色非心之法 三 大臣以 私心所 知现形及种子为液体 P5504 岁记 及丛林岁末之会计报告 据日僧元人之入堂求法寻礼行 祭卷一所在 元人于唐代开成三年 838 12月29日 至我国扬州开元寺所建 为众僧 参及食堂 礼佛上床座 有库司典作僧于仲前 独深岁内种种用图障 令仲文之 幼岁记原形于岁末 由住持审查各种不测 然现经丛林之会计报告 多每月举行一次 由住持召集禅堂班首 为那 知客 都监 监四等 于仗室行之 称为算账 高明寺仗室规约 P5504 殿主 知殿之以名 右座殿司 西序六投手之一 及司掌佛殿之花竹 及撒扫等式之之称 赤修百丈 清规卷上两序张 西序投手条 参阅 知殿 3463 P5504 殿堂 为佛寺中各重要巫语之总称 殿 系安奉佛菩萨像以公礼拜祈祷之处 堂 系公僧众说法行道之处 殿堂之名称即依据所安奉本尊及其用途而定 安置佛菩萨像者有大雄宝 大殿 毗卢殿 药师殿 弥勒殿 观音殿 维陀殿 金刚殿 迦兰殿等 安置以古籍法宝者 有设立殿 藏金楼 藏金楼 转轮增殿等 安置祖师相者 有开山堂 祖师堂 尹堂 罗汉堂等 工奖金集会集修道之用者 有法堂 禅堂 板堂 学界堂 颤堂 念佛堂 云水堂等 其他工日常生活 接待致用者 斋堂 食堂 客堂 请堂 方丈 茶堂 方丈印室 严寿堂 并僧良室 等 我国寺院主要殿堂 如佛殿 法堂 毗卢殿 天王殿 方丈等 一般建于寺院之南北中心线上 其余斋堂 禅堂 嘉兰殿 祖师堂 观音殿等 则作为配屋而建于正殿前后两侧 至于佛殿中佛像之安置 历代叠有变异 古代之资料已难查考 唐代留存之格式 据五台山佛光寺佛殿所设 主向凡五尊 每尊各有 也是五 六尊 中尊为释迦 左次主向为弥佛 右次主向为阿弥陀佛 及左主向为普贤 及右主向为观音 至宋代则有一佛四弟子 释迦 文书 普贤 嘉业 阿南 至宋代以后 教大佛殿长弓三恩 即所谓三佛同殿 此或以弥勒为中尊 释迦 弥陀位于左右 或以释迦为中尊 弥陀 弥勒于左右 又有意要师代替弥陀座于左位而成三尊 后弥勒岁令居于弥勒格或弥勒殿 宋 辽时代 佛殿亦有公五佛乃至七佛 元代据沙 多有前后二佛殿 前佛殿速三是佛 吉然登佛 释迦佛 弥勒佛 后佛殿速五至如来 明代佛殿由多速三是佛 明代以后 迦兰归至已有定式 故射向大抵一致 一般从灵佛向射三尊 中为释迦 左位要师 又为弥陀 或释迦 左位加业 又为阿难 要师 弥陀二佛已少见邪士 教小佛殿 仅奉释迦与二尊者 而至要师 弥陀于别殿 此外 有些著名佛寺大殿 亦有为公义佛 或亦佛二邪士 或专公义菩萨者 又佛殿两侧 后世多速十八罗汉之像 佛坛背后 通常摄观音像 手持阳之 静水平 立于普陀洛加山海之间 其四周则速华严经中 善采五十三参之人物 或法华经卷七谱门品中 旧八难之景象 四院中佛殿以外 各殿堂之设置约略如下 一天王殿 正面本尊位弥勒 左右分宿四大天王 弥勒背后设有手指宝处之为 陀佛菩萨以守护佛寺 二金刚殿 明代佛寺于山门内有金刚殿 素二密金刚立世相 称为二王 后即素于山门内 不令射殿 此二立世面貌雄伟 做愤怒香 手持金刚处分力左右 守护佛刹 三法堂 讲堂 为演说佛法归界集会之处 一般位于佛殿后面 法堂内应有佛像 于堂中设立高台 称为法座 法座后设福斯法背 经多设板平 或挂狮子图 以象征佛之说法 左中右骨 于上堂说法实名之 四禅堂 僧堂 云堂 禅僧昼夜于此行道 堂内设常连床 广丹 诗仪架以挂道具 中设一元堪 正中央奉圣僧相 于堂带 食堂及僧堂 后适于禅堂外令设食堂 于是食堂于东 禅堂于西 遂未从灵定逝 五 疲鲁阁 万佛楼 藏经阁 分上下二层设像 上供法 报 画三佛并设万佛之像 左右鬼至大藏经等 后设观音大事 下奉疲鲁遮纳如来 旁列十八印针罗汉 二十威德诸天 六 转轮藏殿 转藏殿 于收藏经藏之堂中心 设一大型旋转书架 内置经脏 旋转即可减除所需经卷 此系良代复兮 善会大事 所创 未不识字者或因他愿逼迫 而无暇阅读者 特赦方便 据信心者紧推之一渣 即可获得与看读经典 同等之功德 故转轮藏殿 接奉大事宝相于藏殿前 又列八大神将运转齐轮 称天龙八部 七 迦兰殿 土地堂 位于佛殿或法堂之东 供奉守护迦兰土地之神像 经一般多宫最初施造 纸元经舍制给孤独长者 指托太子及其父波斯逆王三相 八 祖师堂 位于佛殿或法堂之息 多奉达摩或该寺开山祖师 经一般佛寺祖堂 以达摩 会能为禅道之祖 马祖创丛林 百丈立清规 故多立达摩塑像于中 会能或马祖位左 百丈位右 三相并左 九 遇世 安置拔陀婆罗 善守 知相 十 相机厨 厨房 古代皆安置菩萨 传为红山大圣 相 自元代以后 则多奉大臣 井纳罗王菩萨相 齐齐监护 世门正统卷三塔庙制 潭州白露山林应禅寺大佛殿祭 杏周天宁四季 精灵范沙制卷三 卷十六 少林四至全唐文卷六七六 P5504 殿世 殿世 科举时代 天子亲自在宫殿试试 故称殿世 为我国任用官吏的试验方式 竟是知试业之一 依称此法 僧人学业 由朝廷检世者 亦称殿世 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三载 北宋开保二年 969 知长春节 天子召天下沙门殿世 经律论之一十条 权中者赐予子一 P5506 明波 清代灵纪宗森 身足年不祥 河北无亲人 俗姓郭 年七岁即被父母送往天仙庙出家 吉长 参方至天经 夜大伯行甘 一指三载 方蒙应可 岁节茅西山 十年始应众之请 开法海会 有语录行事 增定佛祖道 尹卷二 虚云 P5506 蒲光 袁戴森 又称蒲光 身足年不祥 山西大同仁 俗姓礼 中丰蒲应国师 七世之法孙 自玄辉 袁辉 浩雪安 雪窗 宫师画 山水学关童 墨竹学文童 聚成妙趣 为诗冲淡脆美 善针 行 草书 游宫大字 凡宫敬中之匾 而皆为其所书 赵梦跳常见之余朝 蒙峰招文管大学士 四号 玄武大师 画史会药 雪安罗汉画策拔 P5506 普洽 1346 1426 明代森 会积山英人 俗姓陆 未放翁之后 自南州 出家于普济寺寺 李雪亭为师 贯串经范 庞通如典 禅定之余 四例于此章 洪武 1368 1397 年中 赵魏森路司又讲经 类迁至左善事 背乌左迁 魏九父 魏又善事 仁宗吉魏 数被赵问 起居南京报恩寺养老 仁宗浅中 官护诵之 明轩得元年世纪 世寿八十一 这又宇宣吉 补叙高森船卷二十五 国朝献征路卷一一八 明人小传卷五 批五千五百零六 普婉 清代森 森族年不祥 昆山人 俗姓故 自南谷 世祖顺治 1644 一千六百六十一 初年 渐行入巅 屡经变乱 遂隐居前修 至康熙年间 德育广辈 四众归服 乃于昆明造法界 报国二四 剧图讲说 其学渊博 燕冠佛如 传有金刚金星印书 冷言金宝禁书等 复擅长诗书 有诗集 莫保传世 P5507 编世纪 凡四卷 清代园顶和空编 内容戏集录有关于南森俗之传记 亦有法原编 印画编 随师编 唐室编 后晋室编 澳洲室编 宋室编 元室编 仁室编 清室编 杂科编 补仪编 等十二编 总计二三人传 为云南森传中最下者 收载于云南从书子 布卷二十九 明记颠前佛教考 P5507 灭 一范语 法阿帕 祭灭之略称 吉夜盘之义 度脱真死 进入寂静无畏之境地 称为入灭 参阅 灭盘 四千一百四十九 寂灭 四千五百零五 二范语 云南森 灭尽之义 又祭灭相 无常 为自相之一 未有未知诸法 皆具有刹那间坏灭之性质 又有情之死 亦称为灭 参阅 无常五千一百零九 三半分 亦之义 因义作比奈耶 亦积律脏 皮尼脏 未经律论三藏之一 佛所致有关比丘 比丘尼之境界 参阅 皮耶 藏 三千八百五十 四四地之一 灭地 泛 Norea Sautia 之略称 参阅 四地 千八百四十 灭地 五千五百一十 P 五千五百零一 灭法制 泛语 Norea Dharma JNA 观三界之四地 而发的六星 八至八人 之一 即愿玉界之灭地 所得之无漏制 亦即照了玉界 灭地之解脱道制 参阅 见到 三千 P 五千五百零七 灭法制人 泛语 Norea Dharma JNA KNTI 观三界之四地 而发的十六星 八至八人 之一 即正的灭法制 之前卫 忍可其法理之无漏心 亦即照了玉界 灭地之无漸道制 参阅 漸道 三千 P 五千五百零七 灭度 泛语 Norea 巴黎语 Norea 为命中正果 灭障度苦 即涅槃 元祭 千化之乙 此为永灭因果 开绝正果 即永远灭境 分断 变异 等二生死 而杜托 欲 有 见 无名 等四 暴流 参阅 涅槃 四千一百四十九 P P 五千五百零七 灭香 四有未相之一 又作灭境 无常 未有未诸法于刹那之间坏灭而入于过去之相 又未真如三相之一 据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真如既灭 无分断 便亦二种之生死 称为灭相 法华经卷三药草玉品 大九 依九中 如来说法 亦相一味 所谓解脱相 离相 灭相 此外 有情之死 亦称为灭 据诚识论卷七 不相应行品之说 与有情之义 其相续上 任其身 助 义 灭之别 其死约灭 增益阿含经卷十二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八 入阿皮达摩论卷下 P五千五百零七 灭喜禅派 灭喜 泛名分 Carasite 又称皮尼多流之禅派 戏越南早期之禅宗派别 于六世纪请犹禅僧 皮尼多流之 五百九十四 所创 皮尼多流之位南天族人 于北周五帝建得三年 五百七十四 至长安 是逢五帝破佛之计 遂网夜献参业禅宗三祖僧 其后至交州 金月南北部 法云四红法 以真如佛性不生不灭 众生同一真如本性 等思想为教义 四法弟子法贤 六百二十六 为第一组 俗信度 朱渊人 最初参业法云寺官员禅师 后入皮尼多流之门下 流之世纪后 法贤至北宁慈山创建众善寺 以伦家经卫传法新药 聚传弟子有三百余人 数传至清辩 六百八十六 戏交州人 初卫北宁崇业寺会言之弟子 以金刚经卫传法新药 其后 教著名者有定空 七百二十九 八百零八 万行 一千零一十八 一山 一千两百一十六 等自定空卫史 教法驱进我国南宗禅之 顿悟禅法 一山之后 本派建区没落 有关皮尼多流之之传略 朱说有意 如通辩所传之对赵路载 刘之受僧灿劝说 至广州至指寺 驻四六年间一出向头经舍经 大臣方广总持经 另据古诸法云佛本行语路载 流之曾由福南至交州 然未曾来华 或为大南禅院传灯及路所载 把贤之语 如 诸佛心印一定不相传 原同太须不缺也不语 等 即显示流之之传承为古达摩禅 而非森灿之系统 历代三宝祭卷十二 海外佛教士秦七三 东亚佛教士 金山正好 P5508 灭至 泛语Nura JNA 十字之一 或十一字之一 为了知灭地之志 即断灭建思烦恼 所得之无漏志 参阅 十字 472 P5508 灭灭香 指令 灭香 寂灭之法 与申申 柱柱 亦亦等三香 并为 四有味香 知随相 小香 为四有味香中 灭香 知香 对用于 四有味香 又称四香 即申 柱 亦 灭等四香 乃一切有味法 所具有之四相 然因此四相之自体 亦未有味法 故需令有令其身 柱 亦 灭之法 此即身身 柱柱 亦亦 灭灭等四者 称为随相 小香 其相对之身 柱 亦 灭等四香 则称为本相 大相 三月 四香 一千七百三十二 批 五千五百零八 灭罪 又作除罪 积极忏悔 观佛 念佛 称名 持咒等宗教行为 得以灭罪 消业障 如未念佛能灭除八十亿劫之身死罪 忏悔能令众罪如双路欲日即消失 以灭罪为目的而仪式化者 有悔过 忏法等 罪 有性罪 遮罪 轻罪 重罪等之别 于戒律中 轻罪可依忏悔结魔之法而尽致之 四重忤逆等重罪 即波罗一罪 则不许忏悔 然依大臣经典 重罪亦可用忏悔之法灭除罪障 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观无量寿经一书 即藏是净土群一论卷六 P5508 灭罪身善 灭罪 及及忏悔 观佛 念佛 称明 持咒等宗教行为 得以灭罪 消业障 身善 又做做善 乃及及及功内得 灭罪 身善均可种下后世之善根 以其正的涅槃 灭罪有赖自立作善之圣道门 以及依佛力之净土门二种 前者特别强调忏悔 如天台宗之忏悔 劝请 随喜 回向 发愿等五回为其代表 称五回灭罪 后者如观无量寿经所在之下 上品往生人 由一生之称明 即可灭五十亿劫之生死罪而往生净土 此外 下下品之往生人 以时念念佛 则亦可灭八十亿劫之生死罪而得以往生 此为念佛灭罪 生善通常有四种方式可行 诵经 布施 血经 剑塔四 然在密教系之宗派 则通常以护魔之修法生善 四十二章经 为魔经不二入品 无量寿经卷下 P5509 灭静定 犯于Neuro Sempathy 又作灭受想定 灭静三昧 心不相应形法之一 据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即灭静心 心锁 心之作用 而注于无心位之定 与无想定并称二无心定 然无想定为一身凡夫所得 此定则为佛及具解脱之阿罗汉 远离定障所得 即以宪法涅槃之圣解力而修入者 圣者远离无所有处之烦恼 其定之境地可欲为无于涅槃之寂静 故未入无心寂静之乐者 乃依修此定 即可生无色界之地四有顶天 诸宗派对此定有各种一说 如说一切有不主张此定别有实体 但尽量不 为时宗等不认其为实法 为于心 心锁不转之分为甲利此定 为时宗且以为在此定中为断灭阿赖耶时 分别论者则为 入此定之圣者 其想与寿以灭 然人有细心未灭 另据宗静禄卷五十五所据 灭禁定与无想定有四种不同 一、正得者之意 即灭禁定为佛 罗汉所证出世间之定 无想定则为凡夫 外道所证世间之定 二、其愿之意 即灭禁定者为求出世功德 无想定者则求世间乐果 三、敢果于不敢果之意 即灭禁定为无漏叶 不敢三界生死果报 无想定则为有漏叶 能敢无想天果报 四、灭十之意 即灭禁定能灭除第六十 兼能灭第七十之染分 无想定仅灭除第六十分别之剑 其他诸邪剑尚未能断禁 中阿含经卷五十八 品类族论卷一大皮婆沙论卷一五二 参阅 无想定 五千一百二十四 P五千五百零九 灭禁定无畏 泛于Nura Sempathy ASASKTA 右座享受灭无畏 为时宗六无畏之一 止禅定进入无色定之无所有处境界 六十星想及苦乐二受皆灭禁 此时所处之无畏状态 称灭禁定无畏 成为时论卷二 大臣百法明门论书卷下 参阅 六无畏 一千两百九十四 P五千五百一十 灭种 止灭却无漏之种子而永不可成佛者 即为时论所说五种性中之无性有情 人家经所说二产题中之断善产题 P五千五百一十 灭阵 泛于Athikarae Ametha 即止灭森尼阵论之法 又作止阵 比丘 比丘尼所受持之巨族界之一部分 应有七种 又称其灭阵 参阅 七灭阵 一百一十一 P五千五百一十 灭地 泛于Naurosatia 巴黎于Naurosatia 全称灭圣地 泛Naurosatia 又作苦灭地 苦净地 苦灭圣地 爱灭苦灭圣地 为佛教基本教义 四 圣 地 之一 灭 灭尽 习灭之意 地 审时不需之意 为人类若能灭习苦之根本 欲爱 即可从相续不断之苦中获得解脱与自由 如实审查了之此一真谛而无丝毫虚谬 即称灭地 幼诸论书对灭地之权是婆有出入 一 法运族论卷六位灭地即为灭盘 二 即义门族论卷六位则灭无畏即是灭地 三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七举出两种说法 一 认为灭境四地中之 即 即为灭地 如辟喻论诗即分别论者皆如此主张 二 认为灭境 苦 即 即 始可称为灭地 如说一切有不知大论诗妙因 泛沟 即如是说者皆主张之 四 三 无性论卷上以七真如中之清净真如配上灭地 而为 或 之灭境即是灭或灭地 五 四 四 地论卷三分别灭地品认为 爱 之灭境未有于涅槃 苦 之灭境未无于涅槃 六 据成识论卷十一灭地出力假明品之说 灭境假明星 法星 空星等三星 即是灭地 七 辩中 辩论卷中则就辩 一 圆等 为十三星 来区别三种灭地 即 一 以便济所值之自性不生 称为自性灭 二 由各种外在因缘而生起 依他起 之二曲 见曲 戒进曲 不生 称为二曲灭 三 以真如之本性济灭 称为本性灭 中 阿涵卷七分别圣地经 增议阿涵经卷十七 大制度论卷十九 解脱道论卷十一 成为十论卷八 参阅 四地 1840 P5510 灭病 范语 NNL 又做病出 屈病 略称病 戒律中科罪之名 即比丘七种制法法之一 或止削除僧疾 故又称消疾 比丘犯重罪 如瘾 刀 杀 妄等似重罪 而无悔心者 灭其僧疾而并斥之 与世间死刑相当 四分律山反捕阙 刑事超卷上一之四 卷上二之二 事事要揽卷下 P5510 灭类制 泛语 NURMVA JNA 观三界之四地 而发的十六星 八至八人 之一 即怨色界 无色界之灭地 所得之无漏制 以及照了色界 无色界灭地 之解脱道制 又以此制 类似于 关玉界灭地 所得之法制 故称灭类制 参阅 见到 三千 P5511 灭类制 忍 泛语 NURMVA JNA KNTI 观三界之四地 而发的十六星 八至八人 之一 即正的灭类制 之前未 忍可其法理 之无漏心 亦即照了色界 无色界灭地 之无间道制 参阅 剑道 三千 P5511 元人 818 887 日本真言宗僧 通称池上僧兜 南地院僧兜 初随护命学为时 后受实惠 宗睿 真雅之密宗 且似真雅之法 为九敬身为内供奉 少僧兜 而为东四长者 于南池院讲学 为一代密学泰斗 其门下一姓 圣宝分为小野流 广泽流两派 仁和三年入祭 是寿七十 东四长者不认卷一 元亨氏书卷三 P5511 元空 1133 1212 为日本净土宗 开祖 又称法然上人 黑骨上人 美座 钢山县 人 九岁出家 十五岁 登比瑞山 师事 黄元 瑞空 习天台教义 并广读佛经 阅读一切经 凡五遍 人未得出离之道 后因独善导致观经书而开悟 元性之往生要及而决意开创新东 遂于东山及水树立净土法门 专修念佛行法 上自朝廷 公卿 下至武士 庶民等各阶层皆归一之 道俗称明念佛之身不 然为当时保守教徒所非议 后因后鸟语 上皇之宫女松崇 临崇于路骨念佛道场出家为导火线 引起南都北领之提俗而终止欠佛道场 造成二僧被斩之局面 元空以七之五高灵流放赞旗 同年获准入驻社经 大阪 圣伟四 甲居四年 红布净土 教化道 至 立元年 一千两百一十一 史获是归经 一年于东山大古世纪 是寿石 这有选择本愿念佛级 黑五上人与登陆等 收在法然上人全集 法上人传记 本朝祖师传记会词 元亨世书卷五 批五五千五百一十一 原性 九百四十二 一千零一十七 日本天台宗学僧 慧新流之祖 通称慧新僧都 大和 耐良线 耐良线 德比瑞丹诗良缘 才学早点 颇受赏识 博学强记 著述达七十余部一百五十卷之多 其中 义成药诀书以阐阳天台综艺而著名于世 往生药及义书则提倡天台念念佛 佛与战导之称明念佛 成为日本净土教之圣典 其他上有关心略药集等 接收在慧新僧都全集中 又关于净土教美术典集中 相传有学师之作品 然并无凭据的考 由于末法时期 人心与思想动荡不安 净土教思想顺势普及 连苍兴佛教义因之形成一庞大势力 此一派系相对于绝运之谈纳流 称为慧新流 宽人元年世纪 世寿七十六 首轮炎愿元姓僧都传 慧新僧都行壮纪 大日本国法华经验纪卷下 P5512 元清 宋代僧 天台宗山外派第三世 僧足年 及冠军不祥 慈光勿恩之门人 曾与同门红敏作男辞二十条 以阐阳其师之综艺 幼智时不二门是诸子 与四明之理正论有关关心的 真妄是非等问题 弟子以庆照 至原畏罪者 著作令有法华龙女成佛全十一卷 十六观经济二卷 佛国庄严论一卷 新映明一章 佛祖统计卷十 诸宗章书录卷二 P5512 晃样浩瀚 晃样浩瀚 形容水势壮大 无有边际之语 晃样 水无际之茂 浩瀚 水广大之茂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八上 节水弥满世界 其中万物沉没不现 晃样浩瀚 为见大水 P5512 华石经 于华石化线客经文 埋入土中之经 现存即为少数 其形式皆一致 故可推定约为 同一时代所制作 埋藏之际 必配列圆形 弯曲华石板四十度 乃至一二零度 其上化线 以便课经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藏有法华经续品一版 日人岛的大等一藏 法华经妙妆 严王本使品 吉普贤菩萨 劝发品各一版 P5512 温德须 Wendish Ernst 1844 1918 德国印度学语语言学学者 未来比锡大学教授 1871 1918 曾前往海德堡大学 与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大学讲学 所哲之梵文学史 Geshektas and script philology U and the Indies Tran-O-Turtum-Skongda Ear Falls 隐喻学姐 又曾与戴尔布鲁克 Delbrock 共同研究 而有下列著作陆续问世 梵语与希腊语之接续法 愿望法之研究 1871 爱尔兰 Ireland 与最早之文典 1879 塞尔特 Selt 与之研究 1880 古代印度剧之起源 与希腊剧之影响 I.T.I. 佛提卡 1890 佛陀诞生年代考 P5512 瘟试 为瘟语而设之欲试 印度人重视身体之清净 且因属热 不觉喜目之事 随处凿持 以似行人喜愈 大抵健康者行水愈 老幼疾病者行瘟语 具有不疲奈耶杂士卷三载 营造瘟试之法 内宽外窄 中高一丈许 下阔七 八尺 以盼射出入之口 其口复飞 中央觉得智卢 烧炭或柴 入狱 必于十前 身上必着裙 此外 道宣于 所者教戒律 仪中 想举入 温氏之法 十六条 温氏 喜悦 众僧经 十送 律卷三十九 南海 济归 内法 传卷三 批五千五百一十三 温氏 喜悦众僧经 全义卷 略称温氏经 后汉安是高义 收于大阵藏 第十六册 依王其欲 请佛及众僧 所设温氏 喜悦 佛乃未说早欲之法 当用七物 除去七病 而得七福宝 历代三宝 祭卷四 开元是教路卷一 等以此经为安是高义 出三藏祭 祭卷二 法经路卷一 则未细 西进主法 护所义 著书有异计一卷 敬尹会远 书一卷 会敬 批五千五百一十三 温氏经 请参阅温氏喜悦众僧经 温泉寺 位于四川重庆北温泉公园 建于南朝宋景平元年 四百二十三 曾蒙皇帝赐以 重圣禅院 之额 后改为铁瓦殿 铁瓦殿为明代建筑 殿中存有宋 明 清诸代之时刻 大殿有清朝大学士张娟彭所提 天外思波 之横提 殿下左右两方并各有温泉涌出 P5513 温特尔尼兹 Winternitz Morais 1863 1937 奥地利之印度学学者 曾于牛津大学研究 致力于印度学之资料 文献之整理 1902年归国 任德意志大学讲师 1911年晋升教授 主讲语言学 人类学 印度学 1922年接受印度诗人 泰戈尔所创之国际大学之邀请 任客座教授 活跃一时 其代表作为 A Catalogue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1905 Gashekter Indistrian Literata 3BD 1908 1922 The Buddhismus 1911 P5513 温宗 西域古国名 相当于现今之巫师 Yuk Tofen 位于新疆天山之南路 喀什嘎尔 喀什嘎尔 之东北 阿克苏 阿克苏 之西 汉武帝 140BC 88BC 在位 时 曾潜使至此国 王莽什 姑莫王臣杀此国王 并吞此国 三国时代 隶属贵资国 当时贵资国最强大 崇信佛法 国内有四 称温宿王嘉兰 系温宿王所见 宗教上与贵资之关系甚深 纠摩罗什说服此国之道士 名声四波 归资望清自来此国 迎罗什归国 广说诸经 梁高森传卷二 位置卷三十 位书列传第九十 西域文件路卷二 P5514 温唐摩崖 位于河南陕县西南温唐村南断层山崖壁上 佛像全部数十尊均为唐代之作品 较大之佛刊有四个 第一堪高八十八公分 内雕翼菩萨立像 面部已毁 但仍可看出面形稍长而丰满 耳垂近肩 上身袒露 胸前有项链 下身着裙 堪外有诵人之提名 第二堪成火焰状 高二点三公尺 内有观音立像一尊 上身袒露 胸前挂阴落 下身着裙 足灯连台 姿态优美 有唐大力九年 七百七十四 知名刻 第三堪刻意菩萨立像 第四堪高一点七六公尺 成火焰状 内雕翼佛二菩萨 三项皆足灯连台 连梗相连 造像修长 菩萨身着长阴落 另有若干小佛刊 近年来又发现数个未完成之佛刊 刊间有唐代之名记 P5514 尖辱论 请参阅观星论 西兰十页集 凡三百卷 现存一一六卷 日僧光宗 一千两百七十六 一千三百四十七 者 收于大阵藏第七十六册 本书为光宗于印长元年 一千三百一十一 至真和三年 一千三百四十七 兼之随笔 书中除佛法以外 一旁集医学 割道 兵法 根作 算术等多方面之知识 为研究日本一时神道之资料 P5514 准宗教现象 幻想靠特定主观行动影响 或支配客观事物之现象 产生于原始宗教出现之前 为现今所知人类亦是活动最早形态之一 已具有部分宗教因素 但尚无明确之超自然观念 对客体系上位加以神话 亦无敬拜求告之意念 古代社会所行之法术 巫术等多属此类 然当宗教与神灵观念出现后 法术 无数人被保留而成各种宗教之附属 就其本身而言 人保有准宗教现象之特征 既不以客体为崇拜对象 以不依靠神力行事 而按固定方式做出动作 以为能对客体加以控制或产生影响 例如侦间桌次减脂或木刻之人形 以图加害所指之对象者 或佩戴玉石以图延年易受的 乃至于佩戴特定物以求免遭厄运者皆属此类 P5514 准题 范明Count 右座准题 准知 准尼 准题观音 准题佛母 佛母准题 意义做尽 护持佛法 并为短命众生严受护命之菩萨 禅宗以准题为观音不知一尊 深阿尊崇 日本台密以准题入于佛中 以为佛部之尊 日本则以准题为六观音之一 设于莲华部中六观音 千手观音 圣观音 码头观音 十一面观音 准题观音 如一轮观音 中 盖观音分入六道 为嫉妒众生之应化身 位于县途胎藏界曼陀罗之辩之人 身者金罗绰绣之一 腰细受戴 手腕配以白罗 成十八弊三目之相 准题大名陀罗尼经 P5515 准开山 位大横崇高 宫被山门者 又称中心族 禅陵巷器尖卷三陵巷门 P5515 烟霞洞 位于浙江航线西南高峰下 据大名义统治所载 烟霞洞在杭州府城南十六里 洞中就有十克罗汉六尊 吴越望别克十二 共成十八 其洞深奥古雅 于陵墓掩映至半山中 云烟满 故称烟霞洞 洞上有莲峰 高阔树十丈 并有十损到垂而下 形如佛手 称佛手炎 其鸾怪石 形形色色 洞又列有象鼻石 落石炎 石罗汉等 洞外上有琳琅满目之十克雕像 洞口两旁有十克观音与大士至菩萨像 为宋代初期之作品 造像神态庄严典礼 颇具独特之艺术风格 另有将龙 腐虎等十二尊罗汉 皆为宋代作品 P5515 烦恼 在各种新的作用中 觉悟为佛教之最高目的 准此而言 妨碍实现觉悟之一切精神作用皆通称为烦恼 佛陀佛 佛陀欲使众生了解烦恼所致之恐怖情形 所以以各种立场表示之 自其作用而言 有随眠 有随眠 犯Omioia 禅 犯Puriovasna 盖 犯Niferoy 杰 犯SA Eugenia 腹 犯Bentana Low 犯Srava 取 犯OpDNA C 犯Grantha 史 构 保留 惡 成构 课程等各种名称 其用法有广辖二义 若加以分类 则极为复杂 一般以贪 甜 吃三货为一切烦恼之根源 据舍语为实学于产发心的作用之理论 最具组织性 通常将烦恼分为根本烦恼 本或 根本或 之莫烦恼 随或 随烦恼 二种 根本烦恼又分为贪 甜 吃 无名 慢 一 剑 恶剑 等六烦恼 随眠 其中 剑又可分为有身剑 编织剑 斜剑 剑取剑 借净取剑等五种 何称为实烦恼 实实 剑有推查探求之性质 其作用猛力 自古称为武力史 其他称为五顿史 为实学中 与第七十项应而起之 我吃 我见 我慢 我爱等 称为四根本烦恼 知莫烦恼系伴随根本烦恼而起之从属者 在剑舍中有放异 懈怠等十九种 为实中除去二种 另加上失念 散乱 不正之等 共二十种 剑舍论以妨碍觉悟之烦恼 称为烦恼障 虽能离弦恼障 然未能得到无于涅槃之障碍 称为解脱障 为实论则以我职位根本者 称为烦恼障 妨碍政治之产生者 称为所知障 迷惑于佛教普遍之真理者 称为迷离或 迷惑于具体个别事项的人类情义者 称为迷失或 若以修行阶段之差异而区别 迷惑于佛教之真理者 称为见惑 迷惑于现象上之事物者 称为修惑 前者在见到未灭除者 共有八十八十 后者在修到未灭除的贪 甜 吃 慢等 共有八十一种 此系据舍所说 为实则未一一二十与十六种 其他令有见烦恼 爱烦恼 有欲爱注地 色爱注地 有爱注的等三烦恼 之说 天台宗义有见思 见祸 私祸 沉沙 妨碍化导 无名等三祸之说 此外 上有三漏 三劫 四报流 四曲 五盖 五劫 六垢 七流 九劫 十禅 等各种分类 或称为百八烦恼 或应计算方法不同 而有各种一说 例如八万四千烦恼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六十 聚舍论卷二十 卷二十一 佛性论卷三 成为十论卷六 批五千五百一十五 烦恼兵 大乘佛教之究极 为烦恼及菩提 亦及烦恼与菩提相及不二 犹如冰之与水 相及不离 比喻菩提如水 烦恼如冰 故有烦恼兵之称 磨喝止观卷五上 大四六 五六中 无名吃货本是法性 以痴迷故 法性便做无名 起诸颠倒善不善等 如寒来劫水做尖兵 又如眠来变心有种种梦 P五千五百一十七 烦恼及菩提 烦恼与菩提相及不二之以 妨碍觉悟之一切精神作用 皆称为烦恼 反之断绝世间烦恼而成就涅槃之智慧 称为菩提 燃贪 甜 吃等烦恼 其当体为菩提 离此菩提法性之外 则别无诸法可言 故于烦恼之性立菩提之名 此及两者相及不离之以 法藏之入人家心玄一载 烦恼未分别性 故其体非有及见或性空时 不必断除烦恼或 而得入真如 故说烦恼及菩提 又 烦恼及菩提 常语 生死及涅槃 并用 二者皆用以表示大臣佛教之究极 大制度论卷六 大臣庄严经论卷六随修品 良意设大臣论试卷十四 批五千五百一十七 烦恼习 又作于习 习气 残气 即由数数献起之烦恼 所熏成之于习 虽已断尽烦恼之贤盛 由残于不如法之习气 如南陀虽已正的阿罗汉 作于男女大众中说法 然应由存淫欲之习气 故眼先是女众 而语之高语说法 又如设立福以填习之故 闻佛言设立福时不尽时 己土时不负受请 大制度论卷二十七 大二五 二六零下 烦恼习者 明烦恼残气 若深夜 口夜不随智慧 似从烦恼起 参阅 习气 四千七百七十一 批五千五百一十七 烦恼贼 烦恼能损会命 伤法身 故称为贼 大班涅盘经卷下 大一 二零五上 我等计去无上法王 烦恼之贼日渐轻逼 为摩经菩萨行品 大一四五五四中 以智慧剑 破烦恼贼 官无量寿经 大一二三四一下 未来是一切众生 为烦恼贼之所害 批五千五百一十七 烦恼账 泛语 克利 法拉 又做货账 只妨碍至菩提之道 即圣道 而使无法证的涅槃之烦恼而言 一 据舍论卷十七 卷二十五位 常起 指数形而言 而妨碍无漏会之产生 并使不得会解脱之烦恼 称为烦恼账 至于离烦恼账 得会解脱时 既得灭禁定 然无法得具解脱之障碍 则称解脱账 定账 前者戏已染污吾之味体 后者则已不染污吾之味体 二 与所知账并称为二账 成为十论卷九位 扰乱众生生心 妨碍至涅槃之一切烦恼 称为烦恼账 至于虽不令其夜 而不生于三界 迷戒 然能覆盖所知之境界 而妨碍政治产生之一切烦恼 则称所知障 智障 此二障均属撒加耶鉴 而依据百二十八之根本烦恼位体 其中 由于执着有 真实之人 真实之众生 遂执着于 我的存在 我执 此即为烦恼账 至于执着有 实体万法 知法执 即为所知障 以上即是同一烦恼之二面观 故烦恼账以我职位根本 所知障 以法职位根本 若由作用之特征而言 烦恼账乃账爱涅槃 而所知障 乃账爱菩提者 此即言 烦恼账为账爱涅槃之正障 而所知障 未给予正障 力量之间障 故仅有所知障 并无障 爱涅槃之能力 以烦恼账为助缘 可受分断生死 以所知障 为助缘 可受便易生死 故二圣 以断烦恼账之果位 为理想 但菩萨则 以聚断二账 得佛果位理想 对菩萨而言 所知障 不会引起三界之果报 但能助无漏夜 受便易生死 至于菩萨福 断二账之阶段 则如左表所示 三 大臣一张卷无认为 五住地中 前四的之或属烦恼账 最后之无明住的 或则属智障 四 据世青之金刚般若 波罗密经论卷上载 见思之或为烦恼账 而执着于断除烦恼账 所得之无正三昧 称为三昧账 五 与业账 暴账并称为三账 贪 甜 吃等烦恼 数数陷起而障碍甚到 故称烦恼账 发志论卷十一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七 卷一一五 卷一四一 顺正理论卷四十三 参阅 烦恼 五千五百一十五 批五千五百一十七 烦恼爱至爱 又称二爱 大臣其性论位 属之莫无名之六染心 称为烦恼爱 属根本无名者 称为至爱 烦恼爱系或障 能障碍根本至 至爱系至障 能障碍后的至 又烦恼爱之所以 能障碍真如根本至 乃因依然心而能见能现 妄取境界 为平等性之故 至爱之所以 能障碍世间自然业至 此之后的至 乃因一切法常境而无起相 无名不觉 妄与法相为 而不能地随顺世间 一切境界之种种智之故 批五千五百一十八 法 四善根之初位 即对于见到四家行位之第一位 既经了之总别之念处 而自此专观四第十六形象之位 盖此位将发见到之无漏制 先生相似之解 如火之将发 先有相 故称法 据舍论宋书卷二十三 大四一 九四三下 此法如 立法明 圣道如火 能烧祸心 忘火前香 故名为 批五千五百一十八 宣达是 为历代皇帝受佛界之仪式 据名代措根路之受佛界调载 类朝皇帝先受佛界九次方正大宝 而尽是陪位者 必有九人或七人此系当时之国俗 批五千五百一十九 主云 一千九百一十九 一千九百八十六 江苏如高人 俗姓许 法明实权 自主云 好姓氏 年十九 一如高西场会 明寺参明和尚PT 二十三岁于南京七霞山受剧足解 先后就学于南京七霞律学院 镇江江山佛学院 上海森研砖宗学院等佛教学府 来台后 担任军中部教师 并数次环岛部教 历任寿山佛学院教务主任 中国佛教会理事 弘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高雄县佛教知会理事长 高雄县灵救寺住持 及高雄寿山寺 台东清爵寺 台东佛教联社等导师 寄人生 菩提述等杂志编辑委员 今日佛教杂志社社长等职务 又创办 凤山佛教联社 台中县连化山户国清梁寺 民国七十二年 及清梁寺净土砖宗学院 七十四年 师生平智力提倡 经济佛妻 享誉教解 师书安佛门掌顾一世 文采焕然 著作有南海普陀山传奇一文录 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 主云法师讲演集 红法散记 金山活佛 佛门一记 东南亚佛教建文记 经济佛七日记等书 民国七十五年世纪 世寿六十八 P5519 赵一 一千六百零五 一千六百七十三 明末灵纪宗森 四川齐江人 俗姓雄 好会绝 三十岁于华银山参礼 普贤大士 直欲常白 乃一之替法受据足解 半年后 常白世纪 岁纪主愿物 四年后请辞 游学于江南 遇四川之刘三德 受请至湖山白一阁 后参礼破山海明 游鹅眉山 连坐七沙 与众论冷严晶 圆绝晶 金刚晶等 顺至元年 一千六百四十四 指甲生之变 隐于四川夜郎八年 顺至十年 文破山驻四川京城寺 岁前往礼业 后随士破山至双贵寺 积元成熟 为其法寺 为九祠归于州 四川 驻重庆重英寺 其后立驻湖山至平寺 太宫山石宝寺 江金元通寺 朱灵鸿福寺 八县宝连院 康熙十二年九月世纪 世寿六十九 有会决一禅师 与陆三卷形式 武登全书卷七十 批五千五百一十九 兆堂 于僧堂之后门 与冠喜处之间 有一走廊 其屋顶极高 采光不佳 故须开设天窗 以助兆明 称为兆堂 其后之丛林中 每设一禅 以于兆堂内 为首座代替 住持说法 直达僧 此外 后世常以 昭堂与 兆堂混用 于日本 昭堂特指 各四个 安开山之族的 隐堂 而与奉四字 菩提达摩 以来至本四 开山之族 等力带列子的 诗堂 相对称 是修矮帐 清规 五方帐 特为新挂 搭茶条 P5520 照记 照 为真如之妙 用照十方 记 为真如之妙 体离诸果 用之 当相 为 济体 称为 照记 济体 之当处 为妙 用 称为 照 P5520 照见 即照见 细致佛菩萨 动然 照见 众生之所有行为 故又以 照 无私 意语 表示佛菩萨 对有情众生 公正 无私之态度 P5520 蝶式 蝶式 蝶文 作诗之略称 将长篇文章分成段落 称为 称为蝶文 若其所分 竹断加以解释 称为蝶式 此系解释经论所用方法之一 P5520 P5520 坚底 泛民 Gartin 佛世时 舍卫国波斯逆王兄之子 荣茂端正 心性和善 王之代 人见之身染心 似乎之 欲使从己 皆底不体 夫人怀恨 禅于王 王大怒 将肩以解解解体 弃于种肩 命位绝请 佛道齐边 光明照恩 平复如故 佛未说法 集第三 果 自言 大二五 一二零上 我身已迫弃 佛序我身 今当尽此行受 以身不失于佛及彼丘森 即来指化 终身侍奉佛 大智度论卷八 P5520 坚陀利咒 为大法 据陀罗尼经卷十三 所说三种恶咒之一 与 瞿离咒 摩登之咒 同位是尊所净断之咒术 欲修成此等恶咒 须今十二年方能成业 然一旦持此邪咒法 乃至一句之咒 命中之后 必堕地狱 畜生 恶鬼或炎魔戒 P5520 监陀国王经 权义卷 后汉安是高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本经叙述监陀王因牛羽而物之不可暴力残忍 遂舍婆罗门 教而归依佛 佛并说牛羽王乃素 是居纳韩慕尼佛十位兄弟之本身谈 P5520 尖度 范与Scantha 八粒与Kongdaka之音译 右座前度 剑陀 剑陀 前度 塞剑陀 缩尖陀 意指运 聚 重 分段 即分类编辑 而将同类之法聚集一处之位 相当于品或节 戏有关受戒 布萨 安居等僧团内之仪式作法 与日常生活之规定条文 经由分类整理而成者 据八粒与绿典所记载 共有二十二间度 汉义四分率则仅有二十间度 一 规定出加受巨族戒法之受戒间度 又称大间度 二 说明布萨规定之布萨间度 三 说明安居规定之安居间度 四 说明自自规定之自自间度 五 说明持用皮革制品之皮革间度 六 说明有关食物 药物等制定之药间度 七 说明有关加值纳一 八 provisions 规定之加值纳一间度 八 说明有关比丘这一之一间度 九 说明是遵居于占播时所制定有观众生会议方法之占播间度 十 说明在居闪迷所发生教园内不分争之居闪迷间度 上述十项称大品 其次则为十二小品所组成有关刑罚之规定 其中 莫两项即为有关王舍臣之第一阶级与皮舍离的第二阶级之规定 然汉义四分率无此部 四分率卷三十一 摩赫指官卷五上 玄印英义卷五 卷十八 卷二十四 参阅 二十坚度 一百八十一 P5520 坚至 泛名Kansas Hawker Kent Hawker 巴黎明Kent Hawker 右座坚德 前至 千特 加挫加 是尊出加皮罗王公相苦行灵时所成之马名 据佛本行及经卷二十载 世尊出家 甘至济海国臣 受尽犯王苦切喝则 亦甚忧愁 生大热恼 不久命静 生三十三天 后知太子成道 由彼天梅 下身中天竹 那波臣 为一婆罗门子 建长 至如来处 如来之彼往袭为马申 命中升天 即为彼说与该马之因缘 彼文法后 漏尽解脱 入班涅槃 古代印度佛传雕刻中 描绘出家于城时 刻兼制者甚多 其中 以阿摩罗婆提 范阿玛瓦特 巴桶 所存兰笋之福雕位最古 右加尔各达博物馆藏有监陀罗 范根达阿 巴桶 地方所出土者 上会四天盆持监制之四族 帝是直盖批马上之太子 有数位天人恭敬随从 我国大同龄言枯似第二洞 一存有此类构图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 修行本起经卷下 六度及经卷七 批5521 监制 范与格 八粒与童 右坐前池 前锤 前底 为寺院中敲打用之暴石器具 据五分率卷十八与大比丘三千微 以卷下所在 或于布萨 或于诵经 或于集会众僧范石等诸石皆可敲明监制 亦如今世寺院中之打板 然据诸经所议 或坐板 或坐钟 庆 宝灵 夺等 所用名称不依 其敲打之法 据四分率书是宗记卷八本之说 初敲时清缓 其后见及见重 将欲收英时 亦须见细见眉 如是而明及之 称为一通 前后凡三通 后通于深眉之次 大打三下 或二 或一 以表身绝 即完成兼制敲打之法 增一阿含经卷十四 大制度论卷二 悬应应一卷一 参阅 中 六千八百三十九 批五千五百二十一 尖陀罗国 尖陀罗 泛名 Gand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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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 巴黎名 Gandhra Gandhra 印度古国名 右座 剑陀罗 尖陀月 干陀月 干陀胃 干陀罗 前陀 尖陀喝 剑陀罗 干陀婆娜 婆娜 获叶菠罗 范GOPLA 亦亦相递 相结 妙相 池地 位于 近西北 印度 喀布尔河 喀布尔河 下游 五河流域之北 此国领域时有变迁 雅历山大东征 西元前四世纪 十 都城在布瑟 杰罗法底 范克 尤 卡 尔 约 金 白 夏 瓦 巴 沙 沃 东北 十九点六 公里 之处 机元一世纪时 贵双王朝 范克 深 兴起于北方 剑刺扩张版图 并有喀布尔河一带 至加逆色家王 即位时 定都布陆沙布罗 范普拉 及金之白夏瓦 王末后 博士日衰 至继多罗王 遂西千宝鲁城 而以其子留守东方 市及小月市 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 此国东西千余里 南北八百余里 东陵信渡河 都城名布 阿布罗 王族厥寺 隶属嘉壁士国 一里空荒 人烟稀少 准此可知 西元八世纪时 此国已多荒废 且成属于嘉壁士国 于佛典中有关此国之记载不少 如巴利文本身 J.Taka 阿玉王传卷 三居纳罗本源等 皆记载其首辅亚 叉使罗臣 大方等大吉金卷 五十五并举出甘陀罗国 妇楼沙妇罗国之名 大悲金卷 二持正法评 大庄言论 金卷一 卷四别出甘陀罗国 德叉施罗臣 傅加罗拔帝臣之名 佛母大孔雀明王金卷 中列举剑陀罗 德叉施罗 甘陀罗三名等 佛教曾盛行于此国 阿玉王派遣传道师至此 是为其发端 善剑绿皮婆沙卷二 导使第八章 大使第十二章等 军记载阿玉王即位十七年第三次结集法葬后 位于边地心立佛法 乃派遣大德莫产提 巴玛雁亨提卡 网继兵 坚陀罗国 为人民讲说独辟玉经 巴迪埃苏普玛 十八万人获得道果 一千众出家 其后 中印度佛教分裂为上座 大众二部 此的原为上座部 尤其是说一切有部之中心 然此国僧徒又吸收大众部之学风 大臣思想一风行 大皮婆沙论中旅见西方诗 外国师之称 即指此国之学人 含有一端者之意味 另一道横 班若经卷九集大皮婆沙论卷一七八载 班若经塑形于此国 至加逆色加王兴 保护佛教 于布露沙布罗城创建 阙离浮屠 加逆色加森加兰等 前者在城东南七 八里处由高森法显传 洛阳嘉兰记卷五 大唐西域记卷二之记载 可知其规模之弘历 后者在阙离浮屠西方 有仲格 内泻 层台 洞户 为至玄藏西行时已成废墟 其他上有迁于嘉兰 苏独波 然皆颓移 于加逆色加王护池之下 武者、侍卿、法旧、邪尊者等民僧被出 大臣佛教因此大兴 然自西元第六世纪以后 佛教失去王室之护池 后虽有突厥王一时在兴 然入第十世纪又未回教徒所迫 佛教终于绝迹 近代于此的发掘不少遗迹 颇杂有希腊美术之风格 岁城特殊之间陀螺艺术 西陵音译卷三 宋高森传卷二十九会日传 翻译名义集卷三 会愿音译卷下 会超往五天竹传间是 Cunningham Mentioned Geography of India VA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 Tea Waters on U.N.Kuong Vo P5522 尖陀陀螺艺术 乃印度佛教艺术之一派 又称尖陀陀螺艺术 希腊佛教艺术 以印度西北部尖陀螺 巴格拉 约经西巴基斯坦白夏瓦 地方为中心而发展 及亚历山大侵入印度后至贵双王朝灭亡 盛行于印度和与喀布尔和会合区域之佛教艺术 其艺术之表现 主要为宫殿寺庙之建筑 佛菩萨像之雕刻 绘画 其内容大多以佛教题材为主 而采用希腊系统之表现方法 历史性价值极大 影响广及印度、中亚、我国、日本等处 盖以印度传统艺术 吸收希腊、波斯、大夏、罗马之风格 荣为一炉而自成一派 佛像造立之起源即年代不得其详 部分学者推测为纪元前后始行于尖陀螺地方 然依史实难以确认 一道横班若经卷九、卷十载 可知西元二世纪中叶以前 尖陀螺地方以盛行造立佛像 又从法显、会生、玄藏等之著作中 对于纳皆罗和国之佛影集布露沙布罗成之 雀离浮屠等之遗迹皆有描述 建筑方面 以佛教之迦兰、塔为主 适样以印度传统建筑位基准 佛塔研习中印度古附形式 然由其柱头可见所受罗马、希腊之影响 佛塔塔升级高大 迦兰则大致成方形之高强 内有中庭 四周有房市并立 建材均以石块拼尘 而不使用砖 至于雕刻方面 其题材颇多 有佛、菩萨、或取自佛传 本身谈、数量极多 乃兼陀螺艺术之中书 多以弗雕表现 少有圆雕之作品 背面削平 身体比例不够匀称 其是样模仿希腊人之古香 亦反中印之裸法 而呈现波状法文 面貌亦不同于印度人 高额、尖鼻、薄唇、人中短 依者厚重 继承此封之雕刻为现今 北印度及土耳其斯坦 而属中亚 尖陀螺艺术 越过北方岭 进入现今 新疆地方 传至中原 影响北魏佛教艺术 又经由朝鲜传入日本 显著影响飞鸟时代之建筑 雕刻 另一派则传及缅甸、鲜螺、 焦旨等地 第五世纪中叶 印度受搭族之侵略 尖陀螺艺术亦因之衰退 大唐西域祭卷二 高森法显传 洛阳嘉兰祭卷五 佛教之美术及历史 西域文明史概论 L.E. Koch B.B.B.D.S.D.S.P.10 T.I.K.I.M.E.T.L.A.S.N. 圆猴卓月 为群圆捕捉带水 圆之月 圆系形容于者相随从而受苦恼隐身 封闭欲交慢者失策 常作话题之用 巨摩赫森指律卷七第十亿森残条所在 过去世时 有成名波罗奈 国民家 大师 于空闲处有五百猕猴 有井林中 至一尼聚绿树 树下有井 井中有月影线 十猕猴主见是月影 与朱扮言 大二二 二八四上 月今日死 落在井中 当初之 莫令世间长夜暗明 共作一言 云和能出 十猕猴主言 我知出法 我捉树之 如捉我为 辗转相连 乃可出之 十猪猕猴即如主语 但转相捉 小魏之水 猕猴重 树若之者 一切猕猴堕井尾中 而十猕神便说祭言 是等四真兽 之重 共相随 作自身苦恼 何能救世间 福告诸比丘 耳时之弥猴主者 即止提婆达多 耳时之于弥猴者 即止有群比丘 北本涅槃精卷有意味 大一耳 四一八下 一产提所作作恶 而不自见 至一产提交慢心故 虽多作恶 于是世中出无部位 以世异故 不得涅槃 欲如弥猴水中月 P5524 狮子正宗禅寺 位于浙江西天牧山狮子炎之佐 圆顺帝至圆十六年 一千两百七十九 高峰圆庙禅师 老子见后禅从 称狮子院 炎幼年 一千三百一十八 改名狮子正宗寺 鱼墨离冰火 明洪五四年 一千三百七十一 松颖禅师 复兴之 至二十四年 乃未未从零 其后赋于鱼墨遭悔 康熙四年 一千六百六十五 大爵国师众星法席 于故只见造开山殿 天牧山明圣至 前文选 P5525 狮子吼 已幼座狮子吼 比喻佛陀说法 犹如百兽之王狮子之吼叫声 参阅 狮子吼 四千零九十一 二位道安于民国二十九年 一千九百四十 一月所创办之佛教杂志 其实社只设于广西桂林 后于五十一年四月于台北复刊 现任七十七年 社长魏远培 发行人林根 长决任主编 P5525 P5525 瑞 梵 梵梅塔 八粒与铜 全称瑞香 梵 P Miruva Memita Bapapa Memita 又称瑞印 其瑞 祥瑞 林瑞 即显现家祥之兆 佛陀诞生 成道 说法 即涅槃等皆显现种种之其瑞 以令众生生起重养佛陀 爱悦正法之心 现瑞之祭是 散见大小陈珠经 如普耀金卷二之三十二瑞相品载 佛陀诞生之当夜有三十二瑞现 过去现在因果金卷一载 佛陀诞生七日之后 现出五祥瑞等 又如佛说法华经时 先说无量一经 其听众未闻后说的法华经而不离坐 十见世尊入无量一触三昧 现出说法瑞 入定瑞 羽花瑞 地动瑞 众喜瑞 放光瑞等六种瑞相 法华六瑞 说无量寿经时 世尊入大祭定 特现出如来之五德 五德献瑞 现出瑞相时 大地摇动者 有六种振动 之说 又做六变震动 六反震动 六震 六动等 巨星易华言金卷十六 从摇动之形状 与其时所发之音声来分 共有 动 起 勇 震 吼 及等六种 各在系别为三种 共为十八种震动相 按大品般若金卷一所在 既有东涌西梅 西涌东梅 南涌北梅 北涌南梅 边涌中梅 中涌边梅等六种动相 巨长阿韩金卷二载 佛字脱胎 出身以智悟道 说法 涅槃等 皆现各种奇瑞之相 除上述之外 历史上亦不乏有道高僧或振兴之人 于诞生或临终时 现出各种瑞兆者 长阿韩卷三游行金 法华金续品 无量寿金卷上 法华金易记卷一批五千五百二十五 瑞金 一千九百零四 福建靖江人 俗姓采 自继生 好谁真 十二岁于南安小雪丰寺 从转靖老和尚出家 年二十寿巨族 借于莆田梅峰光孝寺 便参太虚 常兴 心词 弘义诸诗 并曾入安徽寅江佛学院 为常兴之入世弟子 后执教于陆江出其闽南佛学院 曾与觉三创办南山小学于张州南山寺 开闽南佛教界创办国民教育之风起 民国十九年 一千九百三十创办养政院于南普陀寺 其后常与会云 广洽诸师堪行佛教公论杂志 并任小雪丰寺住持及南安佛教会会长 民国二十九年以后 南渡马尼拉任菲律宾信院 华藏二寺住持多年 热心于弘法 辞济事业参与创办能人学校 并受请富含传授菩萨界 四十一年成立世界佛教图联谊会 菲律宾分会并出任会长 对菲律宾佛教贡献颇多 P5526 瑞仙 宋戴森 惠姬 浙江绍兴 人 身足年与俗姓君不详 若贯出家 试经的度 出席律藏 其次探颜天台 申领三观十圣之旨 后又转目叫外别传之旨 专究诸法从和生 父母为生前之面目等 遂登头子山叶广见禅师 言下有神 乃似其法 开法于绍兴祠寺院 后终于本山 大明高僧传卷七 P5526 瑞琴派 史瓦吉恩 缅甸上座布佛教派别 又一座瑞琴派 于诗伯王 FIBA 1878-1885在位 使其与善法派分裂而独立 西元1859年由瑞琴法师 原名吴扎加拉 1822-1893 德敏东王 明登之支持 创建于瑞琴地区 总部设于曼德勒 主要分上缅甸与下缅甸两大派 组织严密 比丘须随身携带证书 每一寺庙总寺皆有世代相传之比丘名册 每年承报中央总部 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为高森委员会 设主席一人 另分设戒律 公共关系 情报 接待等部门 下设教派中心 区 总寺等各级机构 戒律教言 须度过七个羽迹安居方能成为比丘 不得接受钱财 不许穿用化学颜料所染之森衣 过五不许嚼槟榔 不准吸烟 反对拜佛像 主张尊崇佛佛陀之精神 一世上不敲打法器 其传承主要代表有无尼耶娜 无哀家达摩等 P5526 瑞相 诸佛菩萨之造像大多祥瑞圆满 称为瑞相 如大唐西玉祭卷五载 世尊臣正觉后 上身刀立天公为母说法 三月不孩 幽田王朝穆斯穆 乃请尊者梅特加罗子以神通力皆工人上天公 清独是尊妙香 而以沾坛雕刻之 是为历史上佛像雕刻之史 增益阿含经卷28 P5527 瑞德公佛塔 波利 巴巴利卡 于佛陀成道之初 蒙受佛陀教化 其后 佛陀赐以佛法八根 且主父其必至于保存过去三佛遗物之先哥多罗 三高特拉之山丘 两兄弟归国之后 经底经 大坑阿等诸天之指示 乃确定山丘之位置 父及国人之之源 而创建一塔以安置佛法 此及该塔之滥伤 其后 蒲甘王朝 八百四十九 一千两百八十七 又类有增修 至碧谷王平耶语 德恩格 一千三百五十三 一千三百八十五 在位于西元一三六二年重修之 高度有九公尺增至二十多公尺 至碧谷女王姓修服 深搜布一千四百五十三 一千四百七十二 在位 退位之后 又增修该塔 以黄金铸造塔顶 周围建筑约十五公尺高之楼台 扩达二百七十余公尺 互以石栏 安装石凳 四周便直棕驴 至后代 附碟有增建 该塔一山丘之自然地形而分住两段 上段约五十公尺 每边中央位阶梯 下方置有巨狮子像一对 台阶上有乌盖 其内支横梁极板壁皆会有佛船 佛弟子船 恶魔等图像 上段中央建一大塔 旁有四佛殿 无数小塔 小佛屋 高柱 Tocunding 中 坟墓等 全塔高约一一亿公尺 塔升级散盖全是以金箔 塔顶位黄金铸造 是以钻石五千余颗 宝石千余颗 四周悬挂精灵 银灵 细照及月夜之下 尤为绚烂 四佛殿内皆致有巨型度经世家座像 其周围另有大小数百尊石高级专造 木造之世家立像 坐像 卧像 塔之西北角有一股钟 重二十五吨 乃新故王于1778年铸造 缅甸人士之为幸福之象征 大塔南方有泰国国王为其人民所建之修契所 该塔不仅为缅甸佛教中心 每年亦有无数朝礼者来自泰国、西兰、高棉等地 二次大战中 1943年2月 该塔曾遭受轰炸 G Harvey History of Burma Mari Handbooking The Burma and Salon 印度古佛国邮寄 李俊成 P5527 瑞印本启经 请参阅 太子瑞印本启经 瑞印山传 第四十八人愿生西方之世纪 P5528 瑞印经 请参阅 太子瑞印本启经 瑞印华 法华文具卷卷 大三四四九中 幽谈花者 此言凌瑞 三千年一现 现则金伦王 三千年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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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 幽谈拔罗华 六千四百一十三 P5528 瑞印唐代森 魏清元行司法系 南宗禅 夏之第六世 敏月 福建 人 俗姓许 法名诗宴 自幼出家 持戒严谨 初离 初离盐 全禅师 未久居于台州 浙江 瑞 延苑 坐盘时日如鱼 美自幻 主人公 父自应诺 乃曰 新者 他后 他后莫寿 人满 奇异颇多 五宿王前世常归一枝 世纪后建塔于本山 世号 空照禅师 宋高森 卷13 景德船 登陆 卷17 连灯会要卷23 五灯会员 卷7 P5528 北岩寺 位于日本工程县 工程郡松岛寺 属日本林济宗寺 山号青龙山 就称人福寺 通称松岛寺 原人于成河五年 八百三十八 创建 十位天台宗寺 其后北条十来亚已改建 至伊达正宗 改称位菩提寺 为东岛寺之名圣 其本堂 库里 五大堂等 均为华丽之陶山建筑 P5528 瑜伽 范与优格之音意 八粒与同 意义做相应 一调席 调呼吸 等方法 集中心念于一点 修止观 奢摩他与皮舌那 为主之观形 而与正理相应明和一致 于密教 盛行三密瑜伽相应之说 又做三密相应说 行此等瑜伽观行者 称为瑜伽师 依瑜伽师而行之境界 称作瑜伽师帝 瑜伽师的论一书集 从五十声相应的说至 无余一的之十七帝 奉持该论之学派 称为瑜伽派 外道中 另有所谓瑜伽外道者 此外 瑜伽 犯余伽 八童 即 有瑜伽者 之意 细止行瑜伽 观行之人 三妹 犯三代 八童 禅定 犯Dhena 八jhna 即行瑜伽 法之一 据成为十论数计卷二本之说 相应之意有五 一 与静相应 为不为一切法之自信 二 与行相应 为与定慧等行相应 三 与理相应 为安利非安利等二帝之理 四 与果相应 为能得无上之菩提果 五 与姬相应 为记得远果 立身旧物 腹姬应感 要并相应 于上纪五义之中 显教多取与理相应之意 如于加为十之于加 密教多取与行相应之意 如于加三密之于加 解身密经卷三分别于加品 于加诗的论卷二十四 解身密经书卷六 大日经书卷三 批五千五百二十九 于加上臣 又作于加最上臣 真言密臣之美称 密教系以于加为宗之教 自称为诸教中之最上者 故称为于加上臣 批五千五百二十九 于加宗 又作于加派 异法相宗在印度称为于加宗 系奉持于加师的论知学派 于印度大臣佛教中 与中官派相对 此宗派以弥勒为出祖 无者济之 其后有世清 陈那 清盛 火便 安慧 戒贤 智光等 相继发挥三性中道之指 提倡观行万法为实之理 以误入真如之性 其后此教派传入我国 见分位的论宗 社论宗 法相宗 而以法相宗未盛行 易境之南海济归内法传卷一大五四 二零五下 所云大臣 无过二种 一则中官 二则瑜伽 参阅 瑜伽派 五千五百三十 二密教 真言宗 知以明 有识别指 太藏界之宗义 称大日宗 而相对于 金刚界之宗义 称金刚鼎宗 P5529 瑜伽法水 即密教三密瑜伽 教法之传承 所谓瑜伽 在密教一般称为三密瑜伽 此因真言行者之瑜伽 中归于身 语三密之行 大日经卷移住心品位 毗卢遮那佛之身 与 亦为三密 或以 一切生业 一切羽业 一切亦业 一切亦业 为三密 即佛教通常所称之三业 所谓法水 系只为传法所举行之密教最高仪式 即传法灌顶 中 以大坛五瓶中之家持香水灌于受者之顶 其欲弟子之心品 其后传以最究极之法而言 准此 为参加灌顶之仪式而入坛受法 即称为 玉 慕 瑜伽法水 或 即瑜伽法水 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规 大日经书卷三 批五千五百二十九 瑜伽法 瑜伽法禁经 请参阅是所犯者瑜伽法禁经 瑜伽派 以奉行瑜伽师的论等教说之宗派 又座瑜伽宗 瑜伽行派 即行于印度 与中官派对立之大臣佛教教派 出祖为四 五世纪之弥勒论师 以宣说瑜伽师的论 辩中编论诵 大臣庄严论等 而奠定开宗之机 其后 五者秉齐教旨 折射大臣论 显阳圣教论等 魏九 世青祭之 钻石的经论 为十三十论诵 等以光显教说 世青之弟子 成那一座官所愿原论 入瑜伽等论著 以宣扬瑜伽思想 附者英明正以门论 而英明之论是 同时附有青圣 火辩二大论师 注释世青之为十三十论诵 相继而起者令有德慧 安慧 护法 南陀 清辩 戒贤 敬月 圣有 罪圣子 智月 法葬 智光 无性 清光 德光等诸师 相继发挥三性中道之指 提倡观行万法为实之理 以物入真如之性 于家派本与中官外世代对立 彼此论难 然 八世纪初 即户籍子联华界融合中官自立派 范 M.Piamica S.F.Tendrika 与瑜伽派之思想 成立于家中官自立派 范 C.R.A.M.Piamica S.F.Tendrika 此派思想 有关圣异地者乃采用中官自立派之论点 有关世俗地者则依据于家为实之立场 八世纪后 印度佛教传入西藏 西藏佛教改革者宗喀巴以圣升官 广大行 意图综合般若中官与于家为实两派 八、九世纪以后 余家派为中官派综合摄取 独立学派不复存在 在我国 以北良坛无称所义之菩萨的池经 及余家师的论菩萨的 流送求那拔摩之菩萨善界经 及北魏菩提流之 勒纳摩提等之为十二十论 十的经论等位于余家派经论之最早一戒 其后 我国之余家派见分位的论宗与社论宗 前者系以十的经论为主 后者则以社大臣论为主 两宗虽同立 八十元起 之说 然的论宗以阿赖耶时与如来藏心同事为真实 社论宗则是阿赖耶时未旺时 故别立第九阿摩罗时 此为两宗论点最大之奇异 直至唐代 玄奘亦出于余家师帝 显阳圣教 辩中编等诸论 又柔义十大论师之为十三十 宋世论 编成 成为时论 等书 方乃展开法乡宗之教说 而盛行于我国与日本 大唐西域记卷九 卷十 南海记归内法船卷移 印度哲学研究卷五 与景博寿 参阅 中官派 一千零三十七 空有论真 三千四百七十三 二位印度六派哲学之一 通常又被称为余家外道 相应外道 主张于余家修行 能达到解脱之境界 其者学系根据数论学派而立论 所译者 持神我 范普瑞 为最高神之有神论立场 相传西元五世纪请巴丹蛇离 范泡泡泡浇丽 出世 搜集当时有关于余家诸说 转成余家经 范尤嘉 Astra 使确立该派学说 译说巴丹蛇离编于西元前150年间 由于受到无神论之术论学说影响 其神仅止于冥想之方法与对象 认为世界之所以苦乃源自无名 此即为神我与自信 范Practitaneum 之结合 当无名被明知 范Practitaneum 消除时 神我及从物质之术复中解放独存 由此解脱达到完全圆满之状态 为得此明知 对于实践方法 举说余家八之 守戒 自我道德培养 养成良好坐姿 控制呼吸 控制感官 集中注意力 冥思 禅定 从有想三昧而入无想三昧之无心状态 即是解脱 又未达到此一境界 遂完成修行法之组织 此乃瑜伽派之特质 皮阿沙 范菲 YSA 450 500 曾对于佳经作完整之注释 其后第九世纪瓦卡帕提米拉 范菲 Caspatumara 800 880 更加以付诸 广为一般采用 然此学派势力今已戴然无存 石柱皮婆沙论卷三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一 瑜伽师的论卷二十八 印度六派哲学纲要 李世杰 P5530 瑜伽师的论 泛名Yoga Kravite Me 弥勒讲述 五者记 略称瑜伽论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册 细于佳行学派之基本论书 亦为法乡宗最重要之典集 更为我国佛教史上之重要论书 内容记录作者文弥勒自兜律天降至中天竺阿于陀国之讲堂说法之经过 其中详述于佳行 其中详述于佳行 法 故佑称十七的论 佑十七的之中 由以菩萨的为重要 本书 本书之汉译本有数种 以玄奘所译之于余伽论一百卷为罪者 全书分为五分 一、本地分 广说于佳禅观境界十七的之义 为百卷中前五卷 乃本论之主体 二、摄卷则分 显阳十七的之身义 为其次之三十卷 三、摄氏分 解释诸经之一则 为卷八十一、卷八十二 四、摄门分 禅世经中所有诸法之密差别 为卷八十三、卷八十四 五、摄氏分 明世三藏之要义 为最后之十六卷 除玄所译之外 本论之义本有 北梁谈无称之菩萨的池经 十卷 留诵求那拔摩之菩萨善戒经 九卷 梁真帝之决定葬论 三卷 三本均为结义本 汉一百 另有葬义本 本论之注义多 较重要者有论是一卷 最圣子等 略转十六卷 窥姬 书十卷 神态 继二十四卷 顿轮 大唐内典陆卷五 开元世教陆卷八 卷十四卷 新编诸宗教藏总陆卷三 P5531 余家师的论记 请阅余家论计 余家师的论略转 凡十六卷 唐代盔基传 收余大阵藏第四十三册 余作余家师的论略转书 余家略转余 余家超 本书系法相宗主要经典余家师的论之著书 内容初一最圣子等至余家师的论是载七言七行之规颂 四立所为、所因、宗序、藏社、试题、试文等六门 为研究余家论者必读指南 论者归基为玄藏之高族、法相宗之初族 至原法堪通总陆卷十、新编诸宗教藏总陆卷二 P5532 余家师的论是全义卷 最圣子等诸菩萨造、玄藏义 又称余家论是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册 为余家师的论罪古之著书 最圣子 范詹纳佛佛 因一座陈那弗多罗 系佛陀入灭后一千一百年之北印度法多国人 投于护法之门下 位为十十大论师之一 本书阐释于佳论之大纲 出名造论元起 似是余家师的与本帝分十七的知名义 全书共分所为 所因、明义、宗要、葬社、世文等六门 为历来法乡宗学者必习之书 P5532 余家正灵 即修余家行之正灵 余家 亦亦未相应 亦未集中精神 与本尊融会 密教称为三密余家之行 而家已实修 修此法之规模为四度佳行法 即依一定之行规供养礼拜诸尊 并体验各本尊证物之境地 以达及生成佛之道 修法中用正灵之做法 即为招请本尊圣众安坐于眼前之道场 而以正灵奏乐 表示欢呆之义 所正之灵 有五古灵、三古灵、独古灵、九古灵等多种 因古处行之义而用各种名称 正灵之方法在密教之事相上 因各派之义而有诸流之做法 一般为其意义在于精觉、供养、欢喜、说法、奉诵等 在世间法表示供养或欢喜之义 出示法及作为佛说法之音声 以其能惊醒众生之常年迷惑 令彼等息入佛道 故佑解作经觉之义 金刚童子持念经 摄真实经卷下 P5532 余家与纸巾 请参阅余纸巾 余家经 泛名Yoga Astra 为印度六派哲学中 余家学派 范Yoga 之根本经典 相传此精细巴丹蛇离 范Pata Jolly 于西元前150年间所编 《燃现存之经典》则成书于西元400年至450年请 《蜀婆罗奈斯泛语》从书第75号 Bernarus Sanskrit Series No 75 共计四章194经 内容包括 一、三昧 由休息与离遇以控制量、颠倒、分别、睡眠、记忆等五星之作用 而达三昧之境地 二、八种识修法 即、一、智戒 范Yoma 持守不杀身、真实、不道、不营、无所有等五戒 二、内智、范Nayama 包含清静、满足、苦行、修学、皈依最高神等 三、做法 范Sona 用以保持身体之安定、快逝 四、调习、犯Pryna 及调理呼吸 五、智感 犯PrayThra 远离感官与对象 六、直迟 犯Dhra 将心定于一处 七、静律 犯Dhena 定心之后 致力于观念之极中 八、三妹 犯Sandai 知境 三、经由实际修行 可获得种种超人之知识、能力 如了之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他心知、影遁身行等 四、由修行而脱离自信 犯Practitaneum 得以独存 犯Kfaya 乃至完成解脱 成立佛教关系 经苍原造 宗教神秘主义 按本音符 P5532 瑜伽结膜 瑜伽结膜 范与YogaCarmen 受戒之做法 称为结膜 瑜伽结膜 指瑜伽师的论所说之受戒做法 乃法相三圣加所相成 P5533 瑜伽论 请参阅瑜伽师的论 瑜伽论计 凡二十四卷 唐代遁伦即传 又称于佳师的论计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二册 乃柔录诸诗有关于佳师的论之试文 主要依据窥基之余佳师的论略转译书 列举所为、所因、宗耀、藏社、解题、试文等六门 前五门中多抄录窥基之文 四于试文中先列出略转之注解 后举出顺景、文背、玄范、神态、惠景、圆策、圆小、神阔、森玄等诸家之说 然于佳师的论于六十六卷以下缺略转之试文 故顿伦多元引神态、惠景二诗之说 而先有字说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卷二 P5533 瑜伽论试 请参阅瑜伽师的论试 瑜伽总持教门说菩提心观行修持义 请参阅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论 瑜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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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卷 金刚风楼阁一切瑜伽瑜伽晶之略称 又称瑜伽瑜伽晶 唐代金刚制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卫密教五部密经之一自古语理去经并称为密经中之密经 全经共有十二品 巨胎藏界之苏西的经载 本经卫金刚界之苏西的内容闪说成就一切世间出世间作业之妙法 诸以鬼传授目录至原法宝刊同目录卷六 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P5533 瑜伽灌顶 原指瑜伽行者之灌顶 经指密教金刚成最上瑜伽法中传授于纸经的大事应言之灌顶做法 此修法系据于纸经之金刚萨朵菩提心内作业灌顶西的品与续品之说 为一极深密之法 曰当于五种三昧耶之第五三昧耶 亦同于大日经所说之以心灌顶 于密教室相上诸流派之作法互议而以日本台密特重视此作法 参阅灌顶6853P5533 瓶有作瓶 乃淘气或为金属所致之容器 一范语靠爱 应亦为加罗奢 细圣五穀香水等供养佛菩萨时所用 又应平常用以注存财宝可应他人之愿而使其满足 顾称得平如义平满平等 参阅贤平6180二范语克 应亦君池君池君池君至佳君池君池 未比秋长随身携带十八物之一 即盛水之容器 又称水平早平 有净处二种净瓶之水 供饮用处瓶之水 以洗处手 南海既归内法船卷一载 君池有二 若问瓶则是净用 若铜铁则则是处用 参阅君池3957P5534 瓶中无水 乃三论宗用以比喻空观之语 为五蕴、指色、寿、想、行、食 之中无人我 乃五蕴之暂时和和 唯有甲铭而无实体 之义 P5534 平塔 泛名Drona Estipa 平指用以分配佛设立之平 平塔及纳此平之塔 右座阴塔 金平塔 巨长阿含金卷寺 佛所行赞卷五载 佛陀入涅槃后 居师纳成至莫罗众焚烧佛身 相信婆罗门将设立平分于八国 八国皆起佛设立塔 相信婆罗门则获得分配设立之平 归国起塔庙 称为平塔 碧村之人的土匹所余之灰探 归而起灰探塔 故共有十塔 然得此设立平的婆罗门之名 朱金所载有所不同 此塔之位置 据大唐溪玉记卷七载 位于占主国 班尼环经卷下 大班涅盘经后分卷下 大唐溪玉记卷六 P5534 平体无实 乃成时宗用以比喻诸法 无我之语 为五蕴之诸法皆为甲和和之体 而非如凡夫所思为之有实体者 P5534 当下成佛经 请参阅弥勒寿绝经 当今如来 为北魏道人统法国之主张 为皇帝即如来 拜天子即为拜佛 由于此类主张之影响 另一方面 却免建设 知其宗教超然之立场 设服于军权之下 统治者一缕次及各种理由 进行沙太森尼 对佛教之发展明加限制 与法国同时代之卢山会远 334 416 这沙门不敬王者论 则与法国之主张成强烈对比 参阅沙门不敬王者论 参阅沙门不敬王者论 入涅槃而 故主当分 2 跨节 为直超前三教而阐述原意 亦即由法华经之义已定于经之义 盖当之义门 在一代经之当位 故以当分法华之义 将代料 乃方便之师社 跨节之义门 则及法华经而建一代经 故以跨节而成法华之 绝呆妙 乃佛之本义 法华玄义卷一下 大三三六九一荡 当分者如三荡佛 附种源 说种种教 中略 跨节者 何处别有四教主 各个身 各个口 各个说 法华玄义是千卷三 天台四教 以即驻卷上 批五千五百三十四 当位即庙 旨在当分之地位 即为为庙 即使处于世俗间 不改凡夫之位 亦可计合真理 亦即不问何事 其位皆庙 如良依所观 独有独之庙 要有要之庙 据法华玄义是千十一所说 法华之心为当位即庙 不改本位 不舍对业 以成佛 达到 披五千五百三十五 当相即道 严诸法之当相即是真实之道 亦为世间浅静世相皆有身妙之道理 由言即是而真 密宗之世相门盛谈此旨 辟五千五百三十五 当情献相 指于凡夫妄情之前 献种种之相 譬如于疑心之前身暗鬼 然在理上 此类物相乃属虚妄不识者 唯因凡夫弥心本来具有 使我 使法 之之情 如今在 非我 非法 之事物上 献出 使我 使法 之相貌 遂任其为 使我 使法 者 称为当情献相 相当于为十三姓中之便即所之姓 参阅 三姓 五百六十三 批五千五百三十五 当麻寺 位于日本大河奈良县北隔城郡当麻村二上山路 五 又称二上山禅陵寺 乃真言 净土两宗兼修之寺院 圣得太子之地马吕子王创建于河内 大阪府 山田乡 石称万法藏院 天武天皇九年 六百八十一 一致现地 奈良时代 藤原封臣之女中将 法如尼 入住该寺 曾供奉所知之净土变象图 当马曼陀罗 至成年间 一千一百七十七 一千一百八十四与一度烧毁 其后原来朝众兴之 经堂之本尊弥勒菩萨座相高二点二公尺 为白奉时期之作品 四天王相为同时期之 干七早 蒋堂建于连仓时期 其内置有藤原旗之佛像 本堂建于曼陀罗堂东侧 为全寺最大之堂 系连仓时代之建筑 谈上之佛堪内置有当马曼陀罗 P5535 当马曼陀罗 乃日本大和当马寺所传之净土曼陀罗 又称官金曼陀罗 偶斯曼陀罗 为日本净土三曼陀罗之一 原图系以连偶斯之臣 历经九传 气已破损 经仅存断片 文规年终 文规年终 一千五百零一 一千五百零三 再度摩写 故又称文规曼陀罗 全图分内 外政 内政位以弥陀三尊为中心之保楼阁 其前位保持 保持中突出之舞台 上演五月 于五月会之左右对称排列父子相迎会 以迎接往生者 外政则分为左右与下之外圆等 表现官无量寿经之意 右圆共十三观 左圆为续分之十一图 下圆为九品来影像 圆图纵横各四点五公尺 缩写本则大多为圆图之四分之一 一般胜未普及 P5536 当麻曼陀罗绘卷 凡二卷 属于净土曼陀罗之绘卷 藏于日本莲苍光明寺 细描写奈良时代所制作当麻曼陀罗之因缘故事的绘图 所描绘 所描绘之内容包括横沛大臣之女 因发新书写称赞净土经一千卷 而感的一画尼 阿弥陀佛之画身 映现 画尼令女及莲藕丝 染成五色丝 以知曼陀罗 以及知曼陀罗之情景 所完成之曼陀罗 和画尼放光而去之场面 乃至该女由于本院而接受迎接 往生之状况 长度四十九公分 画面豪华 细线连绵 为帘舱中其之杰作 P5536 当机义物 即配合各种根性 适时诗与适当之画义之义 诸经说法之所以不同 系因应众生根基之不同 而诗与画义之善巧方便 至义之法华玄义卷一上 大三三六八四上 于教当机义物 不说如来诗画之义 此经明佛社教原始P5536 当机义直塑原纯熟 译文教法即可得度者 听法之大众可分成四种类别 当机义集其中之一 法华经文句卷二下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五 参阅四重1763 P5536 P5536 当头棒喝 禅灵用语 意味警醒人之迷惘 棒喝 源于禅家宗将接引学人之做法 棒 始于德山 喝 来自灵济 棒 喝均为接引学人转迷开悟之法 参阅 参阅 棒喝 五千零五十四 P5537 当体极空 为不代分析坏灭一切有为法之事体而直接体达其当体本极是空 盖 盖因缘生之法 如梦如幻 并无实性 官如此当体极空者称为体空观 参阅 体空观 六千九百三十 P5537 当体极是 如波之当体极水 烦恼之当体极菩提 生死之当体极涅槃 为水为波 为菩提为烦恼 皆因实质与妄情所见之矣 妄情之前 法界总为生死 实质之前 法界昔为涅槃 此当体极是 乃天台原教制极之教法 至官府行传红绝卷一 十步二门只要抄卷上 P5537 梁耶舍 383 442 泛名Kaleis 异异作实称 乃留宋时代之一经家 西域人 博通阿皮坛 绿布 由金禅观 留宋文帝 原家元年 424 附建业 居于中山之道灵经社 亦出观无量寿佛经 观要王要上二菩萨经 原家十九年西游民属 所至宏道说法 禅途群聚 后还将临 为九集入祭 享年六十 梁高森传卷三 开源氏车路卷五 氏氏六 铁卷九 P5537 闪迷 泛羽 N 右座山米 氏迷 亦亦做沟 陀罗尼吉金卷十 大一八 八七六下 氏迷目 此云沟 悬应应一卷二十二 闪迷夜 其夜苦夜 最圣王金卷七 P5537 穆州略虚汉 禅宗公安明 右座穆州略虚 穆州略虚头汉 穆州问僧甚处 穆州问僧 乃显士唐代穆州道明禅师 成尊宗门封严峻之公案 碧言录第十则 大四八 一五零上 穆州问僧 竟离盛处 僧便喝 周云 老僧被如意喝 僧又喝 周云 三喝四喝后做磨僧 僧无语 周便打云 这略虚头汉 略虚汉 又做略虚头汉 亦指景之一味 模仿他人行动严惧之禅图 似是而非之禅图 盖道明欲问一僧来处 以堪辩其实践 然比僧胡喝树身后 竟然无语 道明查之其为略虚汉 故打之 以截断其虚喝 连灯会要卷八 宗门桶要续集卷九 P5537 慕周道明 七百八十 八百七十七 唐代僧 黄博西运禅师之法寺 又称道宗 江南人 俗姓陈 居慕周 浙江 隆兴寺 慧姬 藏用 常知蒲鞋 密至于道上 欲知以奉母 岁九 人知之 有成蒲鞋之称 学人来叩问 则随问随答 此语锐不可当 尤士四方归目 好未成尊素 尤士四方归目 常接引游方修行中之云门闻眼 而以痛骂 秦石立钻 传为禅灵佳化 唐甘福四年世纪 释寿九十八 景德传灯陆卷十二 五灯会员卷四 批五千五百三十七 慕周道明禅师语录 全一卷 又做成尊素语录 唐代僧道明 七百八十八百七十七 转 收于万序藏第一一八侧古尊素语录卷六 收录上堂对机 勘看金森 勘讲经论作主大师等项 卷墨并附小序一篇 由朱问答中 随处可见到明俊烈之疾风 P五千五百三十八 睡眠 范与mda 略称眠 心锁 心之作用 知名 据设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由于心中本有之暗昧而于被揽 疏忽之状态下所具有之本性 客观观察 客观观察一睡眠者 而知其时比人观察外界 对象之作用已消失 与觉醒时之心相反 其时意识暗昧模糊 但与失神无意识之状况有所别 因睡眠可恢复 因睡眠可恢复身心精力与消除疲劳 故可视为与 休息 同意 据摄宗 将心锁 四十六种 分为六类 睡眠即属 不定的法 之一 为十宗 一将心锁 五十一种 分为六类 睡眠属于 不定法 之一 此外 染有烦恼之睡眠可令心中暗昧 障碍善心 其与 大烦恼的法 中之昏神 合称 昏眠 为五概之一 称昏眠盖 睡眠盖 亦为十禅之一 广义而言 与 烦恼 同意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八 巨舍论卷二十一 成为十论卷七 法运足论卷六 批五千五百三十八 睡眠玉 五玉之一 又未玉戒三玉之一 为凡夫不图精进 带舵放纵 为单睡眠 逆于乐者 大明三藏法术卷二十四 批五千五百三十八 睡眠盖 泛与 Styane Mida Farae 五概之一 又做婚省睡眠盖 婚眠盖 盖 烦恼之一名 睡眠盖 即睡眠与婚省之并称 为众生为其睡眠烦恼或婚省复兴时 不能禁于善法 反而审轮三界 无有出其 故称为改 杂阿寒精卷二十六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八 批五千五百三十八 睡眠射立 指涂皮后之遗骨 或指睛涂皮后 将遗骨分至多处者 如释迦佛之设立 为睡眠射立 令如多宝塔中之多宝佛设立 则为全身设立 菩萨处胎精卷三常无常品 法院诸灵卷四十 参阅 设立 三千四百九十五 批五千五百三十八 禁五路印 密教修召魂作法时所结之印气 为炎流灵死病人之魂迫于现身 以求炎命而结之印气 其结印之法 据慧基金刚说 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树灵要门载 驱左手无名指入于掌中而树小指 如魏超卷二十二魏 静者 闭塞之意 五 及六道中之五道 人死必屈向他借 经济在人道 则其于五道未所屈处 不疑不可 可思一之家持立 禁闭五道之门 令死者复苏而还于前身 或为五路系指 一旗下 二胸 三腹 四手 五顶上 人死魂魄 因此五路而去 故劫此印已尽二之 诸以鬼禀秉陈陆卷五 诸大士时节卷四 批五将五百三十八 母缘 官经六缘之一 善导之官书序 御分译中 将官无量寿经兴起之音缘分为六 五缘为其第二 其内叙述阿蛇士王幽比其母为提西夫人之一段 批五千五百三十九 禁戒 云Saphara 八粒与同 佛为防止弟子们身 口 亦知过非而制定之戒律 因一座三婆罗 三拔罗 又一 三道中律藏专名禁戒者有五戒 八戒 沙弥戒 巨族戒等之别 大方等大集精卷三十一户法品位 持守禁戒者即为佛弟子 毁坏禁戒者即为女子 又饭与Freda 因一座梅利多 亦一座禁戒 即非常识其所持之戒 而戏因应于短期内发愿修法所致之禁戒 大日经书卷十七 大日经书卷十七 大三九七五一下 一多 是十愿之之戒 未行者持送十过星 一月乃至年岁等 此事了十 此境一罢 参与 参与 借 2896 P5539 庆祖 至九旬安居其间 严禁安居之众僧出于道场之外 此乃是尊所制定者 概义于其安居时 草木 虫类繁殖最多 恐外出食物导致 而遭适机 同时 安居其间细数半道修行之时节 故禁止外出 P5539 禁欲 压抑肉体与世间之欲望 以其达到精神上的理想境界之行为 禁欲之种类极多 或积极奖励肉体上之苦行 或否定肉体 否定现世 而总以求取来世的 彼岸的理想之时 现为其宗教目的 西洋中古时代之基督教僧愿 及主张彻底引顿之境遇生活 印度奇纳教义认为断食为 或至解脱之最佳途径 此外又认为 饿死乃一种死的理想形态 世尊在世时 宗教实践之法有苦行 犯Tapos 修定 犯Sendai 两种 所谓苦行 以及自狂热的意念之中 令物质性之肉体发生变化 或极压抑肉体而发挥出精神之纯净 所谓修定 细将精神安定下来 求其统一而远离肉体之方法 世尊初持修定 然未能解脱 后又历六年苦行 仅存皮骨 消瘦异常 至此 使之苦行亦非获得解脱之道 遂终止苦行 待体力恢复后 坐于树下 再行修定 中的开悟 前所言之修定 苦行等二种途径均从心悟二元论之立场 而欲从肉体求得内心之解脱 然世尊最后所持之修定 则为一种心悟易如之真理正观 而否定禁欲之修法 故世尊曾与弟子 自己细舍苦行主义与快乐主义两极端 而持守忠道之法 佛陀入灭后 教团中保守派之间制定甚多戒律 特为夸耀出家之禁欲 然对极端之苦行 则视为邪道而否定之 此外 由于在家众发起大臣菩萨运动 主张心悟易如 现实与理想之绝对统一 而将慈悲 利他等精神积极的实现于日常生活中 即自日常生活中获得其理想 此为真正之觉悟 例如大臣佛教之舍身供养 即以菩萨行实践一种否定自己之方法 另又从 烦恼及菩提 生死及涅槃 中 肯定日常生活之一切作为 然因之意不免产生堕落之危险性 由是而有复兴严格戒律的思想产生 净土教则为禁欲之修行 与持戒乃为凡夫所难以实践者 因而特别强调信心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六 大制度论卷八 大明三藏法术卷二十七 法院株林卷八十三 P5539 禁欲及禁止自己说话 一切众生之生死轮回 皆由于生、口、意三叶所致 若消除此三叶 可塑的解脱 禁欲目的之意即未减少口叶 僧人行禁欲时 自备一小木牌 上写禁欲二字 欲人欲语及言谈 则出事该牌 P5540 万不一生 为杂修行者 万人中无一人的往生于弥陀之暴徒 系表示杂修之措施之语 世净土群一论卷四 怀感 高僧和赞 青鸾 P5540 万天意 原位一经居士 云中人 本性拓拔 又称万四氏 单称万氏 世居洛阳 故又为何难人 少曾出家 诗世婆罗门 聪慧有智力 善范书范语 兼公咒术 带入其世 奉赐参与耶舍三藏一经 北齐和清年间 五百六十二、五百六十四 曾于夜都亦出尊圣菩萨所问经一部 其余世纪及生族年等部详 历代三宝纪卷九 开源世教路卷七 P5540 万年寺 一位于四川西南俄眉山腰 为俄眉山六大古沙之一 始建于近代 原名普贤寺 唐代会通改名为白水寺 后屡遭火灾 明神宗时 重建成砖契之螺旋式无良殿 改称圣寿万年寺 凡七殿 规模之大 山中少见 其圆鼎形成城 及早景 充满异国情调 尚有会于明代之彩色飞天神像 明末三度大火 仅存皮炉、砖、接影等三殿 现分位三部分 亦为心殿、藏备夜经及设立子 二位专殿 殿内有宋代所制之清童普贤菩萨坐像 另藏有佛芽、珍贵异常 三位披炉殿 其内供奉明家境年间所制三大同佛 参阅、峨眉山、四千零八十七 二位于浙江天台县西北三十五公里处 为天台山著名之古沙 四位浦岸禅师创建于唐文宗太和年中 八百二十七、八百三十五 原名平田禅院 四外八丰还历、聚山碧天 清代曾大家修器 后又屡悔于火 以不复旧观 寺内原藏经甚多 亦多散师 P五千五百四十 万行原被加号 阿弥陀佛 名号之美称 习法藏菩萨 于、因未、时 待众生修一切万行 西原满俱备 故得此名号 净土文类俱超 大八三、六四四上 万行原被加号 或消账除疑 又其所惧之万行乃一余 因人、所修之行 即止惜能如理体达 随顺法性 P五千五百四十一 万佛寺 位于台湾台中献物丰香 位台湾中后地心之名察 民国六十年 一千九百七十一 由圣应法师所创 设有慈明商工职业学校 中华佛教学院等 曾数次举办大专佛学下令营 四中万佛宝殿高约八公尺 殿顶塑造约二十二公尺至要师大佛像 殿前有九龙献塑像 其阵殿左右两侧有地藏殿 大碑殿 P五千五百四十一 万佛堂 位于辽宁一县西北约十公里处 大陵河对岸之宁辉掩崖碧 位北魏石所造之石窟寺院 乃东北地方最古之佛祭 石窟有六所 第一窟规模最大 内部十平方公尺 中央有绕方柱之回廊 方柱四面做佛堪 四于表现须弥山 上至方塔 是以天盖 其间有化佛 其内壁各有佛堪 习以遭磨损 第二 三四窟后来改为通廊 壁面之小佛堪 莲花及雕刻有飞天之枣 井人流有北魏之色彩 第四窟有井明三年 五百零二 索刻之明记 文中之契策 亦说属于契丹 第五窟较大 前半窟已崩毁 内部人残存弥勒 文书 唯摩 千佛等相 根据碑文所载 戏太和二十三年 四百九十九 迎周次使缘警卫皇帝而造 第六窟一回 有近世所造之本尊相 满洲亦万堂 观野真 知那建筑云术 1941 辽西亦十窟寺 田根座 东阳美术史研究 1942 批 五千五百四十一 万佛禅寺 位于新竹市东山里 民国二十五年 一千九百三十六 妙义尼师律达果 达善二徒来此开山 出规模圣检 四十五年陆续增建大雄宝殿 摘堂 客房及左右两厢楼房等 六十二年妙义世纪 由达果法师进任住持 批五千五百四十二 万劫 劫 分别世界成坏之十亮明 为古印度表示时间之最大单位 万劫 经历世界之成坏一万次 即延时间之极长 批五千五百四十二 万山寺 位于江西新子县庆云封下 始建于南朝良代 至唐代 称为庆云院 宋景德年终 一千零四 一千零七 森大超首值万山 天盛年终 一千零二十三 一千零三十一 改经名 为庐山五大丛林之一 原四毁于太平天国之乱 京四系清光绪年终 一千八百七十五 一千九百零八 所重建者 批五千五百四十二 万松行秀 一千一百六十六 一千两百四十六 南宋曹洞宗森 河内 河南庆阳 人 俗姓彩 自报恩 早岁从行州 河北行台 净土四云云出家 受巨族借后 至庆受四叶圣末光有神 不久至此州大明寺参访雪延满 未于月彻雾 岁流慧下二年 西径其运底 未九海行州 铸万松宣居之 前至自修 誓称万松老人 或报恩老人 京章宗明昌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三 第四诗景起大森一 陈安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七 奉赵铸西山养山其影禅寺 后印诸方之寝 立住净土寺 中都万寿寺 燕金报恩寺等明察 未己 退居从荣安 印耶律楚才之寝 以洪至正爵所评唱之 宋古百则未敌本 者从荣路六卷 传草洞宗禅峰 又者请一路二卷 二路契金峰行于禅陵 未禅宗禅陵之代表作 令这有祖登陆 世事新闻 明道集 四会与陆等 原定宗元年 一说端平三年 一千两百三十六 世纪 世寿八十一 一记 万绪一四一 一五一下 八十一年 指辞一语 真重诸人 切莫错举 五灯盐筒卷十四 续灯存卷十一 五灯全书卷六十一 批五千五百四十二 万松老人平唱天同和尚 宋古从荣安路 请参阅从荣路 万松老人平唱天同绝和尚 燕古请一路 请参阅请一路 万法 与同 诸法 总该万有事理之语 吉色 心所更吉之一切差别之法 与一般所说之万象 万事 万物等语相当 往生十一 大八四 一零零上 决之法界为真 万法一如 无烦恼可断 批五千五百四十三 万法一心 一切法尽归入一心 称为万法一心 大方广原决修多罗勒一经略书筑卷上二 大三九五三七中诸经论据说万法一心 三界为十 唐义华言经卷三十一 班若经卷五六八批五千五百四十三 万法一如 万法指一切诸法 即一切所有存在 者 之总称 一 未不二之义 如 未不一之义 一切诸法皆由因缘生起 故无常 我 不固定 不变之实体 即无自性 乃空性 平等者 即万法以空位性而归于义理 故称万法一如 枉生石鹰 P5543 万物有灵论 乃国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Bernard Tyler 1832 1917 提出之理论 主张使人在 形成宗教之前 先产生万物有灵之观念 而以为在人类物质身体中含有非物质之物 使人具有生命 此物若离 身体则丧失活动 身体能力停止 呼吸 泰勒以拉丁字 anema 命名之 认为原始人推论一切具有生长或活动现象之物 蠕动植物 日月河川等皆具有anema 然静大部分宗教学家则认为 原始人 由其未做上位行 明成之远古早期之原始人 其思维方式未必达到能综合各种现象 而加以抽象推理之地步 且目前尚无发现任何实力 足以证明历史中确实曾经具有此一观念之见像 P5543 万回 632 711 唐代森 河南文乡人 俗姓张 其兄从真远到安息 父母忧 万回美 老往世之 慕持凶书板家 湘仁义之 应好万回 高宗时 得杜卫森 午后召入内道场 四锦一 号 法云宫 安乐公主将谋逆 万回欲之 望成呼曰 大五 八二四中 七星不可敬也 为己 安公主果 我应谋反授诛 玄宗再番 曾思叶万回 万回府其被曰 五十年太平天子 其神义大多类词 景云二年 呼求闻香河水 隐蔽而逝 逝受八十 追赠 司徒国国公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神僧传卷七 太平广计一僧类 P5543 万恒 1249 1319 高利僧 雄精郡 中清南道公州 人 俗姓浦 生于儒者世家 又年及出家 魏僧 魏曹西山天因之法寺 及地九山佛选之魁元 由封月移住至里山 应忠烈王召请 入住三藏社 其后立住朗月社 云兴社 禅元社等明察 皆化弟子多达七百余人 其中是代福亦多不慎数 宋代之蒙山得意赞叹师之文记 四号 古坛 中宣王五年 一千三百一十三 蒙次 别传宗主崇旭祖登妙明尊者 之号 于中宿王六年世纪 世寿七十一 法腊五十八 追赠塔号 惠建国师广照之塔 李奇贤传师之碑名 碑立于松广寺 全罗南道顺天郡 东国森尼路 一斋集卷七 P五千五百四十三 万指 亦未万人 林间路卷上 万序一四八 二九三上 王公复至四 重横状大中 万指出银 P五千五百四十四 万善同归集 凡三卷 或作六卷 北宋严寿数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八册 细广举经论 祖士等禅家新药之书 各卷之初 手续其盖指 而后以问答体解明其一指 问答总数有114条 其中第112条 大四八 九九二上 问 此疾所成 有何名目 答 若问假名 数乃横杀 经略而言之 总名万善同归 别开十以 一名李氏无和 二名全十双行 三名二帝并臣 四名姓相容疾 五名体用自在 六名空有相臣 七名正柱兼修 八名同意遗迹 九名修姓不二 十名因果无差 由此可知本书之概要 乃逐条解说其意义者 然实际之计数 却未必依上所述之顺序 卷上之初 即说李氏相及 万行由心等义 四则以三十三条问答解说其义 卷中之初 即略是波罗蜜等十件刑法 后复以二十七问答细说之 卷下之初 举世妙行圆满之去指 再皆以五十四条问答 论述其意义 全书虽已宣扬禅职位主干 而华言 天台 净土等诸宗思想之融合 随处可见 所引用之书目益甚多 至原法宝刊通总录卷时 禅集至卷下 总净土一平章书目录 批五千五百四十四 万岁四 位于福建福州九仙山 原为唐末天佑元年 九百零四 狼牙王王省之所创建之七层塔 初称报恩定光塔 后梁开平 九百零八 九百一十 初年改称万岁塔四 宋西宁八年 一千零七十五 建立千秋堂 甘道九年 一千一百七十三 改为华丰堂 王省之曾投入巨资营建加兰 并纳入大藏经五千余卷 为佛教展开文教政策之设施 更每日迎建盛大斋会 当时高森雪峰一存 玄沙师辈 安国红 安国会酋等诸师均曾参与其会 批五千五百四十四 万森公养 即邀请万森 以饮食等公养之 又称万森公 万森斋 如佛祖统计卷四十二载 唐贤通十二年 八百七十一 一宗于静中设万森斋 自身座位赞备 使有长眉范森 及兵头颅 来应公 受称臂临空而去 童书卷四十四又位 于宋真宗大中祥福四年 一千零一十一 兆赐黄金三千两 增修额眉山谱贤寺 设三万森斋 岁渡森四人 批五千五百四十四 万寿寺 位于北平溪直门外 位北平明差之一 创建于明万历五年 一千五百七十七 殿宇弘历 门陵大道 清康熙 乾隆阶层重家修起 本寺建筑规模极大 有正殿 前殿 后殿 同佛 碑亭 碑文位翁同和传书 寺内有千佛格 格七营 两层壁间安置小佛像数千 寺中各建筑均完好无缺 批五千五百四十五 万福寺 亦我国黄柏山万福寺 黄柏山位于福建福清县西南十七公里之处 以山多柏木 故有此称 其上有乳香盐 盐间有飞铺悬空 甚未壮观 本寺建于唐德宗真元五年 七百八十九 元明班若唐 后改明建德禅寺 曾以禅宗到场而明文侠尔 该寺之龙圣 于宋代达于最高峰 至元代建驱衰为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 一千六百一十四 蒙玉赐藏经 并赤额 万福禅寺 重建诸堂 岁德复兴 明末隐元禅师曾居于此 明国十七年 一千九百二十八 殷山崩 四毁 金锦存法堂 然寺后之丘陵上 尚存黄埔宗历戴森旅之无缝木塔 木塔系以整块石头造成而无缝棱集成 又称卵塔 二日本黄埔宗之大本山 三号黄埔山 位于日本京都府于治市 系德川家刚为我国名戴森影园所建者 为日本黄埔宗之根据的 颇为兴盛 四中建筑皆彩明代之规制 樊山门 天王殿 佛殿 法堂皆并列成一直线 为四支中心 其左右令有诸堂排比一起 匾额及连柱有影园 穆安等高森之文字 背后山腹藏有黄埔版大藏经 P5545 万灯会及万灯供养 为忏悔与其求灭罪 以万灯供养佛菩萨之法会 与献花供养相同 燃灯供养之功德盛大 其说散见于诸经之中 日本籍盛行此种法会 东大四将之列位 重要年中行事之一 碑华经卷二 菩萨藏经 阿蛇士王寿绝经 P5546 仇灵 范语 Gahana 有座迷 及密茂之森林 佛教比喻众生邪见烦恼 交落繁茂 有如仇灵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大九 八中 入邪见之仇灵 十的经卷七举出 诸有情心 范Sattha Sattha 烦恼 范Klee 耶 范Karma 根 范Indria 圣洁 范Batimati 义乐随眠 范Inuaya 瘦身 范UK Party 喜气相续 范Fisana Sandy 三聚安利 范Tri Ri Vivacana 等十种净愁菱形 范Gahana PakRA 之名 大宝基金卷一一五一举出十种愁灵之名 即 心形愁灵 烦恼形愁灵 义乐圣解形愁灵 根形愁灵 种种戒形愁灵 随烦恼形愁灵 死生行愁灵 三世夜暴愁灵 习气烦恼形愁灵 朱根形愁灵 大臣阿皮达摩杂及论卷七则以贪甜吃三毒 独为三种愁灵 旧华盐经卷二十六 十的经论卷十一 批五千五百四十六 仇禅师 四百八十五百六十 北齐森 昌离人 俗姓孙 博通经史 二十八岁头森时法师出家 先后参访道房 拔驼三藏 道明禅师 修习禅法 长山行建两虎斗 以西藏中解枝而去 立柱松月寺 大明山 石窟大寺 天保三年 五百五十二 齐文宣帝于夜城西南之龙山未见云门寺 屡信寺 施首比丘之法 都不送迎 或有以此禅于帝 帝大怒 欲前来加害 施名之之 必四去二十里 孤立道棒 帝至而问之 施曰 大武林 五五五中 孔生邪不尽 惠乌迦兰 在此后尔 地下马回泻 功赴师 还四 甘明元年四月世纪 世寿八十一 法腊五十 已有止观法二卷行事 旭高森传卷十六 辟五千五百四十六 拜沙门 为僧之无行者 譬如麦田中生拜 其行似麦而非麦 田夫初见 为此拜麦 尽是好麦 九知乃见时为会草杂生余地 此欲无行沙门处于众中 似是持戒之有得者 施主见时 为尽是沙门 然比无行沙门时非得者 故以拜沙门御之 荣斋随比 P五千五百四十六 苏鲁琴那国 苏鲁琴那 泛名Rawna 中印度之古国名 位于萨他逆施法罗国之东北 严慕那河上流 即现经阿姆帕拉州 Ambola 加卡德利 Jagdry 附近之宿库 Sook 巨大唐溪玉记卷四载 苏鲁琴那国周围有六千余里 东陵琴家河 北贝大山 炎木那河流金中进 国之大都城周围二十余里 东陵炎木那河 虽甚荒芜 基指尚故 其产物与封土同于阿他逆施法罗国 人性纯直 崇性外道 重视义学 崇尚福慧 阿满五 五所 僧徒千余人 多学小臣 少席余部 此外 另有天词百所 易道甚多 佛母孔雀咒王金卷中 孔雀咒金卷上 大词恩寺三藏法师远二 康宇 康宇址佛 慧尔合 地域 1547 四波大吉祥菩萨 苏波大吉祥 汉清 范名 Estipha Mahar 一所有的和师利 七百吉祥之一 右座他吉祥菩萨 苏独波大吉祥菩萨 萨朵大吉祥菩萨 于阿舌里所传曼陀罗中 称戴塔德菩萨 戴塔吉祥菩萨 及教宪无胎荡剑陀罗中 观音愿第二列第二位之菩萨 其形象深沉肉色 二手日于血 胸前手中持莲花 伴家夫坐于赤莲花上 密号立一金刚 安昧耶 行为不莲花 或为此尊及弥勒菩萨 导菩萨少如来佛位 或以手杰苏波印 或应顶纪式至塔 故称戴塔之尊 大日经书卷六 大日经书演奥超卷寿本 胎图像卷上 诸说不同计卷三 P5547 苏罗 泛与瑟 巴丽与同 右座苏罗 苏利 意义味酒 米酒 古 以从古物至尘之酒 法韵族论卷一载 若以米麦等物如法真主之 伴或驱破于诸药物 酝酿日酒 及橙色香味 聚味上品之美酒 称为苏罗酒 此外 于注为摩洁经卷一中 而苏罗 阿修罗 义词物意味 五酒 此系将苏罗 修罗 与瑟 苏罗 混同所致者 顺正理论卷三十八 据舍论卷十四 玄印英译卷二十四 P5547 窟内窟外 据大唐西域记卷九 宗伦论数记等记载 摩洁陀国加兰陀竹园西南 行五六里 南山之北 有大石窟 如来入灭后 加业于此结集经 律 论三藏 称为窟内结集 同时 据石窟二十余里之处 以婆师婆为首的其余大众结集五藏 三藏再加上杂集藏 净咒藏 称为窟外结集 参阅 称为窟外结集五千一百八十七 批五千五百四十七 经 梵语 Estra 因译作修多罗 苏达兰 苏达罗 一般译为弃经 正经 灌经 佛教圣典可总括为经 律 论三藏 经藏乃其中之一 又于原始佛教经典之基本形态中 经义为九部经之一 十二部经之一 关于经 修多罗 之名义 列举如下 一 世尊演说之教理 本称 法 达摩 及教法之义 后世以之为教理纲要书 而称为 经 修多罗 修多罗原为婆罗门教之用语 后为佛教采纳 逐渐演变而止冗常之文 取其 连坠文艺不散 之意 二 据于家师的论卷二十五 佛的经论卷一大乘法院一零章卷二 华言经书卷一等所具 修多罗原一位 献 调 丝 等 引申其一位 贯穿设持 以众生游教之设持 而不散流于恶趣 亦里游教之贯穿 而不散师隐末 故称圣教未弃经 又巨杂阿皮谈心论卷八 举出修多罗武意 一 出生 及出生诸意 二 全勇 及一位无尽 三 显示 及显示都意 四 神墨 及辩诸邪阵 五 解蛮 及贯穿诸法 三 具著为摩羯经卷一大班涅盘经 及解卷一无量寿经义书卷上等所具 经含有 贯穿 摄持 恒长 等义 以及经位 贯穿诸法而立古经恒长不断 之意 幼智乙之法华经玄义卷八上 举出修多罗之 有番 无番 二说 于无番 以含义多 故不翻义 说中 引列上述之五义 于有番说中 则举出 经 气 法本 献 善语教 五义 而以 经 为正义 盖 可分广义 狭义两方面 先就广义而论 世尊所说之一切教法均称 经 经所产阳 全是知教称经法 经教 记载经 经教 称经典 然佛典通常所称之 经 多细就其狭义而言 一 经 律 论三藏中之经 一般又分成大成经 小成经二种 据原山三大藏总目录所具 大成经分类为班若 宝基 大吉 华岩 涅槃 众义及丹义 立藏收有五二一部二一六四卷 小成经分类为阿含 丹义二种 立藏收有二四零部六一四卷 幼大振兴修大藏经 宗将大小成经典分类为阿含 本源 班若 法华 华岩 宝基 涅槃 大吉 荆吉 密教等十部 共收一四六零部四二二五卷 上述诸经大多为佛之字说 其中亦含有弟子等之所说 幼经之开始有 如是我闻 一语 显示此等精细于世尊入灭后不久 由结集而成者 二九部经十二部经中之气经即以散文记载佛陀直说之教法 然九部经十二部经之分类即气经一词之含义 历来亦有多种说法 根据我国应顺法师所者 原始佛教圣典之即成 之说认为 一 自意义而言 弃精细指经典节即时之贯穿设词 异 二 自体材而言 弃精细指经典节即后 其中之常形 部分 三 自内容而言 弃精细指杂阿含经 相当于南传佛教之相应部 之常形部分 而竟是一般学者多主张九部 十二部之部类分别 其一以部类在定义 性质上之界定难以定准 其中以弃精而言 教授教界 学界所普遍认可者即如上迹之 贯穿 义 佛陀直说 义 该通广 精脏 辖 九部或十二部经之一 二 义 义 三 泛指小城三藏以外之大成经 如大制度论卷三十三 大二五 三零六下 在 诸经中直说者明修多罗 所谓四阿含 诸摩合眼睛 及二百五十戒经 出三藏外亦有诸经 皆明修多罗 上影中之 三藏 及指小城三藏 细经为止 不派佛教中 截及编转以不派之典及成书者 仅见于南方上座不知南传大藏经 另如北传之汉义经典 则系混合四阿含经与诸部派经典而成者 除上纪部派佛教经典外 自西历纪元前后 有班若经等诸大臣经典 由大臣教徒编成 至西历后四世纪左右 复成历为魔经 阿弥陀经 法华经 大吉经 华严经 涅槃经 解身密经等 其后又有大日经 金刚顶经等密教经典出现 上述大臣经义采用 是遵说法之形式 即于经手书有 如是我闻之句 现存大臣经中收存最多经典者 为汉义及藏义两种 又大臣经虽包含经 律 论三臣 然经为其中之根本 且经之不致意为多数 故大臣经又称一切经 大制度论卷二 成识论卷一 大皮婆沙论卷一 卷一二六 四阿含目超 解卷上 法华经义记卷一人王护国班 若经书卷一 至义 观经书卷一 善道 参阅 九部经 一百四十五 十二部经 三百四十四 大藏经 八百九十三 修多罗藏 四千零四十 P五千五百四十八 经分别 八例名 Sata Vipage 八例文律藏三大部之一 右座经分律 主要内容为戒之条文 说明成立之因缘 条文字句之解释及条文运用之实力等 包括说明比丘二百二十七界之大分别 Bamah Vipage 右座比丘分别 即说明比丘尼三百十一界之比丘尼分别 Batikon Vipage 大分别系包括四波罗仪 十三僧残 二不定 三十舍舵 九十二波一提 四波罗提提舍尼 七十五中学 七灭症 比丘尼分别则总括八波罗仪 十七僧残 三十舍舵 百六十六波一提 八波罗提提舍尼 七十五中学 七灭症 参阅 八粒绿脏 一千三百八十四 P五千五百四十九 金木 一毒精食用 以及打节拍之木 右座樱木 二以贵或沙木削成薄片 其长约三十八公分 宽约一公分 其上书写经文 下款书写王者之名 通常未消除罪障 或追见亡灵而用者 P五千五百五十 金木流 日本佛教用语 右座金流 于金木上写王者之界名 法名 放入水中流走 称为金木流 细为日本大阪四天王寺 于春秋两季于于蓝盆会所举行之仪式 参阅 金木 五千五百五十 P五千五百五十 金王 及诸金中之王 显 密教经典中 皆有自称金王者 亦有被赞叹未金王者 如法华金卷四法师品 卷六要王菩萨本十品 金光明金卷一序品 大臣本身心地观金卷八主类品等皆有自称金王之说 罗罗拔陀罗之法华金赞 范萨达玛普阿阿坚塞斯 斯托法 则赞叹法华金卫金王 若于西藏裔大藏经中 号称为 达特罗王 范汤塔塔 RGA 这亦不乏其力 如吉祥秘秘金刚达特罗王 吉祥宝蛮达特罗王 吉祥智慧心水大于指母达特望中王 P5550 金本母 巴黎明萨达特 西兰大四派巴黎七论中之法籍论 DOMASAGI 与卷手所接出之四十二门 称为金本母 系与卷手所接之论 本母同位分别观察诸法之标准 四十二门 一 明分法 无明分法 二 电光玉法 金刚玉法 三 鱼法 显法 四 黑法 白法 五 苦行法 非苦行法 六 增鱼法 增鱼道法 七 辞法 辞道法 八 失射法 失射道法 九 明色 十 无明 有爱 十一 有见 无有见 十二 长见 断见 十三 边见 无边见 十四 前际见 后际见 十五 无惭 无愧 十六 惭愧 十七 恶言 恶友 十八 善言 善友 十九 入罪善巧 出罪善巧 念 入定善巧 出定善巧 念一 借善巧 作意善巧 念二 处善巧 缘其巧 念三 处善巧 非处善巧 念四 直直 柔和 念五 贪忍 可乐 念六 和善 狗 念七 不护根门 时不知量 念八 能护根门 于时之量 念九 失念 不正知 萨时 能 正知 萨一 思泽力 修习力 萨二 止 观 萨三 指向 勤力 向 萨四 勤力 不散乱 萨五 戒 剑 萨六 聚戒 聚剑 萨七 敬戒 敬剑 萨八 剑清静 如剑精静 萨九 于顺验主之 验者 之如理精静 四十 于善法 不已足 于精静 不被遮止 四十一 明 解脱 四十二 禁制 无身制 法级第三种说品 即以上述之二门 解释 解法 南方上座部论书解说 BC Law A History of Pili Literature Fall P5550 金瓦 日本佛教用语 又称瓦经 埋经之一种 极格佛经文字于瓦念 为流传后世而埋至土中者 有令法救助之意 Pen 5 151 今生圣者 指晓成圣者 彼等须经欲戒 色戒之身 方能争至涅槃之境 此类圣者可分欲戒今生 色戒今生两种 1 欲戒今生 例如欲流果之及其反有 亦来相之家家 亦来果等圣者均属之 此等圣者 由须经历欲戒之身 然目睹欲戒苦恼多生 乃其强烈之焰离心 因而得不海果 不必再生于色戒 无色戒 即可直接翻涅槃 2 色戒今生 此等圣者 由须经历色戒之身 例如七种不海中之上流斑之乐定 圣者 然因不觉色戒之苦 其燕离之心亦低落 故人须再生于无色戒 时可翻涅槃 大皮婆沙论卷53 巨舍论卷24 P5551 精行 梵雨 C.A.C.A.C.A.M.O.N.A. 巴黎雨 C.A.C.A.C.A.M.O.N.A. 一直在一定的场所中往复回旋之行走 通常在时候 疲倦时 或做禅婚审瞌睡时 即起而精行 为一种调剂身心之安静散步 据大比丘三千微移经卷上所在 是于精行之地有五 即闲处 护前 讲堂之前 塔下 阁下 另据四分绿卷五十九所说 时常精行能得五力 一 能堪远行 二 能尽思维 三 少病 四 消失 五 于定中得以九住 十送绿卷五十七 南海记归内法船卷三 大唐西域记卷八 P.5551 经家 又做梵家 课经文于贝多罗叶 家以后版 以神节之 故称为梵家 家 或为家之物 家 同策之乙 P.5551 经供养 书写经典送人 或书写经币 欲置入经藏时所行之法会 又做开题供养 书写供养 一切经供养 又经属三宝中之法宝 供养经及供养法宝 经供养法会时 须唱颂如下誓言 大九 三六上 我等当其大忍力 读诵词经 迟说书写 种种供养 不惜生命 我国最早举行经供养者 乃南朝良武帝大通五年 五百三十一 二月 五帝信林同太寺 开经自班若波罗密经提 特赦到俗五万余人之无遮大会 其时皇太子并奉衬五经及七宝经 含乙行供养 此依行是岁城后是经供养之起源 法华经卷四券持平 佛祖统计卷三十七 批五千五百五十一 经典 即佛陀所宣说教法 经阿南等结集之 初以口传 后以文字记载 举凡文句 书籍 均称为经典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六中 菩萨经典 纠唱药妙 法华经卷一序评 大九 二下 圣主狮子 演说经典 唯妙第一 批五千五百五十一 经卷 记载经文之卷制 称为经卷 一般指经典 或佛典 法华经卷四所谓之 经卷 细指书籍而言 未犯于Postecca之意义 我国至北宋时代时有蛇本之制作 在此之前 佛典皆为卷制 现今仍有将卷制插在经卷架上 或放置佛前 或置于导师的礼盘上之习惯 又因佛典为黄色纸料及图以赤色之轴所制成 故又称黄卷赤轴 此一名称自北宋时代开始流行 然其遗品书少存留着 此外 宋读经典之桌子 称为金桌 于时尚书写经文 称为金石 纳金卷于种中 称为金种 通常将金文书写入金制 而后纳进金矩 金框 金筒或金柜等加以保存 P5552 金宗 亦金宗及经典主要之宗旨 或旨根本的主张而言 而所谓 金体 这 细致始终一贯金文之内容 如以房屋为玉 则金宗为房屋之柱梁 金体为其他之构成材料 例如 天台宗认为 法华金系以因果为宗 石像之理为体 日本净土真宗认为 无量寿金以本院为宗 以名号为体 大臣于家金刚性海曼 书士立千碧千大教 王金卷移于家师的论卷八十一 往生论柱卷上 二根据 论 所立之宗派 称为论宗 反之 依据 金 所立之宗派 则称金宗 例如 华言宗戏以华言经为本据 故称金宗 参阅 经论是 五千五百五十七 批五千五百五十二 经律一箱 反五十卷 宝唱传 梁天坚十五年 五百一十六 陈书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三册 本书戏将散见于经 律中之兮有一箱 集录而成 属于百科全书之一种 梁武帝出命僧明超路一箱 后命宝唱主其事 父乙僧豪 法身等服役之 增补完成 书中将内容分位天 帝 佛 菩萨 申文 国王 王夫人 太子 王女 长者 幽婆赛 幽婆仪 外道仙人 范智 婆罗门 甲克 居士 庶人 鬼神 杂兽畜身 地狱等二十一部门 摘选精粹 极鹿而成 为一部以类相从 便于所揽之佛教故事集成 以下简述书中各部内容 一 天部 叙述日 月 星 与等三界诸天 二 德部 叙述山 树 河 海 等自然现象 三 佛部 既有佛陀出家 成道 涅槃及设立塔等 四 菩萨部 又分位自行 外化 随机现身 出家诸菩萨 五 深文部 叙述深文无学身 深文不测浅身身 深文学人身 深文现行恶行身 沙弥身 尼身等分类 六 国王部 收入修持转伦圣王 菩萨道 深文道之国王与王后 七 太子部 其分类与国王部相同 八 长者部 分位得道 杂行等两部 九 幽婆赛 幽婆一部 十 外道仙人部 分位外道仙人 泛制 婆罗门 十一 居士 树人等部 分位居士 甲克 男 女等 十二 鬼神部 分位阿修罗 锦纳罗等 十三 畜生部 分位兽 虫 琴等三部分 其后并列举 二十九种动物名称 十四 地狱部 论述八大地狱 与十八地狱之情形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 大唐内典路卷四 开原式教路卷六 P5552 金轨 指密教之经典籍仪轨 密教中 师门相成 口耳相传 均需以之为依据 故称金轨 P5553 金种 又做金种 将书写完成之经典 置于筒中埋在地下 称为金种 此乃为保护经典史传诸勇士之意 亦为自己祈愿或为祖先亡灵祈福之做法 方法是在方形十元中 以土复之 使成一种 并于内部设时事 其内色满木炭 金统及安置于时事内 经种之形状或为圆形 或为方形 种上或至宝窃应式 或至牌位形之石塔 藏于种中之物 除纳至金卷之金统 或刻写经文之金瓦 经时外 美有玄佛 水瓶 独骨储 静等并收于时事中 所纳藏之金文种类不一 然多位法华经 弥勒经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班若心经等 P5553 经家 指送出佛陀所说教法 并将之劫及成经典之佛弟子 在佛陀诸弟子中 阿南与家业等当其大任 一般而言 经典以最初 如是我闻 等作为续分 最终以 作礼而去 等作为流通分 中间之正宗分有 佛告阿南 等说明语 此均为经家所言 此外 论家则是著作论书 宣扬佛法 阐明经义之人 如印度之龙树 世青等菩萨 皆为论家 又世家乃只解释经 论文字意义之大德 如道错 善导等人皆是 世家令有疑意 指佛陀之家信 或入于佛门者 P5553 经诗 亦通晓经典或善于读诵经文 粉银梵北之僧 在印度 原指通晓经典之僧旅 四分率卷十三第二十九单题法条 解释教化之语中 列举赞计 多文 法师 池律 作禅等五项 与此文相应之八粒律藏所列举者位 B.H.A.K.A. 说者 B.H.A.K.A. 多文者 Sartantika 经诗 Fanea Dhara 池律者 Den Kathika 说法者 此外 同书卷三十八字字前度载有 通阿涵 卷五十房舍前度载有 法师者 八粒律藏中与此二者相当之处 皆载位 Sartantika 善见绿皮婆沙卷十四亿举出学律中 B.H.A.A. G.A.A. 学阿皮坦中 B.H.A. H.A. H.A. G.A. 修多罗中 B.H.A. Sartantika G.A. 之语 由此 可知汉译之法师 通阿涵 学修多罗等 皆相当于巴黎语 Sartantika 亦指通三藏 之经藏者 然遇南海济归内 传卷四赞永之礼 大五四 二二七昂 另一经 申师 子座读诵少经 可推知印度 已有用 以指善于读诵经文者 所谓经诗 在我国专止 巧语 讽诵经文者 梁高森传卷十三 惠人传 大五陵 四一下 其文宣感梦之后 集经诗 乃共人 斟酌救生 全品心意 至瑞应四十二七 童书卷十三 亦社经诗一科 立与静代 博法桥以下 致其惠人 等十一位 经诗之传 相识 经诗之言格 辩证论三随 维文帝条 旭高森传卷三十杂科森得篇 二对于从事书写经典之人 亦称为经诗 在日本天平时代 则称为经诗 此种经诗并未入森集 日后诗 转称表 黄金卷者为经诗 P5553 金马 以班若新金与马图 并应于纸上 而作为其安慧 或于兰慧的功 养智用 诗与鬼神 于他代时 即流行以纸马添加九福等 献于神庙 并火化之 以公鬼神之用 智诵 原以降 此风月圣 明永乐 1403 1424年间 骑水人薛君于巴河镇任府饮时 虽平身轻苦 余才无多 由智成纸马 智板魔术父以以子孙 所映出者 吉明文一世之 八和 薛铺纸马 十人贤乐求之 智后诗 此风多行于禅宗寺院 博异智 镇海谷 宋史礼智第七十七 参阅 指前 4277 P5554 金堂 保存大藏经之殿堂 及金藏 乃收藏经典之福库 参阅 金藏 5557 P5554 金为子 又称金一 金为一 也赴曼陀罗 为死者所穿之静衣 在衣上书写经文 陀罗尼或佛名 吉连罪孽深重者 亦可以得到解脱 此衣风气流行于日本 真言宗约自连仓时代开始 于麻 木棉 指不上书写真言 陀罗尼 或种子 西潭文字 名号 经文等 并加盖诸印 以上做法随各宗派之习惯而别 P5554 金四 金四 圣经之乡 引申未通达经典之人 世事要揽卷中 大五四 二九三上 金四 法疆 并五印度学人 称壮法师 大唐西玉记卷十二 大五一 九四六中 生池万里 印度学人显仰圣德 记约金四 亦称法疆 P5554 金筒 又坐如法金筒 为安置金卷之容器 多以木枯成圆筒形 八角形 附上金银泥慧之花纹 若埋于地中者 未必免腐朽 美度以金银 或盖以铁 桃 石等致之 原为僧慧思维 恐佛教于末法时其灭亡 希望五十六亿年后 弥勒佛出现世间之前 佛教经典由能获得 妥善保存与流传 遂有金筒之制作 相传此系发现于 慧死所作之愿文中 然其详细事例 则未经考证 日本普遍流行金筒之制造 其原因乃是为先灵追其名符及与众生结缘 其中最著名者 以藤原道长于宽宏四年 一千零七 在奈良金峰山所埋者为罪骨 此外 于日本历代中 以镰仓 足利时代最为盛行 于后世出土之金筒 形状不一 早期之金筒高约20公分至30公分 口径为15公分者很多 制作精巧 其后被发掘出来者 外形较小 形式亦较朴素 质料有青铜 铜 铜板 白铜 铁 铜 石 瓦 素铜 土质等多种 盖子有多种形状 很多金筒在盖面加上明刻 参阅 金种 5553 P5554 金亮布 泛名Sodra Antica 右座森加兰提加 泛Sakr Antica 修多罗论布 说肚布 说转布 说金布 泛Astrofe等 金布 为小臣二十部派之一 细从说一切有部分出之部派 此派开创者纠摩罗陀 范康罗拉布达 又称同寿 为三世纪末之北印度亚 插使罗国人 这有欲瞒论 吃瞒论 显勒论等 四世纪之势利罗多 范RLTA 为此派忠心之祖 一切有不重视论书 而金亮布 却重视金书 并将金视为正亮 故称金亮布 此部派立心物二元论 否定有部所主张之万物时 有说 认为只有四大于心未实在 并由于四大于心之相符相成 而令个体之身死相续不断 并主张为有现在未实在 而过去仅属曾经实在者 未来则是未来才得实在者 至于现在不存在者 仅为一种种子之存在而已 此即后世为十种子说之起源 并此宗派之教义 含有许多大臣佛教之要素 皆可视为后来中观佛教之基础 此派开祖究摩罗陀作欲蛮论 善用辟喻说法 故被称为辟喻师 此后辟喻即成为此派之最大特征 并被视为后来大臣佛教辟喻文学 泛欲埔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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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其特定之名称,唯有本集乃是由杂多之经所集成,故称经集。 本集之形式,有长短不同之诗集,兼亦有散文。 内容分为舌品、小品、大品、义品、彼岸道品等五章,戏原始佛教圣典中最古老之作品。 由其是异品,彼岸道品两章乃最早独立流通者,故可谓为佛教最古老之圣典。 五章之中,蛇品,巴尔格巴格,有十二经,其中之,蛇经,反复欲说比丘之修行应如蛇之退换旧疲而舍弃彼此两岸之分别, 另一,西角经,则收有著名之诗,欲说修行者应如独角西之独立修行。 小品中收集较短之诸经而成,既有十四经。 大品则收集较长之十二经,其中之初家经,大品第一经,经秦经,大品第二经,纳洛家经,大品第十经,等三经系保存有关佛陀传记之最早资料者。 又大品第九经说明四性平等之理,第十二经则以简单之形式说明缘起之理。 至于一品,巴巴塞卡维格之名,解为八纪品,如枯八纪经,第二经,田怒八纪经,第三经,大部分均为八纪和尘之经,既由十六经构成,相当于汉一支,一族经,亦有十六经。 笔案道品,八批,全章复有统一性,内容系十六学童请教佛陀,佛陀答复之十六节,加前之续记,后之节与二节,既有十八节。 根据日本学者水野红原在南传大藏经卷二十四所揭出,关于经及与其他经,律,论及汉一经典之关系如下,经及之记与汉一族经相当者共二三六记,以扣除重复者。 此外,范文大士,集杂阿含经,佛本行集经,有部律,中阿含经,大智度论,四分律等十余部汉一经中,均各有二十余记与经及知记诵相当。 总记经及一一四九记中与其他经,律,论相当者共有五七零余记。 本集契经已有多种文字之一本集叫定本,叫定本有,Dines Anderson & Helmer Smith,Sata,Nepthia,Newet,PTS,London1948,英译本有,SB Evol. X,PART,TR by Vythausp LL,1881,SB B15,Woven Cadences of Early Buddhists,TR by E.M. HER,1945,HAS. 三十七,Buddha's Teachings,TR by Lord Chalmers,1932,得一本有,K. Newman,Diridhan Gautamobudo S,M Chen 1905,New York MA,Tilika,Dasward de Buddha,Leipzig,1923,日译本则有, 国义大藏经经部第十三册,利花俊道,释迦牟尼圣迅集,迪远云来,南传大藏经卷二十四,水野红圆,等多种。 善见绿皮皮婆沙卷一,New York,Nautiloka,Dasward de Buddha, R Hoer,No,The Satanic Ta in a Sanskrit version from Eastern Turkestan,JRAS 1916,M,Winternetska,Shepter,Indistran,Literata,Bet. P 5555 经塔,一纸收藏经书之塔,塔内所收之经文,寄送,陀罗尼等,称为法设立。 二级以经文书写成之塔形,又作经曼图罗。 据书时会要卷六所在,北宋森法辉于正和二年,1112, 以细字书写经文,形成一塔。 其字为正体书,每字大小仅如半支麻利,其上共写法华,冷言等十部经, 字塔顶至底部,曾及零次,毫莫不差。 P 5557 经到灭尽,佛陀之教法称为,经,故以,经到灭尽,欲指佛之教法衰为灭尽。 无量寿经卷下,大一二,二七九上,当来之事,经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明,特留慈经,止住百岁。 P 5557 经义书,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经状,刻有经文之石柱。 又坐石状。 一般多使用八角形之石柱,其上刻以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此封圣行于唐朝中其至五代辽经之寝, 由以北部地方更甚,所传流之遗品不少。 后再传至朝鲜,日本。 P 5557 经论是,指经,论,是三者。 经为佛陀所说之教法,论为印度学者组述,或解释,经所说者,是则阐释经论之深意,而由中国或日本等学者所解释者。 此外令有经识,经识,论识,论识,论语识,等称。 P 5557 经论,请参阅网申论。 经录,请参阅大藏经目录或重经目录。 经头,禅陵中掌管经卷图书之职称。 幼禅院中,为补修大藏经而至皆放诵读经典,向人募捐之森,亦称经头,若所诵读者为班若经,则称班若头,诵读华严经,法华经,则称华严头,法华头。 禅院清归卷寺皆放水头探头华严头,P 5557 经柜,读经书,道具,众森衣服之器。 其在森堂者,称为寒贵,在众疗者,称为经柜。 众疗是看经之所,故作经柜。 赤修百账清归卷下大众张王森抄一条,节辣张众疗解解特味众汤条,P 5557 经藏,义纸经,律,论三藏中之经藏。 参阅,经,5548,二右座经楼,经堂,经库,法藏,轮藏,转轮藏,藏经阁,法宝殿。 即只收藏经文之建筑物。 于印度、中国、朝鲜等,早已有建造经藏之事迹,例如十部二门只要抄卷上之记载,于杭州一州之内,即有时所经藏之设立,此系由于无越忘读信佛教,乃命将造立之。 宋代之后,以大藏经之多次开版,随而促成经藏之广泛设立。 于日本,造于古代之仪构极多,如法龙寺之金楼、奈良、吉孝仓造之金库等均属之。 自连仓时代,金藏之构造有所变更,即于唐宇中心置放金箱,并做一回转之设计,称为轮藏,即从转法轮或转读之义而来者。 经文如此轮转,虽未诵读,然亦有功德可言。 经藏之志于南北朝时级已设立,轮藏之志亦早在梁朝善会大事复西时级已有之。 大唐西玉记卷三,广宏明记卷二十二,世门正统卷三塔妙志,参阅,佛教图书馆,两千七百,P五千五百五十七。 经藏堂主,禅灵中管理经藏之之称。 堂主之上有藏主,然藏主不居藏殿,而由堂主守经,其职则与众僧之介阅书及有直接之关系,故常在藏殿。 禅灵象器兼卷六职位门,P五千五百五十八。 经题,及经典之标题,又做首题。 一般而言,梵文佛典不论经、律、论,皆于卷首至规境序,其次为本文,至末尾史皆是标题。 西藏义佛典,初列泛名及西藏义名,次有规境序及本文,中则复有西藏义名及翻译教定等后继。 汉义佛典则大多省略规境序,而于本文之前至首题及一题,后面则设尾题。 在经题中,不论大小成,一般皆官有,佛说,二字,如佛说大吉法门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首轮延三昧经等。 此外,极藏之金刚斑若书卷一位,金题有二种,一为巨族,一为不巨族。 以金刚斑若为例,巨族者,应称为,佛说金刚斑若,不巨族者,则为,金刚斑若。 在日本,有受持金体即可的功德之说,如日连吉时。 静明玄论卷二,极藏,大臣四法经事,敦煌本,P5558。 金颤,司经理之略称,宋有种功德,理颤可消除罪业,不为佛教徒常见之修行方式。 金卫出家人专以替信徒送经理颤卫业者,称之为感金蝉。 1558。 金辩,全称金辩, 金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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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祭卷三支长安瓷四条, 导,塔北殿前间, 无化菩萨,殿内, 阳亭光化金辩, 为其理, 其种类甚多, 例如维魔, 金输, 金输,金刚, 金辩, 本行金辩, 弥勒辩, 法言辩, 独哉, 法华辩, 日葬月葬辩, 夜报差别辩, 十轮金辩, 药师辩, 宝基金辩, 冷延金辩相, 制度论色迹辩, 诸书之中, 以利淡化剂, 存有金辩, 知迹税多, 其他, 除散见于诸书外, 尚有现存疑品若干, 以下略数金辩中之教著名者, 一, 博辩, 利淡化剂卷三支长安瓷四条, 鸡狼院, 无画摩羯本行, 同书长安安国四条, 殿内为摩辩, 无画, 同书洛阳敬爱四条, 大殿内东西面壁画, 流行苗为摩羯, 如舍, 同书洛阳圣子四条, 为结并, 公德, 杨廷画书卷, 六流宋元欠条, 又为摩羯辩一卷, 百有于是, 运思高妙, 六法被称, 智位无差, 若神灵感会, 金光只顾, 得瞻仰威荣, 前史物录之后的, 张言骇探, 此外, 如宋代皇宿之毛亭客谈卷四所在, 一周大圣慈四创新于开园中, 其周回廊五阶类朝名化, 东廊有为摩居士堂, 喜堂之宏度所化, 其笔绝妙, 又如宋代陈寺之四塔记所在, 平康房菩萨寺之佛殿内曹东必有为摩辩, 为摩辩之仪品流传器经者, 有敦煌千佛洞第一, 十二, 七十四, 八十四, 一一七, 一四九窟之为摩文书法论壁画, 以及山西龙门古阳洞之浮雕, 日本奈良宪法龙四之五仲塔内有为摩文书法论之塑像。 二, 千文书, 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慈恩四条, 塔, 西壁千文书, 玉池画, 此变相图或依据大臣于迦金刚性海曼书是立千大教王经所说而画的, 一品有敦煌千佛洞第六, 七十二窟之壁画, 于同窟出土品中亦有画轴。 三, 净土经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光宅四条, 佛, 殿内, 无声, 阳亭卦, 影灵画西方变, 同书长安净土月条, 小殿内, 无画神, 菩萨, 帝氏, 西壁西方变, 亦无画, 同书长安安国四条, 殿内, 西壁西方变, 无画, 童书洛阳静爱四条, 大殿, 西壁西方佛会, 照五端苗, 十六观集严罗王变, 刘阿祖苗, 中略, 东禅院殿内, 东壁西方变, 苏思中变, 陈庆子成, 色, 同书长安云花四条, 小佛殿, 有着五端化境土变, 同书洛阳大云四条, 佛殿上菩萨六须, 净土经变, 阁上婆守仙, 并欲迟化, 同书洛阳昭成四条, 香炉两头净土变, 药诗变, 陈庆化, 此外, 李白之经一化净土变相, 盖平义郡秦夫人, 奉为王夫胡周赐使为公之所见也, 中略, 八法公得波动青莲之池, 七宝香华光印黄金之地, 清风所福, 如生五音, 百千妙月, 嫌疑洞落, 凡此, 或系止观金曼陀罗类, 十六观者, 或止观金曼陀罗外缘之十六正观, 仪品有敦煌千佛洞第八, 十四, 十九壁,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四, 四十四, 五十一, 五十三壁, 七十, 一一四枯枝壁画宇轴, 日本法龙寺壁画, 当马曼陀罗等画轴, 四, 金刚金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净土院条, 院内赐北狼向东塔院内西壁, 无画金变, 工人橙色, 笋, 四囊, 无画金刚金变, 及西后等, 并自提, 或系依金刚般若金描绘者, 仪品无, 五, 金光明金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净土院条, 小院内, 东南角, 无地子里身画金光明金变, 以品鉴于敦煌千佛洞第135窟之壁画, 日本法龙寺金唐玉重厨自密陀会等之头身恶虎图, 此系依据金光明金舍身品之金变, 6, 本行经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菩提四条, 佛殿, 东碧, 董厄画本行经变, 童书长安画度四条, 阳亭光, 阳仙桥画本行经变, 童书长安大云四条, 塔, 外边字面, 阳气丹画本行经, 童书洛阳圣词四条, 西北禅院, 陈迅画本行经变, 此类变相图或系根据佛本行经或佛本行及经等, 以苗为佛传或佛本身谈, 于原开所者唐大和尚东恩传一书中, 记述于姚骏御王塔云, 一面萨朵王子变, 一面舍眼变, 一面初恼变, 一面旧歌变, 于吴越浅宏剔之八万四千塔, 著有诗皮王, 慈力王, 萨朵王子, 月光王之本身, 敦煌千佛洞第十七笔之将摩, 第六十三, 一三八窟六师外道降伏图之壁画, 山西云港十窟第六窟佛传图之浮雕等, 均系与本身或佛传有关系之经变。 七, 弥勒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西塔院条, 弥勒下身变, 寒干正化, 系小仇闹。 童书卷八随带董博人条, 周明帝填油图, 杂画台何样, 弥勒变, 红农填加图, 随文帝上旧马图, 代代相传, 此类变相可视为依据弥勒下身经之龙华绘图, 或依弥勒上身经之兜律天宫等图, 仪品有敦煌出土之下身徒。 八, 华岩辩, 历代名画记卷三长安义德四条, 中三门东西华岩辩并妙, 童书洛阳敬爱四条, 西禅院北壁华岩辩, 张法寿苗。 中略, 山庭院十轮经辩, 华岩经, 并武进藏化。 令于敦煌迁佛洞第八, 一零二, 一一七, 一一八F, 一六八窟之壁画华岩七处九绘图一位重要之仪品。 九, 除灾幻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洛阳天宫四条, 天宫四三门, 无画除灾幻变, 此或细根据除孔灾幻金之金变。 十, 法华变, 历代名画记卷八随代斩子前条, 法华变白马纸, 中略, 朱买臣附水图, 并代代相传, 以品有敦煌迁佛洞第七十四, 八十一, 一一七, 一二零F, 一六八窟之壁画以及其他。 又历代名画记卷三洛阳静爱四条所云, 大殿内, 法华太子变, 刘茂德成, 者, 是否属法华金之金变则不详。 十一, 日葬月葬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洛阳静爱四条, 禅院内西郎壁画, 开元十年, 七百二十二, 无道子苗日葬月藏经变, 及夜暴差别变。 中略, 其, 中门, 日葬月藏经变, 有病龙, 又妙于福仙四者。 此经变或语大放等大吉经之日葬分及月葬分有关, 其中之病龙或止日葬分三规计龙品所说者。 十二, 夜暴差别变, 及前项所引历代名画记卷三静爱四条所述者, 或系佛为首家长者说夜暴差别经之金变。 十三, 十轮经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洛阳静爱四条, 东禅院殿内十轮变, 五静藏苗。 中略, 殿内则天真山庭院十轮经变, 华岩经, 并五静藏化。 此系根据的藏石伦经等所惠之金变, 敦煌迁佛洞出土等之地藏石王图, 或系源于此一经变而转变成者。 十四, 药师变, 历代名画记卷三洛阳静城四条, 香炉两头净土变, 药师变, 陈迅画, 此系语药师立光如来本院功德经等药师如来有关西之金变, 以品有敦煌出土之画轴等。 十五, 宝基经变, 历代名画记卷七良如同条, 世家会图, 宝基经变, 代代相传, 此或系旧宝基经, 大宝基经之普明菩萨会, 之经变。 十六, 人言经变相, 据宋代黄修复所者之茅廷克弹卷时小童楚世条所在, 宋以前有章, 杜二人善化佛像, 罗汉, 有童君与前辈不相上下, 童君化有慈世如来, 十六罗汉于海云山寺, 于大圣慈寺三学院有人言经变。 其所会变相是否依据守能言三昧经不详, 然历代名画记卷五境未协调, 诗北风图, 中略, 又有小猎女能言七佛, 其图若属经变, 则无疑必依据守能言三昧经者。 十七, 人家变相, 景德传登陆卷三红忍妇, 大五一, 二二二下, 其必本欲令处世如真会人家变相, 此或细人家经之经变。 十八, 制度论色即变, 唐代断成是所者四塔记之平康房菩萨四条, 十堂东必上, 无道玄化制度论色即变, 即是无字体, 笔基囚境, 如者鬼神毛, 制度论或细大制度论, 色迹一词则语义不明。 十九, 消灾经, 据断成是之四塔记菩萨四条所记载, 该四佛殿内操后, 避免有无道玄化消灾经之事, 数十古言。 此消灾经或指赤圣光大威德消灾即祥陀罗尼经, 然难确定。 念, 地狱变, 据断成是之四塔记常乐防罩锦宫四条载, 南中三门内之东壁上, 有无道玄所化地狱变象, 构图阴怪。 又佛祖统计卷四十亿载该四支地狱变, 都仁贤官, 皆具罪修善, 两侍徒孤不受, 而为之转叶。 敦煌千佛动义发现此种变相之断片。 P5558 经体三成, 指身成, 色成, 法成三者。 一, 身, 如于佛事时, 闻音口之身而得道者, 是以身成为经。 二, 色, 于佛灭后, 由鸡卷制而传。 持者, 是色成为经。 三, 法, 内心死为自法而弃于理, 是不由他教, 不由止末, 为以法成为经。 二, 实力者依于身, 眼实力者依于色, 意识力者依法。 法花玄义卷八上, P5562 经赞, 即赞探经典之祭诵。 现存之半文经赞中, 有法华经赞, 范, Sadarmapu, Arkansas, Dapa, 即赞班若波罗密记。 其中, 法华经赞存于日本和口会海自西藏协会之泛文法华经写本之首, 其内容戏已有卢家, 范, Loka, 吊二十颂所组成, 末尾书有, 阿哲利耶罗罗巴陀罗造, 范, Kakir, Siria, Arhul, Hadrasia, 等字。 另有存于敌原云埋, 古田圣米两位所孝之改定泛文法华经, 与刚教税之泛文日译法华经者。 范与Stofa, 藏PSTOT, PAR, 即赞赏, 赞颂之语。 赞班若波罗密记, 存于拉陀利阿密特, 范, 范, Rajendra Alamitra, 所出版之八千颂班若范A.S.Hasrik, Proj Pyramid, 之首部, 亦以首卢加调二十一颂所组成, 其中有一些, 其上书有, 是罗罗巴陀罗之作, 范, Kikir, IAR, Hulipadrasia, 等字。 至于我国及日本之金赞, 在净土法式赞卷没收有班若赞文, 阿弥陀金赞文, 及法诏之心亮观金赞, 心阿弥陀赞。 于新边诸宗教藏总录远一, 则录有志圆, 静圆, 林剑之于蓝金里赞文各一卷。 此外, 于东玉传登目录之上, 及诸宗章录卷一中, 亦载有法藏之华言赞礼一卷十首, 及藏之官士英金赞, 作者不祥之法华金赞颂, 时尚大纳言之静明金赞等各一卷。 大智度论卷十八, 中观论书卷十末, 及藏, P5562。 言金, 言, 与献同字。 范语Estra, 修多罗, 知之意及言, 意义则作经, 两亿双举为言金。 经文位如献之贯物, 使不散义而贯穿连坠文句与义礼, 故欲之为献。 法华玄义卷六上, 大三三, 七五三上, 修多罗, 此云献经, 大日经书卷五, 大三九, 六二七上, 修多罗, 古义卫之言经。 参阅, 经, 五千五百四十八, P5563。 智达, 即智弃而不达。 如外道问佛, 神魂是短, 是长, 或问, 如来死后是有, 是无。 等问题时, 佛皆智而不达。 参阅, 十四无计, 四百一十四, 四计达, 一千七百五十三, P5563。 罪, 违反道理, 触犯净条而遭受苦暴之恶行为, 称为罪或救。 亦有称烦恼为, 罪, 者, 然大抵义身体, 言语, 意志, 急身, 口, 意, 等三方面所犯之恶行, 也, 称为罪业。 罪为恶之行为, 故称罪恶, 以其能妨碍圣道, 故称罪障, 又以其属污秽之行为, 故称罪够。 负犹于罪之行为可招致苦暴, 故又称罪暴。 且其行为乃招罪暴之根本, 故意称罪根。 罪有五逆罪与十恶罪, 统称为二罪。 属本质上之罪恶行为者, 称为性罪, 而于本质上并无罪恶可言, 仅为犯佛所致之境界者, 则称这罪。 另据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二载, 比丘, 比丘尼所犯之一切罪以轻重之别, 可总别为五篇, 即, 一, 波罗一罪, 即淫, 到, 杀, 妄等四崇敬。 二, 森残罪, 即故初经等十三事。 三, 波逸提罪, 包括三十舍舵与九十单题。 四, 提舍尼罪, 例如于兰若寿时等四事。 五, 突及罗罪, 分位百中学与七灭阵两类。 此外, 据大皮婆沙论卷一一六之说, 于身口一三叶之中, 以一叶之恶为大罪, 一切烦恼之中, 以邪剑为大罪, 一切恶行之中, 以破森罪为最重。 犯罪经卷下, 于家师的论卷九十九, 据舍论卷十八, 大制度论卷十三, 参阅, 戒, 两千八百九十六, 批五千五百六十三。 罪人, 犯语批评, 制造罪之人。 佛教之因果观中, 强调善恶必报, 造恶众生, 死堕地狱, 受极大苦。 德藏菩萨本愿经卷上, 大一三, 七八二中, 或有地狱, 取罪人心, 夜叉食之, 或有地狱, 或汤圣费, 主罪人身。 观无量寿经, 观佛三昧海经卷五, 批五千五百六十四。 罪重大果, 罪重, 为诸恶业中之罪重罪, 即破森之虚狂语, 为罪中之罪大者。 大果, 为诸世间善业中之罪大果, 即感非想非非想处之私业, 为果中之罪大者。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六位, 破森之虚狂语者能招感无间地狱一结受之果, 如提婆达多, 为破森其虚狂语, 颠倒法非法, 无佛之教法, 又仗是人身天解脱之道, 扰乱大众, 破坏转法轮者, 而招感无间一结之果熟, 故为罪重罪。 据社论卷十八, 大制度论卷七, 批五千五百六十四。 罪根, 为生殖罪恶而不可拔者, 或为罪恶之行为乃招致罪暴之根本, 故称罪根。 参阅, 罪, 五千五百六十三, 批五千五百六十四。 罪暴, 由于所造之罪业, 于现世或未来世所受之果报。 佛陀以其过去世之业, 异常受苦报, 此及大制度论卷九所谓之, 九罪报, 一, 受犯至女孙陀利所报, 五百罗汉亦被报。 二, 受詹遮婆罗门女戏目于杨座妇所报。 三, 受提婆达多推山时压伤作, 祖旨。 四, 蹦目刺脚。 五, 疲流离王心兵杀诸世子, 佛时头痛。 六, 受阿祈达多婆罗门之请儿时马脉。 七, 冷风吹动则被挤痛。 八, 六年苦行。 九, 入婆罗门聚落起时不得, 空而还。 若依据因果相顺之理, 烦躁下品之罪恶, 于未来世必报之于处生道, 中品之罪恶则报之于恶鬼道, 上品者则为地狱之国报。 此外, 若犯五逆法之罪, 必堕阿比地狱, 纵然同身为人类, 亦有贫穷、 丑陋、 诸根不具等输意之国报。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 大制度论卷七, 批五千五百六十四。 罪恶, 佛教主张人类知心性本集清净, 心性本净, 本性清净, 污染心性折味贪欲, 憎恶, 迷惘等三毒, 古时称此三毒畏罪, 八S法者, 含有应受责备之意, 若能舍离三毒, 心性疾能清净, 此系原始佛教之教说。 然大臣佛教则不以贪欲为重罪, 巫婆离所问经, 梵阿比利, Paraopsi C.H. 为, 因增悟引起之罪, 较因贪欲引起之罪为重, 此因禅负众生之烦恼, 对菩萨而言, 既无罪恶, 亦无危险。 方便善巧经意味, 以菩萨而言, 有两种极重之罪, 亦为由增悟引起之罪, 亦为由迷惘引起之罪。 又以比丘之罪而言, 泛于为Pati, 其动词Pati意味落下, 准词, 比丘由于过失而堕落, 即为破解。 上述所谓之罪, 表现于现实方面者, 称为罪暴, Bhavajah, 一般而言, 则只由恶行所得恶之果报。 南传曾之部经典中极列举 现世之果报与来世之果报两种。 现世之果报指王权, 或法律, 所加于无人身上之刑罚, 来世之果报则只由身体, 语言, 意念等三方面所造之恶行, 于来世堕落于恶趣之报应。 无人应恐惧现世于来世之罪报, 如能修习一件罪报即生恐怖之心, 则无人必能自一切罪报中解脱出来。 罪, 自于远与含有必须避开之意。 初期佛教即主张可以远离, 然罪报并非可以全然避离者, 盖因无人犯罪之后, 毕生畏惧之心, 故至大乘佛教时期, 已将语意模糊之, 可以远离, 一词割置不用, 而立, 征服, 霸诶, 之说, 由这个动词产生Aklaia, 罪, 苦恼, 危机, 死, 破碎之意, 之激烈名词。 经光明经位, 诸佛对一切众生有极深之慈悲, 诸佛将众生从罪恶之恐惧中解救出来。 无人在不得已之情况下犯罪, 被恶所振服, 面临破碎, 死亡等危机之苦恼, 此时既感受到不能避免之罪, 将此罪与恐惧诉诸于人类又无法获得解脱, 唯有绝对皈依诸佛, 才能蒙其射受。 只有在恐惧罪恶之自我意识完全进入空无之状态, 罪恶之恐惧才能消失。 此系大乘佛教所皆诸之道理。 P5564 罪业, 犯与奈恶。 指申, 口, 亦三叶所造之罪。 据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载, 一切众生所造之罪有二, 亦为亲, 亦为众, 心, 口所造之罪未轻, 身, 口, 心所造之罪未重。 参阅, 罪恶, 5564, P5565。 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 请参阅教化地狱经。 罪福, 罪与福之并称。 五戒, 十善等善业, 善行, 能招致乐报, 称为福, 福德。 反之, 五逆, 十恶等恶业能招苦报之恶业者, 则称罪, 罪恶。 P5565。 罪福无主, 为自诸法实相之理而言, 罪与福皆无定时之主, 均属平等空计。 观普贤菩萨经, 大九, 三九二下, 我心自空, 罪福无主, 一切法如是, 为魔经入不二法门品, 大一四, 五五零下, 罪福为二, 若达罪性, 则与福无益, P5565。 罪障, 罪恶障碍甚道, 为得善果之障, 故称罪障。 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大二零, 六四零下, 此比丘尘此咒力, 罪障消灭, 即得生于三十三天, P5565。 群泽, 西藏佛教格鲁派寺院中之一种特殊僧观。 出家人在寺中化前捐纳, 可得此官阶, 有此资格者, 不必经过考试手续即可担任寺内之各种职务。 P5565。 群蒙, 泛宇不乎, 真啊, 亦为多数之身类, 又作群身, 即众身之以名, 蒙者, 即草木始发芽而由名类之茂, 或种子为投之相。 众身到新出发, 然尚未无名所赋, 犹如众草木蒙芽, 故以群蒙欲称众身,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六下, 如来以无尽大悲, 经哀三戒, 忠略, 普令群蒙获真法力, 法华精化成玉品, 大九, 二四下, 普天人尊, 哀明蒙类, 能哀甘露门, 广度于一切。 增益阿含经卷四十, 玄印应一卷六, 慧愿应一卷上, 阿弥陀经义书文池记卷上, 戒度, P5565, 义, 泛语阿萨, 巴语与阿萨, 因义阿他, 阿陀, 义义指, 义, 义死, 二, 道理, 三, 义义, 价值, 利益等, 其中, 义义与义力相通, 道理指正义, 却得传统道理, 而言, 反之则称为不正义, 协议, 义义等, 显示完全明了究极之道理, 称为了义, 反之则称为不了义, 未了义, 了义与不了义合称而义, 所立, 义理之状态, 称为义乡, 乃为义理与乡状之义, 义路义语, 则指道理之程序, 步骤, 此外, 于诸经论中, 常用, 第一义, 或, 第一义空, 等于, 而义之地位一义, 俗地位第二义, 然于阿严宗, 常义, 教, 义, 义, 相对而称, 其语义与普通所谓义理之义, 据华言经探玄记卷上载, 小臣之教法, 教, 义据不圆容, 三, 其语义之教法, 义圆容而交不圆容, 为华言之别, 义成乃未交, 义据未圆容者, 另据华言五教章卷义之说, 若就根本法轮言, 华言义成有教有义, 就知莫法轮而言, 三圣莫教为有教而无义, 就设莫归本法轮而言, 三车, 洋车, 路车, 牛车, 分别比喻声文, 学菩萨三圣, 为方便之教, 大白牛车, 比喻一佛臣, 乃为真实之教, 此外, 大臣法愿义灵章卷二末举出境界之义与道理之义两种, 并位于世间圣义, 道理圣义, 正德圣义, 圣义圣义等四种圣义地中, 前三种位, 依权谈指, 故属境界之义, 第四支圣义圣义地位, 废权谈指, 故属道理之义, 杂阿含经卷十二, 中阿含卷二世间福经, 大宝基经卷五十二, 成为时论卷九, 参阅, 二帝, 两百四十四, 二英明用语, 英明论是中, 称宗, 命题, 知前诚, 主词, 为, 体, 而称其后诚, 述词, 为, 义, 如, 身世无常, 知命题中, 无常, 为义, 身, 为体,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 参阅, 体, 六千九百二十八, P五千五百六十六, 一天, 义全称第一义天, 第一义境天, 即驻大涅槃之诸佛菩萨, 或石驻等之菩萨, 皆称为义天, 盖以善解诸法之义, 故以欲第一义空之妙礼为天, 即四天中之义天,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八, 卷二十二, 法华玄义卷四上, 二指唐之慈恩大师, 即窥姬, 能解妙义, 故称义天, 宋高僧传卷七, 大武陵, 七五三下, 有大成姬, 为其高族, 不愿素席, 多见身之, 为之一天, 三, 一千零五十五, 一千一百零一, 又称大绝禅师, 高丽文宗之第四子, 俗姓王, 明絮, 为朝鲜僧戒之统治官, 于灵通寺出家, 出学华言, 旁通无教, 经言如学, 肃怀入宋之院, 于宣宗二年, 一千零八十五, 与弟子共臣商传渡海来宋, 上表请传华言教义, 慎受神宗之礼遇, 先后参访佛应乐园, 慧灵宗本, 敬元, 慈辩, 大绝怀脸, 佛日契松等五十余朔德, 广学华言, 天台, 律, 禅等。 唐末战乱后, 师将佛书从朝鲜返书至中国。 三年后, 携带试典经书签于卷归国, 开创国清寺, 广为宣扬华言, 天台之旨。 并奏请于新王寺设置教葬兜兼, 以真葬诵, 聊, 日本之佛书。 编撰新编诸宗教葬总录, 又称一天目录, 三卷, 又于新王寺者手进行高丽序藏经四千余卷之堪行。 宿宗六年十月是寄于总池寺, 是寿四十七, 法辣三十六。 除上纪之外, 著作上有原宗文类, 室苑慈灵, 大绝国诗文籍等。 室门正统卷三, 佛祖统计卷十四, 卷四十六, 室世基古略卷四, P5566。 一天目录, 樊三卷。 高丽一天边。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本名,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 内提为, 东海有本建行录。 戏集录流传于朝鲜诸家经论之超书者, 为朝鲜编转章书目录之好史。 编于高丽宣宗八年, 一千零九十一, 北宋元有六年。 卷一路有大华严经以下大小城经四十七部支柱书末式等六一九部。 卷二收范网经以下大小城律六部支柱书末式等一四五部。 卷三则即有大臣其性论以下大小城论三十一部支柱书末式等二一七部, 即召论以下诸宗之宗义书, 类转书, 寄传书等一零五部, 总计收录一零八六部。 参阅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五。